四个小家伙一说 谢云锦和陆娇也想到了这样的问题 夫妻二人面面相去着 然后同时望向四小只 虽然四小只已经六岁了 但他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们身边 再加上六岁确实小了点 谢云锦望着陆娇说 要不每天早晚上下学 不住西风园里 陆娇点头同意 嗯 再和刘老爷子说 每过四日放一日假 他一说 四个小家伙就高兴地笑了 娘 这个好 就这样安排 陆娇笑望着他们 这事啊 还得和你们先生商量 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大宝立刻笑眯眯地说 先生他也听娘的 先前娘说 请先生收我们四个 先生不就收我们四个为弟子了吗 陆娇心情颇好的说 那也是因为你们聪明 不过娘要和你们说一件事 不能因为聪明就轻狂 要更加努力 知道吗 学无止境 你们看 爹和娘聪明吗 四个小家伙听了陆娇的问话 立刻点头 爹和娘是最聪明的 陆娇却是认真地望向他们说 你爹和我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你爹要学习怎么当宁州府同志 怎么带领百姓走上支付的道路 眼下宁州贫困的地方还有很多 别看宁州府城繁华 下面很多地方都是很贫穷的 有些人家连饭都吃不饱的 病了更是没有钱治 陆娇说到这儿 思小之点头 他们知道 很多地方都很穷 像他们村以前就是这样 经常吃不饱饭 后来是娘帮助了那些人 所以娘说的话的确没错 我呢 虽然医术好 但是还有很多我治不了的病 所以我还得努力研究那些治不好的病 所以你们看 就是爹和娘这样聪明的人 也还是要学习很多东西的 更何况你们这么小的孩子呢 思小之听了陆娇的话 小脸上布满了认真 我们知道娘亲的意思 我们会努力学习的 陆娇满意点头 不过还是狠狠地夸赞了四个小家伙一通 不过今天你们的表现都很不错 晚上回去 你要让花婶给你们做好吃的 谢谢娘亲 一家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谢云锦和陆娇离开西风园之后不久 有人就从刘家那边探得了消息 刘老爷子收下了谢云锦的孩子为官门弟子 关键一收还收了四个 这消息震惊了所有人 个个都觉得不可思议 更有甚者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这 刘老爷子是什么人呢 那就是一块又老又丁的石头 现在这老石头竟然同意收谢云锦的儿子为弟子 而且还收了四个 不可能 不可能 很多人家派出人来打探情况 最后都得到了肯定的消息 没错 刘老爷子是收了谢同志家的四胞胎儿子 啊 真的 之前不是说不收吗 这怎么还一次收他们家四个 听说谢同志家四个孩子都是神童 十分聪明 老爷子这一考教就喜欢上了 哪儿啊 刘老爷子收谢同志家的孩子为弟子 是因为谢同志的夫人能治老夫人的病 啊 如果这样就不奇怪了 只是这谢同志的夫人医术有这么高吗 宁州府有不少人唏嘘感叹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卸了心思 没什么想法 但是宁家就不一样了 宁家宁辉得到消息之后 生气的大发雷霆 他没想到刘老爷竟然收了谢同志家的孩子 还一收就是四个 这也太不给他宁家面子了吧 宁辉越想越来火 结果当天晚上就带人来了谢宅 谢云锦和陆娇正带着孩子们在饭厅里头用饭 接到萧管家的禀报 奇怪地互望了一眼 然后两人起身往外走 宁家 是宁州府四大家族的宁家吗 陆娇之前也看到过萧管家查到的资料 所以下意识地问谢云锦 谢云锦微微挑眉 点头说 应该是他们家 他们家这时候来恐怕是来者不善呢 谢云锦一说 陆娇想到之前 宁家好像也有去西风园拜访刘老爷子 只不过 刘老爷子没见他们家 宁家前脚刚走 后脚刘老爷子 就收了我们家四小之座弟子 难怪宁家恼火 不过没想到 他们家会找到我们家门上来 这是来干什么的呢 来发火泄愤的吗 陆娇的脸色有些冷 跟在谢云锦身后 一路去到了谢家前院的政厅 政厅里宁家宁大公子正阴沉着一张脸 端坐在椅子上 看到谢云锦和陆娇从外头走进来 宁家大公子差一条眉 他是听说过新来的同志大人 长得又俊又美 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出色 再看他身后的夫人 更是明眼动人 宁辉看得有些发愣 不过他又很快反应过来 今日自己来宁家到底是何目的 他阴沉着脸望向谢云锦开口说 你就是宁州府新来的同志 谢云锦点了一下头 温和地说 是的 你是 宁辉听了谢云锦的话 眉眼间布上了一些得意之色 他挑高眉 神色张扬地说 我乃宁州府宁家 我爹是宁伯爷 我妹妹是宫中的朝姨娘娘 宁辉说完 本来以为谢云锦和陆娇又震惊的 然后换上一副嘴脸 结果他说完 发现人家神色如常 脸都没变一下 宁辉先是错愕 随着恼怒 然后又生气了 他抬起脚 一脚踹飞了谢家一侧的椅子 发火道 哼 一个小小的同志 居然跑到我宁州府耀武扬威的 谁给你的脸 谢云锦脸色一沉 眉眼阴质地望向宁辉 不客气地说 我乃今年大洲皇帝陛下亲赐的状元郎 上面任命的六品官身 你一介平民 竟敢跑到我的府邸闹市 是认为我不敢为难你吗 谢云锦黑眸冷森 眉眼间满是悠寒之气 宁家虽有伯爵名分 却只是一个空名号 家族当中也没有正经的官员 更多的是有钱 他们家最厉害的 就是出了一个受陛下宠爱的 昭仪娘娘 所以宁州府的地界 没有人敢为难他们家 但要是真的讲究起来 宁家并没什么厉害的地方 他们是靠经商制服的 府里头也没什么当官的人 所以宁辉这样对谢云锦 是冒犯官身 足可以治罪的 宁辉没想到谢云锦 竟然是这样的硬茬子 一时被谢云锦给震慑住了 不过很快 他又反应过来 心中恼怒至极 好啊 一个小小六品通知 竟然敢对我不敬 看我怎么治你 宁辉在宁州一直受人追捧 结果尖却跌到了地板上 他十分的火大 谢云锦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冷笑着接口道 一姐平民 竟敢对当官的大言不惭 哼 本官倒要看看 你如何治我 说实在的 谢云锦现在真的没必要怕谁 虽然他只是一个六品通知 但他是官身 二来 他身边有厉害的人 哪怕是不能明着来 按着来也行啊 宁辉本来是想吓唬吓唬谢云锦 好趁机从他手中读个名额过来 若是他识时误自愿让出来 刘老爷子肯定没话说 只是他没想到 碰到了谢云锦这么一个油盐不尽的 宁辉受了刺激 蹭地一下站起身 怒目地瞪向谢云锦 喝道 你现在向我道歉还来得及 若等我走出去 绝不会轻饶你 谢云锦被这个人无语道了 不想再和这种脑子不清爽的人多说什么 滚出去 宁辉生气地掉头 望向身边的手下 给我砸了这地方 宁辉带来的手下 抬脚就打算踹正厅里头的东西 谢云锦眉眼一沉 朝着门外喝道 来人 把这些人给本官打出去 门外 软开同意闪身直奔正厅 两人刚一冲进来 抬脚就踹准备动手的宁家手下 结果宁家手下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就是宁辉也是挨了好几下 被一路打了出去 宁辉站在谢家门外 生气地大骂一通 最后才不甘心地上了马车 一路离开了谢家 他们前脚刚离开 后脚 谢云锦就命令 软开和同意说 你们两个悄悄去搞个精码事件 记住 要神不知鬼不觉的 让宁家大公子受伤 最好是重伤 让他没时间再出来折腾 谢 两人闪身就走了 谢云锦又取了药 换了周少公进来吩咐 你们去知府灵府走一趟 想办法给曹清莲下点药 最好是毁了他的那张脸 是 周少公转身领命去办这件事 正厅里 谢云锦掉头望向陆娇 神情略微有些紧张 娇娇 你会不会觉得 我有些太狠了 陆娇摇头 不会 我知道 你这是繁华于未然 而且 也烦了别人找麻烦 谢云锦松了口气 然后笑着说 对 我是真的烦了这些人的算计了 若是不先下手为强 这些人后头肯定还会作妖的 我可没时间和他们折腾 有那时间 我学习认字不行吗 谢云锦说完 走到陆娇面前 伸手拉住他 走 咱们回房间去 学习认字 好 两人把宁慧的事情放在了脑后 转身就去房里学习认字去了 只不过认真是认真 最后认真到床上去了 第二天 谢云锦去府衙那边上衙 哪怕暂时不能分掌植物 但是该点某还是要点的 省得林知府到时候找麻烦 不过今儿个知府大人脸色不大好 神情蔫蔫的也没什么精神 谢云锦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了 想必是被新的小妾曹清霖给惊吓到的吧 昨晚他派了周少公想办法进入林府 去给曹清霖下了一点药 林知府肯定是被这个小妾的脸给吓到了 所以才精神不振的 谢云锦正想着 王同盼关心地问林知府 知府大人 你昨夜没睡好吗 王同盼说完 还几没弄眼的 那意思是 您老不会折腾了一宿吧 林知府不耐烦地望了一眼王同盼 然后掉头问向谢云锦 听说 你家夫人医术很厉害 能不能请他去我府上走一趟 谢云锦假装不解地问 大人病了吗 林知府摇头 谢云锦又问 那是知府夫人身体有药 林知府有些尴尬了 他能说是他新的小妾脸受伤了请的人家吗 不过想到曹清霖早上的哀求 林知府只能硬着头皮说 是家里女圈病了 能劳烦谢夫人跑一趟吗 因为林知府含糊不清的话 谢云锦没法拒绝 总不好说我家夫人不替你家小妾治病 这么一说不就是表明林家小妾的脸和他们家有关吗 谢云锦想着满脸温和地笑道 行 今儿我夫人去了西风园 替刘家老夫人治病了 估计晚上才能回来 等她回来 我跟她说一声 林知府因为府上没有孩子 要拜刘大儒为师 所以她并不清楚 昨天西风园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听到谢云锦的话 好奇地问了一句 哦 你夫人去替刘家老夫人治病了 她那病都能治啊 那肯定能替我家女眷治病了 林知府还是很关心曹青莲的脸伤的 毕竟才得了几天 现在对这女人还有新鲜劲呢 谢云锦谋色暗了暗 也没再多说 晚上 陆娇刚回来 林家的管事就到了 我家大人之前和谢大人说过 请谢夫人前去替我林家女眷治下病 她怕谢大人忘了和夫人说这事 所以使了小的过来请谢夫人 前往林府一趟 谢云锦伸手捏捏陆娇的手 陆娇一听林家下人的话 就知道林知府之前没有明说替曹青莲智商 他们自然也是不能说的 陆娇想着 微微点了一下头 含笑道 是知府夫人病了吗 那我随你去一趟林家 我陪你一起去一趟林府 行 夫妻二人上马车 一路前往了林府 林知府正在前院正着 一看到他们 就心急地带着他们往后院走 陆娇假装不知道 他带自己是去替曹青莲治脸的 于是故意说 知府大人对知府夫人可真好 林知府尴尬极了 胖胖的脸上笑都是僵硬的 好半天之后 他才开口道 不是替我家夫人治病的 是替我家小妾看看的 话落 他还掉头望向一侧的谢云锦 直白地说 就是先前送你 你不要的那个婉月 他脸上莫名其妙地伤着了 本官听说谢夫人医术很好 所以想请他替婉月看看 谢云锦脸色一下不好看了 眸色冷然地望着知府说 大人 你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 我夫人好歹是六品铜之夫人 你竟然让她去给你家的 一个小妾看脸商 这偌大的宁州城 难道就没有大夫吗 偏要请我家夫人来跟你巧病 大人这是羞辱我 还是羞辱我家夫人 这时候 林知府也感觉到了这事不妥当 心里头有些后悔 但是人都已经到了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似乎自己很没脸面啊 他只能望着谢云锦和陆娇说 来都来了 还是帮婉月看看吧 林知府的话都说到这儿了 谢云锦也不好直接下脸 沉着脸掉头望向一侧的陆娇 陆娇淡淡地开口说 既然知府大人开口 我还是去看一下吧 林知府很满意 这谢夫人还是实大体的 不过就是太善妒了 之前她听自家的夫人说 这位同知夫人不给自家的男人纳妾 还说她男人保证过 只娶她一个人 这样善妒可不行 林知府想说道说道路交两句 不过想到这女人要给自家小妾治脸伤 她又忍下去 婉月也就是曹青莲住的地方 还真是挺不错的 伺候的人都有两三个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 林知府对她真的很上心 不过以后能不能这么上心 那就不知道咯 陆娇冷笑着走进房间 房间里的曹青莲正坐在床上 违仗轻垂 陆娇跟着丫鬟的身后 走到她的床前 站定道 婉月姑娘 我来给你看病了 曹青莲听了陆娇的话 想到往日发生的种种 忽得心生后悔 她后悔自己不应该缠着林知府 让她去请陆娇过来给她治病 本来她是想拿捏陆娇的 看呐 现在我让你来 你就得来给我治病了 可等到陆娇真的站到她的床边时 她忽得不想让这女人为她看病了 她的脸都已经毁掉了 如果被这女人看到 肯定会笑话她的 陆娇进床上没有动静 忍不住提高声音 再次叫了一次 婉月姑娘 我来给你看病了 你好得让丫鬟 把围账掀一下 要不然 我怎么给你看呢 你究竟是怎么了 而且我闻这味 怎么这么臭呢 曹青莲被她这么一刺激 越发地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的脸了 她咬牙说 你走吧 我不需要你看 陆娇似笑非笑地勾唇 是林知府特地请我过来给婉月姑娘您看诊的 你怎么能说不看就不看呢 这不是折腾林知府玩的吗 婉月姑娘 就算是你再任性 也不该折腾知府大人 她可是堂堂的知府大人 门外 林知府正好进来 听到陆娇的话 脸色一下就不好了 她快步地走到床边问 怎么回事 这一次不用陆娇回答 床边的丫鬟自动自发地回话了 姨娘不可让谢夫人治病 林知府恼火了 生气地伸手掀起围杖来 床上的曹青莲的脸露了出来 千娇百媚的脸上 此时布满了红红白白的疙瘩 看上去分外的恐怖 而且红白疙瘩还散发着臭味 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 陆娇一脸受惊地往后退 还惊叫了一声 哎呀 好丑啊 曹青莲从小到大 都是被人圣赞的美人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对待过 她受不了地惊叫起来 放下 放下 她一把打掉知府大人的手 扯下了违杖 知府大人一下子生气了 一把拽开了杖帘 怒瞪着曹青莲 身为知府 她觉着她对曹青莲已经够有耐心了 而这女人却是有些不知所以 所以林知府脸色很是不好看 你搞什么名的 本官舍了老脸请谢夫人来替你治病 你竟然不治 林知府话落 也不再理会曹青莲 妄想一侧的陆娇说 谢夫人 麻烦你了 林知府说完退后一步 和陆娇保持好距离 陆娇是同志夫人 林知府对她还算是客气的 床上 曹青莲看到这一幕 心中血气翻涌 明明前一刻林知府还叫我心肝宝贝 后一刻却没有了耐心 相反对陆娇这个女人去分外的客套 所以地位还是很重要的 本来同志夫人的位置应该是我的 是我的 曹青莲虽然心中这么想 但却不敢再闹腾 任命地让陆娇给她把脉 陆娇检查过后 掉头对着一侧的林知府说 知府大人 晚月姑娘的脸是过敏了 她的脸质是能质的 但治好之后 她的脸就毁了 坑坑洼洼的 类似于麻子脸 而且 还是那种大麻子脸 曹青莲听了陆娇的话 立刻大叫起来 不可能 不可能的 话落 她又掉头望向一侧的林知府 还求道 大人 我不要她知 她是善动 她知道之前大人想把我送给谢大人 所以借记报复我的 大人 你给我另外请个大夫吧 林大望着曹青莲 满脸的嫌弃 想到日后这女人脸上 满是坑坑洼洼的麻子 林知府一下子咽气了 不过想到曹青莲之前那张美艳 动人的脸 知府大人 还是想要挽救一下 所以同意了 她掉头望向陆娇说 谢夫人 千切不同意 那就不麻烦谢夫人了 陆娇轻应了一声 既然知府大人这么说 那就随便了 林知府看她没有动怒 也没有不依不饶地 送了口气 命令旁边的小丫头 小红 送同知夫人出去 是大人 小红恭敬地就把陆娇往外送 后头的曹青莲看到这一幕 更加觉得刺眼了 之前这丫鬟对她可是没这么敬重的 陆娇才不理会这女人呢 走出去之后和谢云锦相识一笑 两人准备回家 不想院外 有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来人是知府大人的手下 这人经过谢云锦和陆娇身边时 古怪地望了他们两人一眼 然后就急匆匆地奔进了曹青莲的房间禀报 院外的谢云锦和陆娇自然是看出了这人的神色 两人相视一眼之后又停下来 后头的房里 知府手下的人禀报道 大人 你们博业到府衙把谢同志给告了 林知府觉得很是错愕 心想 宁博也好好的 把谢同志告了干什么 不过随之 他的心里头又高兴起来 谢云锦一来 就和宁家对上了吗 这是好事啊 若是宁家出手对付他 岂不是省了我们的事 这个人油盐不尽 是个麻烦 若有人出手对付了他 真是给我们除掉一个大麻烦呢 林知府想着 非常心急地朝着手下吩咐道 快 拦住谢同志 手下赶紧出来拦人 谢云锦和陆娇二人并没有走 而且两个人都听到了林知府手下禀报的事情 谢云锦和陆娇眼神微微暗了一下 后面 林知府带着人手急匆匆地走了出来 林知府看到谢云锦没走 笑着开口说 谢同志 明伯也到府衙把你给够了 所以 你要随本官前往府衙一趟 谢云锦不卑不亢地应声 是 大人请 请 林知府古怪地望了谢云锦一眼 心想 这人倒是吻得住 那明伯也把他给够了 他也不着急 不知道是装的 还是真的吻得住 一行人一路去到府衙 宁州府府补衙的宫堂上 宁伯也生气地在骂人 一个小小同志 竟然如此地狂妄 不但殴打我儿 还暗算我儿 可恨可憎 本侯绝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本侯倒是要看看 这人是有几个胆子 竟然如此地算起玩 今日老夫定要要了他的一条命 宁伯也刚一骂完 府衙门外 一道声音戒了他的口 本官乃是朝廷命官 哪怕是犯了大罪 也得由陛下下旨 让刑部或者大理司审 若是罪大恶极 才能要了本官的一条命 本官倒不知道 我大洲哪条律例规定 一个空有绝号的伯爷 权势竟然可以大到 随意斩杀朝廷命官 谢云锦跟着林知府的身后走进来 陆娇也紧随其后 林知府一进来 就对宁伯爷客气地说 宁伯爷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好好地气成这个样子 宁伯爷先前被谢云锦震了一下 现在恢复了过来 他生气地指着谢云锦问 这就是才来的谢同志 林知府点头 是的 宁伯爷好好的 告谢同志做什么 宁伯爷怒了 指着谢云锦说 这个狂妄的东西 不但命人殴打我儿 竟然还指使人暗算我儿 我儿受重伤 到现在才刚刚醒过来 宁伯爷一醒过来 就说他受伤 是谢云锦指使人干的 所以宁伯爷怒极攻心地 跑到府衙把谢云锦给告了 林知府听了宁伯爷的话 脸色严肃地掉头 望向谢云锦说 哦 谢同志 这事是真的吗 谢云锦冷笑着开口道 哼 这事还要从头说起 昨天我带小儿去西风园 拜访刘老先生 并请刘老先生 收我儿为弟子 刘老先生同意了 结果 这宁家大公子 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跑到我家来泄怒 把我家的东西 全都给打砸了 谢云锦的话 宁伯爷和林知府都相信 因为这位宁家大公子 仗着宫中有个昭仪娘娘 在宁州这块地界 一直都耀武扬威的 谢云锦停了一下又说 我身为朝廷命官 岂能让一介平民 欺压到头上 若此事传到陛下的耳朵里 陛下一定会大失所望 所以我就命人 把宁家的大公子 还有他的几个手下 都给打出去了 本官记得 当时他们好好的 只是脸上身上 有些轻伤罢了 倒不知宁伯爷好好的 说本官暗算宁大公子 这是什么意思 宁伯爷飞快地开口道 我儿回家的路上 遭人暗算 受了重伤 不是你执事人暗算的 又是何人 谢云锦冷笑着问 这宁州城内 宁家大公子 只是跟我有过节吗 和别人就没任何过节吗 还有 我明知道他是宁家大公子 宫中还有个昭仪娘娘 我会敢再当晚暗算他吗 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 是我暗算他的吗 身为此次电视的状元 宁州府同知 我会那么蠢吗 谢云锦之前下命令 就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了 越是让人难以相信 就越容易下手 宫堂上 宁伯爷和林知府 倒是相信了谢云锦这句话 是啊 前脚刚把人给撵出去 后脚这人就出事了 这不明摆着告诉别人是他动的手脚吗 这人只要是不傻 就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以后再找机会暗中算计就行了 所以宁家大公子 不是谢云锦指使人干出来的 宁伯爷狐疑地盯着谢云锦 他之所以来府衙闹 是因为自家儿子一口咬定 他受重伤 是谢云锦搞出来的事 林知府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微微失望 他望着宁伯爷问 宁伯爷 你可有人证物证 证明谢同志指使人 干出这样的事来 宁伯爷哪有什么证据呀 他恶狠狠地瞪着谢云锦 你可老夫等着 老夫记住你了 说完转身大步地走了 后头的林知府 那叫一个失望 不过也只能笑着安抚谢云锦 没事 宁家没有证据 缓落 他一脸好心地劝为谢云锦说 宁家乃宁州地界的地头蛇 你呢 还是和他们家搞好关系的好 对了 你家儿子不是拜了 刘老先生为先生吗 不如 把那名额让给宁家 这样说不定 可以化解两家的敌对关系 谢云锦脸色一下冷下来 沉生开口道 知府大人 这名额我家是不会让出来的 那是对刘老先生的不敬 谢云锦说完 抱拳和林知府打招呼 大人 我们告辞了 说完转身就带着陆娇走了 后头的林知府气得瞪眼 心中怒骂 不吃好歹的东西 得罪宁家 以后有你口头吃的 他想到难缠的宁家 终于心情舒畅了几分 抬脚就往外走 不过走着走着他想到曹清莲 又心情不好了 谢云锦和陆娇上了马车之后 长长地舒出一口气 谢云锦掉头望向陆娇 娇娇 我们和宁家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所以四个小家伙去西风园学习 最好是住在那边 然后派着两三个手下保护他们 另外 你再弄些药给四小枝防身 陆娇知道谢云锦是怕宁家 把主意打到四小枝身上 他想了一下又点头说 嗯 不过让四小枝 一直住在西风园也不是事 他们还那么小 不能长期离开父母 容易引起情感缺失 所以我的建议是 住西风园三天 住家里两天 在家里的两天 除了完成先生安排的任务 他们还可以学习别的东西 听了陆娇的话 他民谨博纯 本来以为自己考上状元 当上了官 他们就能相对清静了 没想到竟然还是麻烦不断 娇娇 我会努力往上爬的 等我爬到一定的高位时 就没有人再敢打我们的主意了 陆娇点了点头 嗯 你也别挠了 身在江湖 哪能不挨刀呢 不怕 我陪着你 谢云锦伸手抱住陆娇 嗯 俏俏 感恩有你 两个人回到谢家之后 就恢复如常了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他们等着就醒了 两天之后 谢家举办了拜师宴 除了宴请了府衙的官员之外 谢云锦还请了四大家族的人 至于四大家族的人来不来 他就不管了 另外 他还派人去到清河县 给胡宪令、赵凌峰、韩家、田家 分别送了请帖 拜师宴这天 胡宪令、赵凌峰和韩童 以及田进安和田欢等人 早早地就到了 谢云锦把男宾请到了 前院的正厅里招待着 陆娇则是把女客请到后院招待 至于小家伙们 就由四小只招待了 赵玉罗看到二宝 那叫一个高兴 一直二宝长 二宝短地叫着 叫得可亲热了 二宝似乎习惯了赵玉罗这样 不像小时候那么反感 任由赵玉罗围着他 鸡鸡喳喳地说着 时不时他还会附和一句 相较于赵玉罗的热情奔放 胡灵雪就要内敛许多 文文静静 规规矩矩的样子 就跟个小大人似的 陆娇看到他这样 倒是有些心疼 小孩应该有小孩的样貌 李姐姐 雪儿似乎更文静了 李玉瑶长叹了一口气说 唉 别提了 婆婆给雪儿请了女先生 正教她规矩呢 看到自家女儿这样 李玉瑶很是心疼 可是又没办法 婆婆一贯都很强势 她跟胡善说 胡善还说女孩子就该这样 她能怎么办呢 陆娇看李玉瑶不好受 也不再讨论这话题 关心地询问李玉瑶 上次你中毒的事情 查出来了吗 陆娇的话引起了一侧 田欢的注意 田欢不明所以地开口说 怎么回事 陆娇和她说了一下 李玉瑶被人下毒的事情 田欢一脸惊惧地捂着嘴巴 我的妈呀 这也太吓人了 在自己家 竟然还被人下毒 这日子还有罚过吗 李玉瑶脸色有些黯然 开口道 查清楚了 是胡善的一个通房 给我下的毒 之前我跟胡善说 让他把通房送走 结果他嘴快地 先跟通房说了 那通房就恨起我来 偷偷地给我下了毒 若不是娇娇 我怕是早死了 陆娇脸色不好了 一侧的田欢脸色 同样不好看 一脸受惊吓地 拍着胸脯表示 天哪 这也太恐怖了 算了算了 我还是不嫁了 田家最近正在 给田欢相亲 不过因为田欢年纪大了 所以找到的 基本上都是那种 死了妻子的 家里有孩子的 田欢本来就不乐意 结果还听到 李玉瑶身上发生的事情 那就更不想了 他直接豪爽地开口道 我想过了 以后决定不嫁人了 就跟着我弟弟过 等我弟弟娶妻生子了 我就搬出去 一个人住 李玉瑶和陆娇 看到他这样 知道他是被吓到了 李玉瑶赶紧说 你也别太灰心 这世上还是有好男人的 像谢大人 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府里没有那些闲杂人 也没人害娇娇 田欢看了陆娇一眼 之后白手道 像谢大人那样的 太少了 凤毛麟娇 太稀罕了 我还是安心的 当我田家七小姐好喽 没事 帮着家族 打理打理生意 多好的事 李玉瑶和陆娇 看着田欢坚定的神色 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李玉瑶呼地 想到一件事情 望向陆娇说 娇娇 我这两天又做梦了 这一次的梦 竟然比以前更清晰了 不知道 是不是余多未清 陆娇望向李玉瑶 看出她的脸色 确实有些不大好 眼下有一团乌青 摆明了就是没睡好 你又做了什么噩梦 我梦到自己 和好几个孩子 被关在一个笼子里 你知道吗 太吓人了 陆娇眸色一暗 一下子想到京中文安县主 丢失的女儿 她伸手拉住李玉瑶 关心地追问 还做了什么 后来好像有人打开了笼子 偷偷放了我们 我们几个就跑了出去 可后面有人发现了 追了过来 我们就一直跑 一直跑 最后跑散了 我呢 只知道跑 后来好像撞到了一辆马车 再后来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陆娇眼神闪了闪 不出意外 这应该就是李玉瑶心底的一段记忆 只是那时候的事情太吓人了 被她封印在了心底 之前那个通房给她下毒 触发了她心底的记忆 所以她梦见了小时候的那段往事 不过很明显 她并不认为这是自己小时候的记忆 只以为这是噩梦 路交不动声色地望着李玉瑶 安抚道 姐姐 你做的梦 很像被人贩子拐了发生的画面 你小时候 是不是被人贩子拐过 李玉瑶想了想 摇了摇头 没有啊 我没听我爹娘说过 提到李家人 路交笑着说 李姐姐 我觉得你和李家人长得不像 小时候还有邻居说 我是李家捡来的孩子呢 后来我娘出去骂了一通 那些人就不敢说了 后来我们家搬了地方 就没人再搅舌根子了 李玉瑶说完 路交几乎可以肯定 李玉瑶并不是李家的孩子 她很有可能就是 温安县主丢失的女儿 路交心中激动不已 下意识地握住李玉瑶的手说 姐姐 我问你 只是她还没有来得及问出声 门外的缝支就走了出来 说道 夫人 知府夫人和通派夫人他们到了 路交立刻起身准备出去相迎 她笑望着李玉瑶和田欢说 你们两个自辩啊 到我家不必客气 李玉瑶和田欢立刻笑着接口道 放心啦 我们在你家才不会客气呢 我们是好朋友嘛 路交笑着点头 嗯 对 她话落 想到要和李玉瑶说的事情 立刻望向李玉瑶说 李姐姐 今天你别着急走 我有点事要和你说 李玉瑶笑着应声道 行 陆交也不再多说话 带着冯支和阮竹 亲自去迎支府夫人 和通派夫人等 林夫人和王夫人身后 跟着一堆的抚押夫人 众人看得陆交 其实面带微笑地打招呼 林夫人笑着夸赞道 你们家四个小家伙 真是厉害 竟然全都拜到 刘大如的名下做弟子了 刘大如可不是那么容易收人的 虽然听说是因为陆交 替刘大如夫人治病的原因 但若是四个小家伙愚钝 刘大如也不会收他们 自毁了名声 所以说 他们家的四个小家伙 想必真的很聪明 王夫人也笑着说 今儿个 我们定要好好看看 四胞胎 看他们究竟长得怎么样 传闻四个小家伙 长得就和爹娘一样的好品貌 厂上的夫人瞬间起了 想要看看小家伙的念头 陆交笑着接口 等会让我儿子过来 给各位夫人请安 之前去林府做客 并没有带四个小家伙 所以这些夫人没见过四小只 林夫人眯着眼睛 望向一侧的路交 暗自思索着 如果谢同志的四个孩子 真的出色的话 她倒是可以和谢同志家 做个亲 这是林夫人想到谢家眼下 得罪了宁家的事情 到底是暗下了这个心思 这谢同志和宁家对上 指不定后头要吃大亏的 他们还是不要太心急了 先看看再说吧 一众人就这样 有说有笑的去到后院 陆交立刻吩咐逢之 去把四胞胎叫过来 见见各位夫人 逢之应声出去叫人 正厅里 陆交把李玉瑶和田欢 介绍给林夫人和王夫人等人 林夫人和王夫人听说 李玉瑶是清禾县令的长席 多看了一眼 至于田欢 直接就被他们忽视了 不过就算是李玉瑶也没有得到他们的高看 他们打量过后也就不理会这两个女人了 和陆交说起话来 谢夫人 你的医术真的很厉害吗 是啊 你不会是骗刘大叔的吧 对啊对啊 说真是这样 最后可怎么收场 个个一脸担心的样子 正厅里头 李玉瑶促起了眉 满目不悦地想要开口说话 不过陆交朝他递出一个眼色 轻轻地摇了摇头 李玉瑶终于不再说话了 不过 这些所谓的官员夫人相当不屑 陆交微笑着望向林夫人和王夫人等人说 我的医术倒算平常 不过侥幸会治刘老夫人的病罢了 哼 他就算医术再好 也不想给这些女人治病 陆交这念头刚落 对面的通判夫人王夫人开口了 谢夫人 我最近睡觉总是不踏实 经常做噩梦 还容易出汗上火的 你能帮我看看吗 陆交笑着说 哎呀 我那点医术 哪里就能看好王夫人的病了 您可别吓唬我了 王夫人其实也不大相信陆交有多厉害 不过就是顺遂说了一句罢了 听了陆交的话 他哼了一声 一侧的李玉瑶和田欢唇角勾出鸡巢的冷笑 心想 哼 得罪娇娇了 你以后就算是病死 他也不会替你看 听腾的众人正在说着话 门外的缝支领着四个小家伙走进来 四小只身后还跟着赵玉罗和胡灵雪 以及韩南风和韩东盛等人 一众孩子一起走了进来 寒假两个人忽然面对这么多的人就有些局促起来 别的孩子却是面色坦然 尤其是四个小家伙更是举止从容 一走进来 先对陆交亲亲热热地唤了一声 娘 后头的赵玉罗胡灵雪等人 也是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 陆姨 陆交点了一下头 是一四个小家伙 还有后头的小家伙们说 几位夫人想见见你们 快过来给夫人们见礼 陆交说完 又给儿子们介绍 这位是宁州府知府大人的夫人 林夫人 这位是王通畔的夫人 王夫人 这位是孔推官的夫人 孔夫人 这位是顾经丽的夫人 顾夫人 陆交一口气就把场上的所有夫人 都给介绍了一遍 厅堂内的众人皆是挑眉 望了她一眼 心想 她这么一长串地说下去 她儿子记得住吗 待会儿记不住 得出丑了吧 这女人 是不是傻呀 陆交把厅堂内的 十几位夫人介绍了一遍之后 笑着和四胞胎说 给夫人们建礼吧 大宝立刻带头向着林夫人和王夫人等人建礼 神态自若 举止从容 一看就是好教养出来的孩子 见过林夫人 王夫人 孔夫人 顾夫人 一口气说了十几个人 而且分毫不差 几个小家伙后头的几个孩子 都有些记不住了 只知道跟着四胞胎的身后建立 厂上一干夫人倒是被四小只给震慑一下 这么看来 人家确实是有些本事的 六岁的年纪呀 面对这么多的人也不慌不乱 不卑不亢 这气度就是大人都不急 难怪刘大如会一下子收四个小家伙为徒呢 陆交之前的举动 也是为了叫厂上的各家夫人看清楚 他儿子是凭真本事摆在刘大如名下的 而不是因为他给刘夫人治病 政厅里 林夫人等人惊讶过后 看向四小只 真是越看越喜欢 四个小家伙长得真是挺好的 而且看其形势 教养也是极好的 最重要的是 四个小家伙聪明啊 眼下他们爹是六品同之 但是人家年轻 很快就能往上爬 等年纪稍微大点 三四品官员都能爬上去 林夫人想着想着就心动了 不过一抬头 看到四小只后头的赵玉罗和胡灵雪跟着 她就有些不喜了 怎么这么小 就弄两个小丫头伺候着 林夫人望向一侧的路交 他们后面 怎么还跟着两个小姑娘呢 这是他们的丫头吗 林夫人一开口 李玉瑶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下意识地就想骂人 你也瞎吗 我女儿这样的会是丫鬟 不过李玉瑶还记得林夫人是知府夫人 所以她忍住了 她正要说话 赵玉罗就不高兴了 生气地说 我们才不是丫头呢 我是永宁侯府的小姐 啊 林夫人和王夫人等人惊讶了 掉头望向陆娇 陆娇淡淡地说 是的 她是永宁侯府的小姐 她爹是永宁侯府三公子 陆娇一说 林夫人就知道 她说的到底是谁了 那个被永宁侯府发配到清河县的树出三公子 不过就算人家是树出的 那也是永宁侯府出来的 林夫人不好说什么 甘笑着指了指一侧的狐灵雪道 那 这个 是她的丫头吧 赵玉罗生气地说 她是胡姐姐 县令的嫡亲孙女 赵玉罗说完 不高兴地望着林夫人 你是不是眼睛不好啊 我们这样的能是丫头吗 林夫人听了 脸色瞬间暗沉下来 不过想到赵玉罗身份 她又不好为难一个小丫头 她掉头望向陆娇说 你家小子也不小了吧 这么大的小子 应和小姑娘保持点距离 哪能让他们聚在一起呢 男女瘦瘦不亲 陆娇十分不喜欢林夫人的话 不过倒也没有直接怼她 温和地说 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 气如兄妹 不存在什么男女说说不亲 当然 等他们长到知爱慕的年龄 确实不能在一起 眼下才六岁 忌讳这个还是太早了一些吧 陆娇说完 看到赵玉罗又想说话 赶紧望向儿子说 大宝 带小伙伴们去隔壁招待着 大宝和二宝 还有三宝四宝 飞快地就和林夫人等人 打起了招呼 各位夫人 我们先要退了 几个小家伙 有模有样地往外退着 事实上 看到林夫人和自家娘亲 说话的样子 四小之真的很生气 真想怼这个女人一顿呢 不过想到爹娘的教育 他们还是忍了下来 后头的陆娇掉头 代替赵玉罗 向林夫人道歉 林夫人 您大人大量 不要和一个小孩子计较 林夫人一口气 上不来也下不去 僵着一张脸 好半天都没说话 一侧的王夫人 赶紧打圆场 谢夫人 我看你皮肤特别好 是用了什么护肤不成 话落 她想到三大作儿坊 生产出来的各种护肤品 忍不住又说了一句 是用你们家 生产出来的护肤吗 陆娇含笑道 是用了作坊生产出来的护肤品 王夫人的话 很快就把厅堂里的众人的视线 转移到了陆娇脸上 陆娇的皮肤确实好 不但白 而且细腻柔滑 看上去竟然就和孩子的皮肤差不多 正厅里的女人看到 不由得心中嫉妒 这细同志的夫人生得好 皮肤还这么好呢 厂上的这些官员夫人都没有用三大作坊的护肤品 所以他们用的都是支付夫人娘家兄弟卖的护肤品 陆娇笑着和各位夫人说 今日我给各位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就是作坊里生产出来的护肤品 是一套的 稍后吃过午宴 让各位夫人带回去 陆娇一说 厂上的各个女人就都高兴起来 就连王同盼的夫人也都高兴了 唯有林夫人脸色不好看 这些女人什么意思 是嫌我兄弟卖的护肤品不好吗 一侧 李玉瑶和田欢看到林夫人吃瘪 心中高兴 李玉瑶站起身来 走到众人面前说 三大作坊做出来的护肤品是真的好 你们看我的皮肤 也是用了三大作坊的护肤品 才会变得这样好的 之前的皮肤差得不得了 众人下意识望向李玉瑶的脸 发现李玉瑶的皮肤也十分的好 李玉瑶本人属于秀丽型的 但是因着一身的好皮肤 竟然显得分外的温婉润泽 仿若脚脚避欲一般 正厅里头不少人点头赞叹 夸赞李玉瑶的皮肤好 然后又夸三大作坊生产出来的护肤品好 田欢不甘示弱地紧随其后说 还有我 也用了 大家再妄想田欢 皮肤果然也是又白又嫩的 这护肤品真是极好啊 林夫人看到这样的场面 忍不住气恼地说 行了行了 一直说护肤品 有什么意思呀 林夫人一说话 王夫人等人就知道她生气了 立刻开始转移话题 又问陆娇 今日你家四个小子 要拜留大儒为师吗 陆娇点头 是的 今日拜师 她话音刚落 门外的缝织就走了进来 恭敬地禀报道 夫人 前任宴席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就要开宴了 陆娇点了一下头 望着场上的各位夫人说 唉 劳烦各位一家前院了 待会小儿便要行拜师礼 所以今日宴席就设在了前院 若有怠慢之处 还望各位夫人见谅 府补衙的一些小官官员夫人 看陆娇此人不但长得美 而且为人十分的谦逊 也不以地位看人 这些人倒是挺愿意亲近陆娇的 无奈 林夫人 王夫人等人在场 他们也不敢表现出来 所以只能含笑点头 林夫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站起身 带头往外走 陆娇请了王夫人等人跟上 后头的各家夫人也都纷纷跟上 一众人浩浩荡荡地去了前院 今日宴席设在前院的院子里头 一来地方大 二来待会儿要举行拜师礼 在外头敞亮 不过虽然在一处设宴 但是男宾在东边 女宾在西边 男女宾中间是用屏风隔开的 至于孩子们的一桌宴席 则是安排在女宾西边 等到客人们全部归位 谢云锦陪着刘大如走了进来 而他们的身后跟着四小只 小家伙当中的大宝 还有模有样地伸出手 搀扶着刘大如 刘大如也由着他们父子二人扶着 一路走了出来 谢云锦放开刘大如 掉头望着今日前来赴宴的各位客人说 感谢各位今日前来我谢家赴宴 今日乃是我谢家孩子拜师的日子 请各位给做个见证 今天我儿子拜于刘洪生大如门下 做刘大如的弟子 日后他们将敬重爱戴刘大如 谢云锦掉头望向四个小家伙 我儿可听到为父的话了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日后定要敬重爱戴先生 四小只立刻恭敬地应声 是 爹爹 拜师礼开始了 先是跪拜 听先生的教导 然后行拜师礼 奉香茶 最后呈上给先生的拜师礼礼物 这拜师礼是陆娇精心准备的 一份书籍 还有前世的书籍 陆娇给抄写出来的 另外还备下了名贵药材 宴台 还有一块上等的宝玉 总之 这份拜师礼很是拿得出手 刘大如则是给了四个小家伙 每人一份文房四宝 又给四小只准备了四书五经等书 拜师礼过后 师徒名分就正式地定下来了 谢云锦和陆娇请刘大如入席 演习总算是正式开始了 陆娇一入席 林夫人就开口说 你家四小只 日后必成大器 本身就聪明 又败于刘大如的名下 怎么可能不成器呢 谢家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林夫人又动了要把嫡孙女 说给谢家长子的心思 她一边想一边望向陆娇 脸色温和了许多 陆娇一脸的不明所以 不过也懒得再去理会了 只假装不知道 林夫人一会儿一变的心思 来来来 大家请用 宴席准备的膳食很是精美 不但有菜肴 还有陆娇弄出来的果酒 以及水果汁 另外 还有各式各样的点心 都是自家自制的 女人们吃着吃着 就开心起来 气氛热气了许多 夜袭很快就结束了 谢云锦和陆娇带着四小只 亲自把刘大如送出了谢府 一家人又一起把客人一一送走 今天除了府补牙的官员来了 四大家族的人也来了 不过 这些人家当家的主事的人并没有来 而仅仅是派了家族当中的一个子弟过来应付一下 谢云锦也没多说什么 他早就猜过出来四大家族的人 不会给他多少脸面 毕竟 他是一个小小的 毫无根基的六品同志 那些人哪需要给他多大的面子 能派个人过来就不错了 谢云锦笑着望向一侧的四小只说 以后跟着刘先生好好学习 懂吗 刘先生乃是我大周名辱 知识渊博 你们跟着他学习 将会受用一生 四小只立刻懂事地应了一声 知道了 爹爹 一边的陆娇笑着说 行了 我们进去吧 家里还有客人呢 清禾县来的客人眼下都还没走 所以他们还需要招待客人呢 陆娇又想到李玉瑶来 他还有事情要跟李玉瑶说呢 我们进去吧 对于清禾县来的朋友们 他们要亲近得多 一架子高高兴兴地进府去招待朋友们了 后院 田欢看陆娇要和李玉瑶说事情 主动起身说要去找四小只玩 他和陆娇招呼完 转身就走了 后头的李玉瑶望着田欢离开的背影 叹气说 哎 欢欢是个好姑娘 可惜年纪大了 这亲事倒是挺麻烦的 陆娇笑着接口道 其实姻缘就在眼前呢 李玉瑶立刻感兴趣地问 什么意思 你没看出来吗 田欢和赵凌峰之间的互动 有点意思吗 田欢和赵凌峰 李玉瑶想了想 觉得倒也可行 不过他很快又摇头 欢欢不会同意的 那赵凌峰有个小娘呢 欢欢可是说过的 他是容不了男人 有妾室通房的 陆娇愣张了一下 倒是把这事给忘了 赵凌峰那丝确实有个小娘 当时他那小娘是为了照顾他女儿 但那女人到底是他的房里人 而且身为侯府公子 只怕他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吧 并不会有那种只取一击的念头 所以田欢和他还真就有些不大可能 陆娇忍不住叹了口气 还以为赵凌峰会是欢欢的良缘 结果却不是 李玉瑶苦笑 我们女人怎么就这么难呢 他忽然想到了家中的通房 给他下毒的那个 已经被胡善给卖掉了 还有一个还在呢 婆母之间还想再送个人给胡善 却被胡善给拒绝了 陆娇看着李玉瑶的样子 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不过很快 他脸上布满了笑意 若是李玉瑶是文安县主的女儿 那么她就是皇亲国戚 胡家还敢再得罪她吗 陆娇如此一想 脸上的笑意越发明媚 她伸手握住李玉瑶的手说 姐姐 我和你说件事 此次我陪相国入境赶考 遇到了一个病人 你知道吗 那个病人 跟你长得很像 李玉瑶一脸不解其意 只好笑道 那可真是意外 不过这世上像的人很多 陆娇点头 嗯 这倒也不错 不过那个人 他的病是有缘由的 他呢 曾经丢失过一个女儿 因自责 所以心生魔障 结果就病了 脑子有些不太对劲 陆娇说到这儿 又望向李玉瑶 李玉瑶的心呼地跳动起来 他想到之前自己做过的那些梦 难道他不是李家的女儿吗 李玉瑶想起小时候邻居们曾经说过的话 说他不是李家的女儿 说他是捡来的孩子 不过人家一说 他娘当时就像是泼妇骂街似的过去和人闹腾 其实乡下有很多人都会跟孩子开开玩笑 例如说你是抱来的 你是捡来的 你是你娘 用什么什么东西换来的等等 但是很多人对这种玩笑不以为意 但到了他们家 他娘就非常的生气 大发雷霆 每次都跑去和人家闹 以前李玉瑶一直认定 他娘是不乐意别人这样开他的玩笑 现在他的心中忽得生疼起一个意念来 会不会自己本身真的不是李家的孩子 所以他娘才会不让别人说的 李玉瑶心跳如骨 他正正地望向陆娇 陆娇握着他的手说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当今陛下的亲姐 大长公主的女儿为安县主 县主嫁给国公为妻 生有两儿一女 女儿年幼的时候丢失了 他因为自责 所以脑子错乱 不过现在已经被我治好了 只是病虽然治好了 但是不能触发他的心情 怕他再次发病 李玉瑶听了陆娇的话 不知为何眼泪流了下来 而且越流越多 他望着陆娇说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想哭 真的 我控制不住地想哭 陆娇望向他回道 姐姐 我怀疑 你是文安县主丢失的女儿 若是 你应该回到文安县主身边去 他需要你 而且 你本来就是禁止御宴 不应该待在胡家受气的 李玉瑶呼地就大哭起来 哭了一会儿 他伸手抱住陆娇道 娇娇 最后会不会是一场哭 他小的时候 并不得他娘亲的喜欢 所以他一直想要个娘来疼爱他 现在听到陆娇的话 他心中迫切地想要一个文安县主那样的娘 不仅仅是因为县主身份高贵的事 而是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娘 陆娇安抚着 派着他的后背说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我可以派人帮你去查 到你过去的村子里面去查 然后 我会派人送信入金给文安县主 若你是他的女儿 他一定有办法证明这件事 陆娇说完 又望向李玉瑶 姐姐 你若是同意的话 我可以派人帮你去查 但这件事情 暂时不要让胡家人知道 也不要让你娘家那边人知道 李玉瑶含泪响了一会儿 最后点头同意了 好 谢谢你 娇娇 我这一生最好的运气 就是遇到了你 陆娇笑着说 说不定以后啊 我还得靠你照着呢 李玉瑶一听 立刻破涕微笑地认真开口道 若我真是文安县主的女儿 日后换我照你 要是谁胆敢为难你 我绝对饶不了她 陆娇点头 嗯 行 李玉瑶被她这么一打岔 倒是忘记再伤心了 两个人正在说话 门外的冯芝就进来禀报道 夫人 胡公子请人过来说 他们要回清河县去了 让你娘子带胡小姐过去呢 陆娇点了一下头 冯芝走了出去 陆娇拉着李玉瑶起身往外走 李玉瑶就趁机把他们家过去 所住的村子告诉了陆娇 陆娇点了一下头 表示记住了 一行人往外走 走到前院后门前 看到四小只 正把赵玉瑶和胡灵雪 以及寒冬盛寒南风送出来 赵玉瑶舍不得走 抱住二宝的手臂不肯撒手 二宝 我不想走 我想住你家 二宝立刻提醒她 我拜了先生 以后要跟着先生学习 你住我家也看不到我的 我爹娘之前说了 我要跟着先生住在西风园内的 赵玉瑶听到二宝的话 立刻嘟起嘴巴 不高兴地拉着一张脸 好半天之后 她才开口道 那你会不会忘了我 二宝生怕她有人来风 赶紧说 我会的 我会想你的 这下赵玉瑶满意了 望着深造的几个小家伙笑着说 听到了吗 二宝说她会想我的 小孩子家闹成一团 不远处的李玉瑶贴着陆娇的耳朵说 这赵家姑娘 日后说不定 真能成为你的二儿媳妇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 倒是也不错的 李玉瑶说着 妄想自己的女儿 其实雪儿 也是和谢家的四个孩子一起长大的 不知道 她可不可以做谢家的儿媳呢 有娇娇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婆婆 日后媳妇要少受多少罪呀 首先 陆娇自己不允许男人纳妾 所以她肯定不会给儿子塞什么小妾的 李玉瑶想着 忍不住又问 娇娇 将来 你会不会给儿子塞小妾呀 陆娇不知道李玉瑶的心思 好笑地说 我是没事闲的话吗 给他们塞小妾 相反的 我还想定个家规呢 男子四十五子方可拿切 陆娇的话刚一说完 李玉瑶就心动得不要不要的 一侧的田欢直接抱住陆娇的手臂 大声叫起来 娇娇 你们家四个小家伙啊 我定一个 我等他们长大 这句话一瞬间就把陆娇他们给逗笑了 一众人走到大门口 赵凌峰和胡善以及韩童都在 几人正在说话呢 听到后头的欢笑声 他们飞快地掉头望过来 陆娇看到赵凌峰 又想到田欢 下意识望了田欢一眼 最后叹了口气 一家子就把赵凌峰 韩童等人送走之后 转身回了谢府 陆娇望向四个小家伙说 你们去午睡一会儿 等醒过来 娘亲带你们一起整理东西 明日起 就要住进西风园去了 他们之前已经和四小之说过了 以后他们跟着先生 学三日休两日 学习的三日 就住在西风园内 四小之很是不舍 还是和谢云锦和陆娇 劝慰了他们半日 告诉他们 他们大了 都要离开父母身边的 现在就得开始 慢慢地学会独立 何况学习三日就回来了 四小之最后总算是同意了 不过对于初次离家 离开父母 他们还是有些抵触的 心情很是不好 人也蔫蔫的 陆娇笑着摸摸他们的头 好了 别不高兴了 过三天 不是就能回来住两天吗 到时候娘亲会在家里面 给你们准备好吃的 这样一说 四个小家伙总算是高兴了一些 和爹娘告了一声午安 就去午睡了 陆娇等到他们走了之后 望向谢云锦说 我安排周少公 出去帮我办一件事 谢云锦没有任何意义地点了一下头 随之又好奇地问 啊 让周少公出去帮你办什么事 我怀疑李姐姐是文安县主丢失的女儿 所以让周少公去帮我查一查她的身世 看当年她是不是李家捡来的孩子 若她真的是李家捡来的 我会送信入京 告诉文安县主一声 让她派人过来查一下 看看李姐姐是不是她当年丢失的女儿 谢云锦没反对陆交做这件事 一来她和李玉瑶的关系好 二来帮助了李玉瑶 就是帮助了文安县主 如果李玉瑶真的就是文安县主的女儿 那么娇娇帮助文安县主找到女儿 五国公以及文安县主 就欠了娇娇一个人情 人情这玩意儿 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在需要的时候总会用到的 嗯 此事可行 谢云锦说完 携着陆交的手一起往冬院走去 两人捂睡了一会儿之后 起来帮助四小只收拾东西 主要是四小只的衣服玩具等物 晚上 两个大人陪着四小只 在房里头说了半天的话 第二天 夫妻二人一起亲自把四小只 送到了西风园 陆交也留在了西风园里 帮助刘老夫人治病 四个小家伙看自家娘亲 留在西风园里 倒是挺高兴的 陆交替刘老夫人安排了一系列的治疗计划 老年痴呆这样的病症是很多原因造成的 目前没有明确的医案证明 这种病症是由什么病因造成的 所以陆交制定了几种治疗方案 当然 最大程度的利用了灵泉水 那就是 每天给刘老夫人针灸 除了脑部针灸 还有别的穴位针灸 泡澡 熏针 还有按摩吃药治疗 等到这些都做完已经是笑五了 陆交和四小枝说了一声之后 便打算回谢家 四个小家伙征得了先生的同意 把娘亲送出了西风园 眼瞅着陆交上了马车 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不过想到自己现在是大孩子了 所以倒嘴的叫唤 声声地咽了下去 西风园里 刘老先生从里头走了出来 把他们一个个地拉进去 他知道 孩子们出离爹娘都是这样 慢慢地就会习惯了 这一步总是要走出来的 谢府里一下子少了四个小家伙 家里冷清得可怕 谢云锦和陆交很是不适应 总觉得整座府邸都空了 晚上谢云锦搂着陆交说 叫叫我们再生一个吧 这样就又热闹起来了 四个小家伙会一点点长大 走出去 他们将会有他们自己的人生 陆交觉得很是酸涩 不过很快就没力气去想了 因为某人又缠绵上来了 第二天谢云锦去府衙上衙 林知府也知道 自己一直不让谢云锦 接手宁珠之事也不合适 所以把手里头的事分派了一些给谢云锦 当然他分派给谢云锦的 都是一些皮毛的小事情 完全接触不到宁州的内核 谢云锦也不以为意 林知府分摊给他的事情 他就认认真真地做好 不过暗夏里头 他派了软开去查府衙内的各个官员的情况 李南天和赵恒被他安排到四个小家伙身边保护他们 同时负责教导四小支每天早上练武 谢云锦现在能调动的只有同意和软开 周少公被陆娇调派去查李玉瑶的事情了 所以他得掌握宁州官员的情况 只能把软开调派出去 谢府 陆娇开始培养青梅素叶 之前四小支拜师时赵凌峰带来假言 他决定研制微假片 眼下这可是重中之重 周少公很快查到了李玉瑶的身世 李玉瑶确实不是李家的孩子 他是李家收养的孩子 听村民们说 当时李玉瑶受了伤被李家人救了 然后才收养了他 陆娇听到周少公的禀报之后 想到李玉瑶之前做的那个梦 猜测到当时李玉瑶撞上的马车 很有可能就是他养父的马车 养父心地不坏 看到小姑娘撞上他的马车受了伤 就把他带回去养着了 陆娇理清了其中的细节 越发地肯定 李玉瑶很可能就是文安县主的女儿领导 他决定给文安县主写一封信 告诉他这件事情 信写好了之后 陆娇派着周少公把信件送到清河县赵凌峰的手上 再让赵凌峰送到京城文安县主的手上 赵凌峰一直和燕网友单线联系 他送出去的信很稳妥 一定能送到文安县主手上 安排完了这些事情之后 陆娇又进到研究室里头 研究起了青霉素培养液 其中他抽空就把弄来的水稻种子和小麦种子 撒到了空间里的灵田里 没错 他决定在灵田里头 培育水稻种子和小麦种子 一来空间的生长速度快 二来空间灵气足 等培养出第一批水稻和小麦种子之后 再把这些种子交到谢云锦的手里 让他在外头进行种植 看看是否能够增加亩产率 陆娇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些 谢云锦则是忙碌着府衙那边的事情 夫妻二人因为这忙碌 倒是忘记了去向四小枝了 这一天晚上 陆娇从研究室走出来之后 天色已经不早了 谢云锦却是一直都没回来 陆娇让冯芝前去问萧管事 谢云锦有没有派人送信回来 说是晚上在外头吃饭 谢云锦但凡是在外面吃饭 都会使人回来通知陆娇 今晚不回来吃饭 结果冯芝去到前院问了一遍 萧管家说 谢云锦没有使人回来通知 陆娇接到禀报 一下子担心起来 他可没忘了 他们之前得罪过宁家的事情 这几天宁家虽然很安静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家就不会有动静的 陆娇心急地带着冯芝和阮竹往前院走去 一行人刚走到前院 就看到府门外有人拍门 陆娇带着冯芝和阮竹走过去 看见门外进来的竟然是林大 林大看到陆娇立刻禀报道 夫人 大人让我回来告诉夫人 他有点事 稍后回来 陆娇看林大的神色有些慌张 觉着不对劲 所以又问林大 你们发生了什么事 林大张嘴 一时没敢说话 大人让他不要告诉夫人 以免夫人担心 陆娇立刻上前一步 冷声问道 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林大看陆娇脸色不好 也不敢再隐瞒了 大人先前回来的时候 遇到了刺杀他的人 陆娇第一时间想到宁家 他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问林大说 你家大人有受伤吗 林大小心地望了陆娇一眼之后点头说 大人受了点伤 不顾不重 那他现在人呢 大人命同意抓住了两名刺客 然后他带着两个刺客去了府衙 大人让小的回来告诉夫人一声 说他有事吧 陆娇一听到他们的话 就猜测出来 刺杀谢云锦的不出意外的 就是宁家人 谢云锦带着刺客去府衙 说不定是想办法算计宁家 让宁家以后安分点 只是一想到谢云锦受伤 陆娇的心情就很难平复下来 走 去府衙走一趟 陆娇荡先往外走 林大赶紧跟上 后头的缝支和阮竹紧随其后 一众人上了马车 一路直奔府衙而去 等到了府衙 林之府正在审两名刺客 两名刺客竟然交代出 指使他们刺杀谢云锦的是宁家人 上手的林之府听了下手的两名刺客的话之后 一脸难以置信 就这么把宁家给交出来了 这两个人莫不是有兵 林之府不知道两名刺客被谢云锦下了药 此时神志有些混乱 再加上头疼 所以就这么把宁家给交代出来 正堂一侧 谢云锦捂着瘦伤的手臂 望着上手的林之府说 知府大人 宁家实在是太狂妄了 竟敢对朝廷命怪下次毒手 若不严惩 我宁州恐怕永无宁日 知府大人 还是立刻派兵去宁家拿人吧 林之府望着谢云锦 平息了一下心中的恼火 一脸好心地劝道 云锦呢 我看还是算了吧 那宁家可是此地的地头蛇 他们家在宫里 可是有个朝仪娘娘的 娘娘可是很得圣宠的 你看 陛下还特地赐封他父亲为宁伯爷呢 谢云锦直接给了一个讽刺的冷笑 若是当今陛下真的宠那朝仪娘娘 怎么也应该给他父亲一份俸禄吧 连俸禄都没有的爵位 不过就是拿那女人当小猫小狗一般宠着玩罢了 谢云锦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大唐的门外响起了一道清冷的声音传了进来 知府大人的意思是 宁家是宁州的王法 连陛下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吗 此话一出 林知府就被生生地吓了一跳 他惶恐地望向外头 看到陆娇一身冷怒地就从大唐的外头走进来 林知府飞快地开口说 同志夫人 你莫要乱说话 什么叫宁州 连陛下都不放在眼里 陆娇冷笑着说 难道不是吗 我家相公 乃陛下亲赐的状元 上面任命的六品同志 正经的朝廷官员 现在一个小小的宁府就敢对他下狠手 不是不把陛下放在眼里是什么 林知府看谢家夫妻二人的样子是摆明了要和宁家对上的 他能怎么样呢 林知府想想就觉得好开心 哼 既然他们自己作死 那就让他们去作好了 林知府立刻吩咐府补衙的人去请宁家伯爷 宁伯爷很快被人请了过来 过来之后才知道 自家的儿子居然派着刺客刺杀了谢云锦 宁伯爷的脸色当时不好看 刺杀朝廷命官 那可是大罪呀 儿子真是糊涂啊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 宁伯爷没有露出半点胆怯来 熟人不熟致 不管怎么样 我们家可以和昭仪娘娘闹 一下宠着娘娘呢 宁伯爷想着 望向谢云锦说 谢同志凭什么认定是宁家刺杀的你 难道就凭这两个刺客吗 我还要说他们是你派出来 污蔑我宁家的呢 谢云锦冷笑 哼 既然伯爷这么说 那就让人去查 我倒要看看这两人是不是宁家人 宁伯爷哑声了 他低头望向两名刺客 发现他们乃是儿子身边的护卫 这两个人是熟面哭 若是让人去查 肯定查出是霍尔指使的 那霍尔肯定要麻烦了 宁伯爷想着 飞快地望向两名刺客说 这两个人确实是我儿子身边的人 我儿子眼下身受重伤 不可能有精力指使他们去刺杀谢通知 无处意外 是他们看我儿子受重伤 自作主张去做了这件事 地上的两名刺客 先前的意识有些混乱 此时略微清晰了一点 想到自己刚才说的话 他们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们一家老小 可全都在宁府呢 两名刺客立刻接声道 是小的们自作主张做出来的 宁伯爷开始得意了 这都是他们自作主张做出来的事 谢云锦机朝的妄想宁伯爷 你当堂又是刺客改变口供 先前林知府盘问时 他们可是交代了 你宁府指使他们刺杀我的 现在伯爷人一来 刺客就改变了口供 分明是伯爷给了他们暗示 这样当堂又贡 同样有罪 宁伯爷听了谢云锦的话 生气地喝道 谢同志 你待怎样 别忘了我宁家不怕你 谢云锦机朝的说 是 你宁家不怕我 你家在宫里头有个朝姨娘娘 所以不怕任何人 谢云锦话落 一侧的路交接了口 你家宫中有个朝姨娘娘 如果我说 我身边有当今大掌公主呢 我想问问 大掌公主对上朝姨娘娘 会不会更有胜算一点呢 宁伯爷听了陆娇的话 一脸奇怪地望向陆娇说 你什么意思 陆娇冷笑着说 我治好了大掌公主的女儿 文安县主的病 若是我去求大掌公主 你说陛下会因为朝姨娘娘 而治律法于不顾吗 陆娇的话音一落 宁伯爷脸色就变了 正听上手的林知府 脸色也相当地不好看 大掌公主乃陛下的包姐 陛下对包姐十分地敬重 若是她出面 朝姨娘娘肯定要受到牵连 宁伯爷脸色变了 上手的林知府的眼里 则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没想到这位同志夫人 竟然治好了大掌公主女儿的病 她这是搭上了大掌公主的路子了 那我们还是可以拉拢他们的 宁伯爷心急地望向谢云锦说 你到底想怎样 谢云锦望着宁伯爷 缓缓地说 看宁伯爷怎么想 若想攻了 就把幕后的指使者交代出来 按律例言成 若想私了 赔偿两万两银子 写一封承诺书给本宽 我家日后若是再有人受伤 那就是宁伯所为 宁伯爷必须把人交出来 不得再纠缠 陆娇紧随其后地补充 若是你们不同意 我们可以不做这六品通知 直接入京 禀明陛下这件事情 陆娇的话 使得上手的林知府的脸色灯是变了 这一回不但牵扯到了宁家 还牵扯到了他的头上 若是先云井入京 禀明陛下这件事 陛下肯定要查问 为何我身为宁州之府 却不秉公办理这件事 那我的官可就当到头了 上手的林知府立刻望向宁伯爷说 伯爷 还是私下和解的好 这事闹大了 对你们宁府可不利呀 谢通知 可是朝廷任命的六品通知啊 你们家敢对朝廷命关动手脚 这事传出去可是大麻烦 人家指不定说你们家 目无王法 不把当今陛下看在眼里 这事传到京城 对朝仪娘娘也有影响啊 一说到会影响到宫中的朝仪娘娘 宁伯爷开始示弱了 他咬牙望着谢云锦 好 我们私下和解 两万两银票 我们家可以给 只是承诺说的事情不行 若是你们家被别人算计了 也算到我宁家头上 谢云锦淡淡地开口 不管是谁算计到本官头上 本官都会查清楚 若不是宁家人 本官是不会以此为难宁家的 但若是宁家指使人干出来的事 最后被本官查出来 这事不会善聊 还有 这承诺书是为了保证宁家 不找我谢家人的麻烦 宁伯爷可以不写 不写我们就不和解 让知府大人秉公断案就行了 宁伯爷看谢云锦一脸坚定的样子 咬牙切齿地同意了 行 就按谢同志说的做 林知府松了口气 赶紧催促宁伯爷 让人回去拿银票 他呢 则写承诺书 谢云锦今天的目的 就是为了拿到这份承诺书 有了这份承诺书 最起码短时间内 宁家不敢再有任何动作 那他们就安上多了 尤其是在西风园读书的四个小家伙 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谢云锦身边的陆娇 看了谢云锦一眼 猜测出今晚的一出 很可能是谢云锦有意而来 不过看他手臂上的伤 陆娇的脸色很是不好 他没有理会别人 望着谢云锦 没好气地说 过来 我替你包扎一下 陆娇身上有药 谢云锦是知道的 他看到陆娇气恼的模样 立刻露出了一个讨好的笑脸 陆娇板着一张脸 带着他走到大堂一侧 拉他坐下身来 给他上药 宁家很快就送来了两万两银票 他们家本来就是商户出身 所以家里是不缺钱的 不过两万两 还是让人心疼 宁博业心疼得像是身上掉了一块肉似的 摸摸索索半天 才把银票递给谢云锦 领了 又递上一张承诺书 这是他之前写出来的 签上了名字的 谢云锦收了银票和承诺书 这才掉头望向宁博业 宁博业以后还是管好自己儿子吧 千万不要再动什么心思了 找别人动手什么的 只要本官查出来 就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宁博业差点气得吐血 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谢云锦不再理会的 掉头和林知府打了声招呼说 知府大人 下官先回去了 林知府脸色温和地挥手 你回去吧 明日不用来上牙了 在府里好好的养养伤 谢知府大人 谢云锦带着陆娇等人转身离开 后头的林知府满脸若有所思地望着谢云锦和陆娇的身影 看来谢家有拉拢的必要啊 他们背后有大掌公主的势力 于他们来说可是有益的 谢云锦和陆娇并不知道林知府心中所想之事 两人上了马车之后 陆娇立刻问 你这手臂是故意受伤的吧 谢云锦讨好的就把手里的银票和承诺书递到陆娇手上 喬喬别生气了 我这也是为了杜绝后患吗 眼下四个小家伙在西方园里头读书 若是宁叫把主意打到他们头上 他们可就危险了 我这样设计他们一场 他们就不敢再对我们动手了 四个小家伙也就安全了 陆娇冷笑着望向他说 明天那四个就要回来了 他们看到你受伤 不是会怎样伤心呢 陆娇这么一说 谢云锦头疼起来 他伸出手抱住陆娇的手臂 娇娇 我把这事给忘了 陆娇推他 坐好 谢云锦不松手 牢牢地抱住他 继续耍赖 你不生气了 不生气我就松手 陆娇生生地被他逗笑了 没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真该让别人也看看 堂堂同志大人耍赖的样子 谢云锦看到陆娇笑了 也跟着笑起来 我这耍赖的样子 只会在夫人 你的面前露出来 别人想看都看不到 陆娇盯着他 警告道 以后万不可再这么干了 我知道了 我保证以后不这么干了 陆娇一脸不相信他的样子 不过想到他受伤还是很心疼 伸手摸上他的伤口 是不是很疼 谢云锦立刻否决 不疼和当初断腿相比 这点小伤根本就不算什么 第二天四个小家伙回来 看到谢云锦受伤 那就一个伤心 爹爹你怎么又受伤了 是谁打伤你的 二宝生气地挥舞着拳头说 你告诉我 我去替你收拾他 我现在功夫很好了 爹爹 我决定跟娘亲学医 等学会了 我就给你制药 让你防身 要是那些人再来打你 你先发质于人的 给他们下药 小四宝红着眼眶 望着谢云锦说 爹爹 四宝要快点长大 等我长大了 赚很多钱 给你雇很多人保护你 谢云锦看着 儿子们伤心的样子 很是不舍 赶紧安抚四个小家伙 其实爹爹受伤 是处理事情的时候 和人起了冲突 你们别看我受伤了 其实只是一点小小的伤口 是你娘心疼我 所以才给我包扎成这样的 谢云锦说完 立刻递眼色给陆娇 陆娇本来是不想理会她的 让她痴痴苦头 不过看四小枝 伤心难过的样子 她赶紧开口说 别担心了 你们爹上的不重 看她的脸 有半点不好吗 谢云锦这次受的伤 和以往比起来轻多了 所以她的脸色 并没有多么苍白 四小枝看她的脸 确实不如往常那么难看 所以总算是放心一点 陆娇又转移话题问他们 这几天在西枫园那边还习惯吗 有没有想爹爹和娘亲 一说的这个 四小枝忘了伤心 四个小家伙争先恐后地说 我第一天没有想 第二天想了 晚上都睡不好觉 我想吃娘做的叫花鸡 先生家里没有叫花鸡 我做梦梦到自己回家了 很开心 结果第二天一钟也 还在先生家里 小四宝伸出手 搂住陆娇的脖子 娘 我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我想你们 结果哭了 不过是躲在被子里哭的 你不要告诉他们 陆娇好笑地摸摸她的脑袋 轻声说 行 娘不说 话落 他抬头望向四个小家伙说 今天娘可是让人 做了一桌子你们爱吃的菜 走 我们吃好吃的去 好 一家子吃过饭 下午 四小枝和陆娇 就在房里头 陪着谢云锦说话 两个大人关心地 问起四小枝 在西风园内的情况 发现刘先生 对他们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 但是生活上又很关心 谢云锦和陆娇听了之后 终于放下心来 两个大人望着四小枝说 之前我们和先生说过 以后 你们三天在西风园内 跟先生学习四书五经 两天回来跟爹娘 学习四书五经之外的东西 例如学一 三宝以前说过想要学一的 但是我想了想 觉得你们四个 都要跟娘学一点一 四小枝齐齐掉头盯着陆娇 三宝挺高兴的 大宝则是挑起眉 娘 为什么我们也要学医啊 学医 不是让你们去救病医人的 而是让你们知道医理 日后遇到医学上的事 可以有所防范 陆娇之所以让四小枝 全都跟他学医 是因为四宝 四宝乃是燕王之子 日后说不定回到燕王身边 燕王府那样的地方不是那么好生存的 所以学点医防范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宝四宝都学了 不如大家一起学 陆娇觉得学点医是有好处的 他望向大宝和二宝说 例如大宝你 将来若是碰上有人给你下了什么药 你学了医 就会发现异常 那样你就不会中招 二宝不是说自己要当大将军吗 身为将军学医才能识破坏人的诡计 三宝本来就是想学医的 四宝将来要当大周的首富 当首富的话会碰到形形式式的人 那些人说不定藏了什么坏心思 所以咱们学了医就不怕他们暗中使坏了 陆娇的话四小枝很是认同 就像他们的爹娘老是遇到危险 每次都是娘亲识破了 所以学医是很有必要的 陆娇又说 除了三宝 你们三个只要学个皮毛就行了 用不着替人看病 只要识别各种药材 以及药材的药性 这些药材有哪些味道 有什么害处 知道这些就行了 大宝二宝四宝立刻点头说 娘亲我们知道了 陆娇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说 嗯 那以后你们的安排是 在先生家学习三天 回来两天 第一天跟娘学习编认各种药材 第二天学习自己感兴趣的 大宝喜欢读书 第二天就可以继续读书 二宝喜欢练武 第二天就练武 三宝喜欢学医 就继续跟着娘亲学医 四宝心算能力强 娘亲会叫你心算的 另外陆娇决定多给四宝讲讲史记 讲讲名人传记 让他一点点地成长起来 四个小家伙听了陆娇的安排 齐声应道 知道了娘亲 陆娇笑望着一侧的谢云锦又问 谢大人 你看这样的安排可还行 谢云锦立刻含笑地望着陆娇说 夫人的安排子是妥贴的 那我呢 陆娇笑呵呵地说 你呀 你就在床上躺着吧 四小只掉头望着床上的老父亲表示 爹爹 你就在床上养伤吧 谢云锦苦着一张脸 他就是手臂受了一点轻伤 结果就被陆娇强行按在床上养伤了 他可以肯定 这是报复吧 绝对的妥妥的报复 谢云锦遭到刺客暗杀的事情很快就传出去 宁州府府衙内的官员全都携着夫人过来慰问 陆娇负责接待这些夫人们 以及和他们一起过来的通盘夫人王夫人等等 劳烦各位夫人跑过来慰问了 其实他伤得不重 倒是叫各位大人和夫人费心了 林夫人立刻温和地笑道 同志夫人 不必太客气了 林夫人话落又往向陆娇 我们这样太客气了 以后都是童牙为官的同僚 不说亲如姐妹 也该亲和起来啊 以后 你叫我林姐姐 我叫你娇娇 怎么样 陆娇的眼神暗了暗 心中暗自猜测 这林夫人又想弄出什么幺蛾子来啊 不过她不动声色 应答自如的出声交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林姐姐请 一众人一路进到谢家的内院 林夫人和王夫人等人 打量着谢家的府邸 一边打量 一边夸赞道 你们家可真有钱呢 听说 娇娇你的三大作坊 特别地赚钱 看来是没错了 陆娇笑道 还行吧 三大作坊 赚的钱也不是我们尽得的 还有别的用途呢 她说这话 别人就有想法了 陆娇这话 摆明了就是三大作坊 后头有人呗 她赚的钱 要拿出去给背后之人 林夫人 王夫人等人忍不住猜测起来 她家背后的倚账是谁呀 大长公主吗 还是另有其人呢 总之这谢同之家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林夫人想着 脸上的笑意越发真切 她伸手拉着陆娇 两个人一路往 谢家内院的政厅走去 等一行人坐下来之后 林夫人叫了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姑娘过来 秀秀 过来见过你陆姨 陆娇下意识望过去 看到先前跟在林夫人身边的一个小姑娘走过来 小姑娘身穿洒花长裙 外照着青云纱做成的纱衣 一张小脸又白又秀气 不过陆娇一眼就看出 这小姑娘有些骄纵 眉色间 隐有不以为意 听了林夫人的话 还微微地嘟着嘴巴 似乎有些不情不愿的 不过迫于林夫人的威仪 还是走出来 对着陆娇失了衣礼 见过陆姨 陆娇抬了抬手 示意她起身来 然后夸赞了一句 这小姑娘倒是长得好 她是 林夫人笑着开口说 这是我家嫡孙女 林秀雅 顽劣得很 陆娇笑着夸赞道 看着挺乖巧的 林夫人听了陆娇的话 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热情 她伸出手招了林秀雅过去 拉在怀里说 也就是在外面怪巧一些 在家里 那叫一个导弹 不过 她从小跟着我一起长大 倒是很得我的心 陆娇听了林夫人的话 没眼积不可查地青醋了一下 她最讨厌这样的婆婆了 明明孩子是儿媳生的 偏偏要夺了在自己身边养大 却不知 媳妇按下里头如何伤心呢 不过这是人家的家事 陆娇并没说话 只是微微点头附和 林夫人夸赞了孙女儿一番之后 抬头望向陆娇问 哦 对了 你们家四个小家伙呢 怎么没看到啊 陆娇本来没把林夫人带来的 林秀雅放在心上 现在听林夫人问起四小只 心中恍然明白了 随之审笑 知府夫人不会是打着 和他们打亲家的主意吧 那她可真是想多了 陆娇不动声色地应道 他们正在前院陪他们爹爹呢 他们爹爹受伤了 他们很难过 所以一直陪着呢 林夫人笑着说 倒是个孝顺之理的好孩子 林夫人说完 望向自己怀里头的孙女儿说 听到了吗 谢家小公子 个个都很孝顺 林秀雅依偎在林夫人的怀里 不服地说 祖母 我也很孝顺的 要是祖母受伤了 我得难受死 林夫人听了 心里那叫一个说服 笑得开心不已 林夫人身边 通判夫人护得拍手道 孩子们都是好孩子 而且差不多大 我看着倒不妨做个儿女亲家 通判夫人一说 厅堂上的各家夫人 齐刷刷地掉头望过来 望向了林夫人和陆娇 林夫人没说话 只掉头含笑地望着陆娇 陆娇没有看林夫人 抬头望向通判夫人说 孩子们还都小 若长大了不愿意 反倒是害了他们 这可是他们一辈子的事 还是等孩子们大一点再说吧 他们现在还不懂什么 我们万不可 现在就替他们做这样的主 陆娇一说 林夫人脸色就沉了下来 林夫人怀里的林秀雅更是生气地开口说 你是不同意我做你家的媳妇吗 话落 不等陆娇再说话 她又生气地说 你不想我做你们家媳妇 我还不想当你们家的媳妇呢 我是林家小姐 你就是一个乡下来的你腿子 还想做我婆婆 做梦 林夫人没想到自家的孙女 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脸色不由得油红变白 又油白变黑 她美好气地瞪着自家孙女 喝道 林秀雅 你怎么和大人说话呢 林秀雅看到自家祖母生气 一下被吓到了 很快红了眼睛 微微曲曲地说 祖母 不是我发脾气 是她不想让我当他们家的媳妇 我才会生气那样说的 林夫人看到林秀雅这样 心里很是不舍 她掉头望向陆娇 其实我们家没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通判夫人随口提了一下 谢夫人 别多想了 陆娇含笑回应 林夫人放心 我们没有多想 也不会多想 孩子们那么小 能懂什么呢 等他们长大了再定亲也不迟吗 林夫人被陆娇的话给噎住了 胸中一口气上不去下不来 林夫人心里头已经不想再留下来了 而且她觉得现在真的很丢脸 她站起身说 好了 今天我们先回去了 带我和谢同志说一声 让她好好敬仰 谢林夫人了 陆娇起身把林夫人和通判夫人送出去 林夫人和王夫人一起走出谢家的门 就生气地发火道 哼 什么东西 真以为自己是个东西了 不就是一个像下你腿子 倒会拿枪拿掉摆姿态 呸 说完 她拉着林秀雅上了林家马车 后头的王夫人说 林姐姐 你不要理她 就是个脑子不清楚的糊涂虫 不可以是乡下人 还说什么等孩子们长大了 这孩子们的事 别来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她呢 不懂这个 就是乡下妇人之见 你别为她那样的人 气得自个儿 林夫人平复了一下心绪 点头道 哼 我知道了 既然他们家不识抬举 我们家还不稀罕 嫁他们家那样的人呢 说完 又吩咐外头的马车 回去吧 王夫人掉头望向身后的谢家大门 无语地撇撇嘴 转身上了自家马车 后面各家的大人也都出来了 纷纷上马车离开了 谢家门前一干人很快走了 陆娇送完了林夫人和王夫人等人 又去到前院的谢云锦的房间 谢云锦一看到她的神色 就知道她的心情不畅 不过因为思小之在 所以她没有问 等到四个小家伙去午睡了 她这才又问陆娇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一脸不高兴呢 陆娇望着谢云锦说 你知道林夫人 接规为什么过来吗 是打着和我们家 结亲的打算来的 你知道 她那个孙女 多没有教养吗 张嘴就说 我一个乡下来的你腿子 这样的媳妇 我们家可要不起 谢云锦眼神抖得冷沉起来 多唇勤敏 原本她是打算井水不犯河水的 可现在看来 这林家是留不得 若他们留着 就没完没了地算计着他们 房里 陆娇看谢云锦脸色不好 赶紧扇手握住她 行了 你也不要烦了 慢慢来吧 好 而另一头 林家的林夫人 正和林知府发伙呢 就没见过这样不识抬举的东西 我家秀秀多好的一个姑娘 说给他们家做媳妇 竟然不同意 他们家不就是你腿子出身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林夫人说到后头 又怪起林知府来 让林秀雅和谢家的孩子结亲 是林知府的主意 只是林知府没想到 谢家竟然直接不同意 林知府想的这个 脸色也是分外的不好 我好好养大的嫡亲孙女 我没嫌他们家泥腿子 他们家到先亲我来了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要不是你出这样的馊主意 我会同意让秀秀和他们家结亲吗 林知府没好气地瞪着林夫人喝道 行了 不同意就不同意 有什么了不得的 林夫人气得胃疼 我觉得丢脸 你知道当时多少人在场吗 整个宁州官员夫人都在场 那些人表面上没说什么 贝蒂林指不定怎么笑话 我们林家上赶着和人家结亲呢 结果还被打脸了 林知府气得脸色清黑 一甩衣袖 转身就往外走 后头的林夫人就要让道 你也别想拉拢他们了 他们就是油盐不尽的东西 你还是想想 怎么应对那家伙吧 林知府恼火的意识 拿不定主意 心想 谢云锦是朝廷命官 杀又杀不得 拉拢又拉拢不了 真是长人头疼 算了算了 我还是写封县去问问静王吧 看看静王是个什么样的主意 林知府想着 一路直奔书房而去 谢云锦生事不算重 只是在府里头静养了三天 便去府衙上衙做事了 四小只也去西风园学习去了 不过谢云锦衣就让李南天和赵恒跟着四个小家伙 负责保护他们 虽说宁家被谢云锦一招给打压下去 但他们家和林家是结下仇怨了 林家说不定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谢云锦和陆娇不放心四个小家伙 就让李南天和赵恒保护好他们 陆娇利用七天时间提取出了青霉素包子培养物 后头他就用无菌水将包子悬浮液接种到种子罐内 以灭菌的含有灵泉水的培养机中 说实在的 若没有灵泉水 要想提取青霉素液相当的困难 不过陆娇决定 后面再做做试验 试验出一种取代灵泉水的基液出来 要不然这青霉素液一直靠他的灵泉水来培养 也不现实 那他将来死了呢 青霉素不就没法制作出来了 所以他必须研制出一种能够取代灵泉水的基液出来 在研究室里 陆娇除了培育青霉素液之外 还顺带从甲盐水中提取出甲来 他正在里头忙碌着 外头的房门就被人敲响 冯芝在外面交道 夫人 文安县主过来了 陆娇一脸的难以置信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让周少公把信送给赵凌峰 也就十来天的时间吧 文安县主就从京城赶过来了 真的假的 陆娇夺步走到门口 拉开门 问着外头的冯芝 真的假的 真的 县主眼下就在前院的正厅里候着呢 陆娇立刻往外走 冯芝和阮竹赶紧跟上 一行人直奔前院的正厅 正厅里 文安县主焦躁地来回走动 他的情绪有些不大对劲 旁边的一个身材挺拔的年轻男子很是担心 闻声劝道 娘 你别心急了 这次我们一定会找到妹妹 你不要嫌自己慌了神 若妹妹看到你这样肯定会自责的 而且她不会怪你的 文安县主听了儿子的话 安静了几分 门外的陆娇带人走进来 恭敬地就给文安县主施礼 见过文安县主 武国公世子爷 世子聂业灵 五官刚毅 眉眼清澈 举手投足间沉稳有度 她身为武国公府的世子 一点都不像二公子聂业珍那样是非不分 文安县主看到陆娇 立刻激动地伸手拉起她来 娇娇 你之前说的事是真的吗 你找到我女儿了 我女儿她怎么样 她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是不是吃了很多的苦 说到最后 她竟然哭了起来 陆娇赶紧拉她坐下来 安抚说 县主别着急 听我慢慢说 文安县主听了陆娇的话 情绪稳定了一点 不过眼睛依旧红红的 脸上隐有忧虑 似乎很害怕听到自己女儿过得不好的消息 陆娇拉着她的手说 县主 你先听我说 我不能肯定姐姐她就是您的女儿 陆娇刚一说完 一边的武国公世子聂业灵脸上 就布满了胡椅 这女人不会趁机巴结上她妹妹吧 聂业灵忍不住开口问 你怎么叫她姐姐啊 陆娇抬头看到聂业灵胡椅的神色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她这是以为她知道李玉瑶的身份 巴结李玉瑶吧 陆娇立刻勾传冷笑起来 这次想多了 我和姐姐结拜姐妹的时候 可不知她是您五国公府的乡君 那时候她难产 眼看着就要一时两命了 我替她做了剖腹取子的手术 保住了母子二人的性命 后来姐姐坚持要认我做妹妹 所以我们两个就结拜成了干姐妹 话落 她又接着说 何况 现在也不能证明 姐姐 她就是你们五国公府的乡君 陆娇有些生气了 一侧的文安县主立刻揪住了心 她紧紧地拉住陆娇的手 掉头狠狠地瞪向自个儿子 你给我闭嘴 哪儿都有你的事 怎么总把别人想得那么龌龊 五国公世子聂业灵苦笑 娘 我知道错了 说完 她又掉头向着陆娇道歉 谢夫人 对不住 陆娇没有再理会的 掉头望向文安县主说 李姐姐她 陆娇没有再叫李玉瑶姐姐 在前头加了一个姓 主动避嫌 只是她这么一叫 文安县主就听出来了 她立刻紧张了 出声阻止陆娇说 娇娇 你不用多想 以往你和我女儿怎么称呼的 就怎么称呼 若是因为他们 倒叫女儿和陆娇生分了 女儿指不定恼火 陆娇想了一下 倒也坦然 她和李玉瑶结拜时 五国公府的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姐姐她是李举人的女儿 嫁于县令公子为妻 现在生有一儿一女 她为人极其和善善良 其实上次入京的时候 我看到县主就想到了她 但因为没听姐姐说过 她不是李家的女儿 所以我也不敢多嘴说什么 这一次回宁州 姐姐她总是做噩梦 我就问她做了什么样的噩梦 她说 梦到自己和几个孩子 被关在笼子里面 然后有人放了他们 她拼命地跑 拼命地跑 后面好像撞了一辆马车 我当时一听到她的梦 我就怀疑 她是被人贩子 关在笼子里的 陆娇刚说到这儿 文安县主已经哭得不能自意了 她紧紧地抓住陆娇的手 我可怜的女儿啊 她小小年纪 竟然吃了这么多的苦 一旁的世子聂叶玲 和县主的嬷嬷 大丫鬟 竟伤心地流起泪来 湘君那么小 就吃了那么多的苦 他们听了之后 心里都非常难受 陆娇看文安县主 快要哭晕过去了 赶紧说 不过 后来她过得挺不错的 她当时撞上了李举人的马车 李举人便把她带回家里治伤 治好之后就收养了她 她在李家 虽说不如当乡君那样的富足 但日子也是不错的 文安县主听了陆娇的话 终于缓和了一点 她一边抽气 一边问陆娇 那你说上次难产是怎么回事 陆娇先前说出 破腹取子的事情 是气恼五国公世子 猜测她别有用心 气恼之下才会说的 现在听县主询问起来 倒是有些不忍心 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啊 她当时难产 我便替她实施了 破腹取子的手术 不等县主接着问 陆娇强话道 县主放心 手术很成功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别担心 文安县主知道 女人生子就是鬼门关 好在女儿能挺过来 不过还是要谢谢陆娇 陆娇可真是 他们母女二人的恩人呢 文安县主握住陆娇的手 诚挚的道谢 娇娇 谢谢你了 谢谢你救了我们母女两个人 陆娇赶紧阻止 县主还是别忙着道谢了 说不定 姐姐她并不是您的女儿 我给你们送信 是让你们来查查看 看看姐姐 她是不是你们家的女儿 陆娇话落 想到文安县主和世子 来得这么快 于是又问 按照道理来说 我送出去的信 应该刚入京才是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快 一旁的世子聂叶灵解口道 先前我们查到一点消息 妹妹当年被人贩子 带到了姚县 我和我娘就一路南下 到姚县打探情况 谁知竟接到你们的信了 我们就赶紧跑过来了 陆娇终于明白 他们为什么来得这么快了 姚县离得宁州不远 他们来得这么快非常正常 不过当年乡君 被人贩子带到了姚县 这就更加说明 李姐姐说不定 真的就是县主的女儿领导 陆娇想着 望向县主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证明姐姐的身世 例如 她身上有什么胎痣 或者疤什么的 陆娇一说 闻安县主没说话 一侧的嬷嬷说话了 相居眉毛上 有道细小的疤 那是她撞在门上撞出来的 当时流了不少血 吓死人了 虽然后来治好了 但因为伤口有点大 所以一直有道疤在 虽然她现在人大了 但眉毛上的疤 应该依旧还在 嬷嬷一说 陆娇就常说了一口气 姐姐她眉毛上 确实有一道疤 不过不大 很细小 所以她喜欢苗眉 就是为了挡住那道疤 陆娇一说 闻安县主和世子聂叶灵 皆是激动地叫出声来 她一定就是灵的 她一定是我妹妹 闻安县主和聂叶灵 华洛掉头望向陆娇问 乔乔 你能带我去见我女儿吗 陆娇想了一下 同意了 行 华洛他又吩咐冯芝说 冯芝 和萧管家说一声 我陪县主和世子 前往新河县走一趟 冯芝应声走了出去 陆娇带上软竹 上了闻安县主的马车 一众人一路直奔 清河县城而去 清河县的湖县令府上 此时正闹腾着呢 县令夫人正板着一张脸 训斥自己的儿媳 李月瑶 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男人身边有两个女人 就闹腾个没完 像话嘛 李月瑶冷冷地望着自家婆婆 其二个她发火 是因为婆婆又给自家男人 送了两个丫头 说暂时是通房 若是怀孕了 就抬威小娘 李月瑶想到自己之前 被一个通房下了毒药 她就心中暗恨 这才多久啊 怎么婆婆又给胡善送通房来了 她就这么看不得儿媳得好吗 李月瑶想着 红着眼眶望向婆婆说 你是不是要让人害死我才甘心 那通房给我下毒的事情 才过去多长时间 这次我挑的是两个老实的丫头 不会再害你 她们若是再敢害你 我就让人把她们卖了 娘 说来说去 无非是你不想让我的日子太好过罢了 自己受的苦 要让儿媳也受一遍罢了 李月瑶不等她说话 又说 当初你为了贤明给公公纳妾 大概是希望公公拒绝的 结果公公收了下来 你心中气恨 又只能忍着 现在看到儿媳我 就不想让儿媳我过得太熟悉 她只觉得胸中气血往上涌 话都说不出来 门外的胡善正好走进来 看到自家娘的样子 立刻生气地喝止李月瑶 李月瑶 住嘴 有你这样说自个儿婆母的人吗 胡善说完 直奔自个儿母亲而去 她奔到胡夫人身边 上手就替胡夫人顺气 一边顺气 一边劝慰说 娘 你别生气了 你儿媳妇也不是有意的 只是气急了 才会口不择言 胡善说完 掉头瞪着李月瑶 命令道 赶紧过来 给我娘道歉 李月瑶冷冷地望向胡善 胡善此人并无多大能力 耳根子又软 本来之前就答应好的 她把通房送走 结果一转头 通房可怜巴巴地 央求两声 她就心软了 又留了他们下来 每回碰上她和婆母的事情 不管对错 都会向着婆母 李月瑶一边想 一边望着胡善说 胡善 我差点丢了一条命 难道这还不够吗 难道真要让我死在 你们胡家才算完 这下毒事件 才过去多长时间 她又要往你身边塞女人 当然你是乐于接受的 毕竟温香软鱼抱满怀 可是谁考虑过我 想过我的感受 李月瑶说完 眼泪就流下来 这些年她在胡家一直受气 婆婆处处讲究规矩 动不动就把她叫过来立规矩 还美其名曰教她如何做好当家娘子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出身 不过是秀才娘子罢了 李月瑶真是越想越伤心 说来说去 她只是没有娘家替她出头罢了 因为没有娘家人出头 所以婆婆越来越变本加厉 若是她有一个得力的娘家 至于受这样的气吗 这一刻 李月瑶豁地希望自己是文安县主的女儿 若她是文安县主的女儿 他们胡家敢对她这样吗 李月瑶想到最后 再也不想留下 转身就跑出去 后头的宋夫人看她跑了 生气地指向她的背影说 你看看你看看 像什么样子 堂堂大娘子 连一个通房都容不下 我胡家怎就娶了这样一个媳妇 都是你爹的主意 让你娶这样的 胡善对李月瑶还是很有感情的 所以看到李月瑶伤心 心里很是不好受 她望着自家娘说 娘 别生她的气了 她之前才被通房下毒 心里有阴影 娘就算要送通房 也应该再等等 不应该这么着急地送通房 胡夫人听了胡善的话 生气地瞪向她 哼 都是你惯得她这样 哪家的大娘子 像她那样善度的 去 把那两个丫头领回去 这回我做主了 直接给她们提成小娘 我倒要看看她能怎么样 这女人 就得治 地上跪着的两个女人 听了宋夫人的话 心里高兴的马上就要飞起来 两个人悄悄地抬头望向胡善 小脸上满是喜悦 毕竟自家公子还这么年轻 跟着公子 他们是极其高兴的 胡善凑眉正要拒绝 门外 有管是婆子进来回话说 夫人 谢夫人带人 登门拜访 宋夫人和胡善开始还没想明白 谢夫人 谢夫人是谁 好半天才想起来 原来就是谢云锦的夫人陆娇 想到李玉瑶和陆娇 结拜为姐妹的事情 胡夫人脸色很不好 她掉头望向胡善说 这谢夫人 不会是你媳妇叫过来 给她撑腰的吧 如果这样 你可得好好的教训教训她 家丑不可外扬 她怎么能把胡家的事 说出去呢 胡善的脸色也有些不好 家里头的事情传出去 那简直太难听了 娘放心 我会说她的 胡善应声 宋夫人虽然这么说 却不好不招待人 她望了一眼地上的两个丫鬟 吩咐说 行了 下去吧 两个丫头觉得很迷茫 他们现在算不算公子的小娘呢 不过两人也不敢问 起身推了出去 宋夫人起身带着胡善应出去 现在陆娇是六品的同志夫人 比他们家老爷职位都高 所以他们自然是要迎着的 一众人直奔府门外走去 胡府门前 停着浩浩荡荡的一对人 最前面的一辆豪华马车上 闻安县主 紧张地拉着陆娇的手温 乔乔 我女儿她长得真的和我很像吗 是的 她长得和县主很像 县主别紧张 等一会儿就能见到了 陆娇的话音刚落 马车外头 宋夫人的声音传了进来 见过谢夫人 陆娇赶紧先连朝着外头望 看到胡府的门打开了 宋夫人和胡扇赶紧带着人迎过来 她笑着应了一声 下了马车 然后就把闻安县主扶出了马车 后头的世子聂也林也翻身下马 大步地走过来 站在自家的母亲身边 闻安县主身为大长公主的女儿 真正的金枝玉叶 通身都是雍容华贵的气息 胡夫人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夫人也能看出来 她和一般的妇人不一样 还有 她身边站着的男人一看就不是寻常人 举手投足间不禁散发出来一丝贵气 让人知道 眼面前的这些人都是贵人 宋夫人面对这些人时有些紧张 忍不住问陆娇 谢夫人 他们是 是谁啊 陆娇把闻安县主和五国公世子介绍给胡夫人 这位是大长公主的女儿文安县主 这位是她的儿子 五国公府的世子 县主 世子 宋夫人有些震惊 满脸的难以置信 皇亲国妻离的他们实在是太远了 现在听到 有些觉得不真实 文安县主则是激动的上前一步 拉住宋夫人的手说 你就是铃铛的婆母吗 宋夫人愣是没反应过来 好半天都没有动作 一侧的胡扇也是呆愣愣的 不知道应该做何反应 这样的她 落到了世子聂夜灵的眼里 就有些瞧不上了 妹夫这么蠢吗 若是妹妹愿意 这男人可以休了 陆娇抬头都没看到李玉瑶 闻声开口道 姐姐呢 宋夫人和胡扇醒过神来 生怕陆娇知道李玉瑶受了委屈 找他们麻烦 所以开口说 她身子有些不舒服 所以在院子里休息 啊 那麻烦你 带我们去探望一下姐姐 宋夫人和胡扇有些不乐意 主要是怕李玉瑶的情绪不稳定 让陆娇看出来 可是人都已经来了 不让他们见面 显然不现实 宋夫人一边想一边点头说 行 我们带你们过去 她就不信资格的儿媳 真的没有分寸 丢胡家的脸 也丢她的脸面 宋夫人这么一想 心下就安定不少 转身带着陆娇和文安县主 以及五国公世子等人 一路往李玉瑶的院子走去 路上 宋夫人小心地问陆娇 县主和世子 来我胡家 是有什么事吗 陆娇望了望文安县主 和五国公世子 笑着说 待会你们就知道了 因为还不能肯定 李玉瑶就是文安县主的 女儿领党 所以她没说 一众人一路进到 李玉瑶的院子 小丫鬟们看到陆娇等人 立刻撒腿跑去禀报 大丫鬟 有客人过来了 大丫鬟赶紧进房 通报李玉瑶 李玉瑶擦擦眼泪收拾了一下 起身迎了出来 她一迎出来 看到来人是陆娇 眼泪怎么都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就好像是见到了亲人 心中的委屈 怎么都憋不住了 陆娇一看到她这样 就知道她这是受委屈了 她似笑非笑地 望了宋夫人和胡善一眼 这一回胡家怕是要跌到地板上了 陆娇上前一步扶住了李玉瑶 闻声问 姐姐怎么了 李玉瑶此时注意力全都在陆娇身上 并没有注意到文安县主和五国公世子聂叶玲 她伸手抱住陆娇说 悄悄 他们太欺负人了 先前她偷房给我下毒 才过去多长时间 婆婆又要拿不住给相公三人了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若不是灵雪和平安 我是真的想合理 我不想留在胡家了 没完没了的规矩 没完没了的训斥 还有胡善 永远的软耳朵根子 东说东好 西说西好 明明答应了我 送了通房走的 结果被通房哄了两句 就留下了他们 结果那通房既恨我就给我下毒 说不是江桥 你发现我中毒了 我早就被通房给害了 我死了 胡家只多给我一张宝冠 葬了就罢了 帮我替他们胡家生了一儿一女 结果落到这样的下场 李玉瑶的话 使得后头的文安县主脸色大变 她眼神凶狠地掉头望向身边的宋夫人 宋夫人被她吓了一大跳 文安县主直接不客气地 抬手一巴掌 对着胡夫人就扇下来 一耳光不行 又扇了一耳光 这耳光扇得又重又狠 生生地把所有人都给吓了一大跳 众人下意识掉头望向文安县主 文安县主气得浑身发抖 满眼都是狠利凶残之色 此时的她就像是一只护毒子的狮子 她望着宋夫人咬牙切齿地说 贱妇 我的女儿哪里就轮得到你们胡家坐见了 你们胡家算个什么东西 乡下的你腿子罢了 竟然还有脸讲什么规矩 只知道欺负媳妇的雕妇 文安县主身份贵重 但她从来没有做过欺负自家媳妇的事情 没想到 这么一个小小的县令夫人 竟然敢如此欺负她的女儿 文安县主只要一想到这儿就气坏了 她恨不得打死宋夫人 宋夫人自从当上县令夫人 在清河县一直被人尊敬着 还从来没有被人打过 还是当众挨了两记耳光 宋夫人只觉得丢脸至极 可是她却不敢怒怼对方 人家可是县主啊 她能怎么样呢 胡夫人只觉得脸颊疼痛 脑袋瓜子嗡嗡作响 这时候的她完全都没反应过来 先前文安县主说过的话 一侧的胡扇倒是听得清楚了 她一脸震惊地望着文安县主 和五国公世子 随之头疼地想着今儿发生的一切 她只觉着 完了 他们家怕是要麻烦了 怒娇身后的李玉瑶自然也听到了文安县主的话 她盯着文安县主 发现自己真的和县主长得挺像的 心想 难道这就是我的亲娘 李玉瑶好半天都没说话 一侧的文安县主掉头望着她 看着和自己长得很像的李玉瑶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她一步步地走到李玉瑶身边 伸手拉住李玉瑶的手说 灵达 娘亲来接你了 这些年你说苦了 李玉瑶赶紧摇头 县主 我未必就是你的女儿 文安县主摇头否定 非常坚定地说 你就是我的女儿灵达 我看到你就觉得清静 文安县主说完 伸手摸摸李玉瑶眉毛上的一道细细的疤痕 这个疤 是你撞门上撞出来的 还有你左耳后面的头发里 有一颗黑纸 李玉瑶促起眉来 疑惑地说 我左耳后面的头发里 没有痣吧 她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些 陆娇主动上前帮她检查 结果真的查到了 在她左耳朵的后面的头发里头 有一颗黑痣 因为长在头发里 所以平时根本就没注意到 陆娇高兴地说 姐姐 你的头发里面真的有一颗黑痣 这么说 你真的是县主的女儿铃铛 我的女儿啊 陆娇的话音一落 县主赶紧伸手抱住李玉瑶就哭起来 娘 李玉瑶看到文安县主这么伤心 不知为何 她也跟着流下眼泪来 母女二人抱在一起 失声痛哭 不远处的胡家母子二人都看呆了 这时候 宋夫人的脑中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 他们胡家这回要倒大霉了 本来他们家有个金蛋的 却被她打烂了 宋夫人只觉得通声透亮 身子都开始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一次的胡扇脸色也分外地不好看 惨白一片 五国公世子聂叶玲 脸色阴沉地望了胡扇母子二人一眼 然后大步地走到文安县主身边 出声劝慰道 娘 找到妹妹是好事 您别再让妹妹受惊了 妹妹身子看来不太好 你别让妹妹伤心 聂叶玲一说 文安县主立刻止住了哭声 他取出帕子 就替李玉瑶擦着眼泪 温温柔柔地说 对 灵娜 你别怕 娘和哥哥会替你撑腰的 五国公世子聂叶玲 立刻接口道 对 妹妹你想怎么做 只管告诉娘跟哥哥 我们替你做主 李玉瑶看着文安县主和聂叶玲 止不住就笑出声来 心里瞬间就硬气起来 这就是有人撑腰 有底气的原因 他含笑地叫了文安县主和世子一声 娘亲 哥哥 妹妹 文安县主听到女儿柔柔地叫声 眼泪再次涌了出来 他女儿是这么地善良 明明他受了那么多的苦 但却一点都没责怪他们 竟然就这样认了他们 文安县主心里既心疼又暖心 他伸出手牵住李玉瑶的手 一路往后头的花厅走去 你和娘说 你想怎么样 娘会给你做主的 后面 聂叶玲也是谋带温情的望向李玉瑶 果然不愧是她的妹妹 长得这么像 这么善良 聂叶玲抬脚跟了进去 后头的陆娇也跟进去 胡家母子胆战心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一双脚 就好像被钉子钉在了地上似的 移不开了 母子二人现在完全没了主意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在院子外头 胡县令带人赶了过来 一进来看到自家夫人脸都肿起来了 那脸分明就是被人给打了 谁敢打他家夫人的脸呢 胡县令奇怪地走过来问 谁打你脸了 难道说是儿媳 儿媳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胡县令知道自家夫人和儿媳有矛盾 但没想到这矛盾这么深 宋夫人看到胡县令过来 就像是看到救星似的 一把钻住的 紧张地说 是文安县主 县主打的我 她 她是玉瑶的娘 还有五国公世子 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紧张 说出的话都开始语无伦次起来 胡县令听了 愣是半天都没听明白 一侧的胡扇冷静了一些 补充道 瑶儿她是五国公府的女儿 她娘是文安县主 县主找了过来认了女儿 啥 胡县令听了胡扇的话 惊呆了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面上却是大喜之色 自家的邪妇 是五国公府的女儿 还是县主的亲身女儿 这与我们家来说 是大喜事啊 有了这么一门殷亲 我的官位 可得很快就会升上去了 啊 哈哈 胡县令眉飞色舞起来 转身就想进到花厅里头 招呼客人 不想 胡扇伸手拉住了自个儿爹 小声地说 爹 先前娘又要给我塞通房 结果和瑶儿闹了起来 正好县主和世子过来听到了 所以县主和世子眼下很生气 胡县令一听就证住了 现在他算是知道夫人 为什么挨打了 你这样对待县主的女儿 他能不打你吗 啊 胡县令有些恼火 他望着胡夫人说 我老早就叫你别掺和儿子房里的事情 你怎么总是记不住呢 非要掺和进去 胡县令说完胡夫人 又掉头望向自家儿子 你娘一个富到人家 糊涂 你也糊涂不成啊 啊 就不知道劝住他吗 胡县令一脸恨铁布成钢的表情 胡县亚然 胡县令到底是清河县的县令 比胡县要沉稳许多 所以他掉头命令胡县 还不跟我进来 向瑶尔和县主道歉 胡县只得跟着胡县令的身后 一路往花厅走 后头的宋夫人没动 胡县令生气地吼道 还不快快过来 一家人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花厅里 李玉瑶的声音传了出来 我要和胡县和李 带走雪儿和平安 胡家一家子脸色全都变了 胡县令大步地走进去 和李玉瑶说 瑶儿 不可 不可啊 胡县令大步走进花厅 花厅里 李玉瑶看到胡县令 站起来叫了一声 爹 他在胡家这些年 最感谢的就是这公公 很多时候公公都是站在他这边的 一直护着他 所以李玉瑶对这公公是没有意见的 此时看到的 也是分外的客气 文安县主看到李玉瑶的动作 就知道胡县令应该对自己的女儿不错的 要不然女儿不会这样尊敬的 文安县主和聂夜灵两人的脸色都稍微温和了一些 不过 看到门外走进来的宋夫人和胡扇 脸色就不怎么好了 宋夫人和胡扇现在是大字都不敢说一个 两人脸色都有些苍白 想到李玉瑶要和离 还要带走两个孩子 胡扇忍不住开口叫道 姚儿 李玉瑶确实看都没看他一眼 说实在的 胡扇对他确实不错 但也就是不错罢了 之前因为他的心软 差点害得他丢了一条命 只不过是通房哭哭啼啼了两声 他就心软了 结果那通房转头就对他下了杀手 花厅里 胡县令怒瞪着胡扇 让他赶紧求自家媳妇原谅 胡扇确实也不想和离 说实在的 李玉瑶对他真是挺好的 而且从来都不嫌弃他 他爹娘骂他不中用 每回李玉瑶都劝他爹说 人各有智 人各有天赋 他读书就这么大的天赋了 还是不要再逼他了 让他慢慢来 胡扇想到他对自己的好 望向李玉瑶说 姚儿 我马上把那通房发落了 以后家里你说了算 李玉瑶冷笑了 望着胡扇回答 胡扇 你这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你知道吗 扇耳根子软 没有自己的立场 在我面前说的好好的是 回头跑到别人面前 被人家一说你又变卦了 这毛病你永远改不了了 这么些年 我对你很失望 相较于婆婆 我更失望的是你 在我和婆婆对上的时候 你永远没有自己坚定的立场 这倒也罢了 婆婆好歹是你娘 可一个通房竟然能左右你的思想 我是真的很无语 通房就是贱气 是可以随意发卖的 你就是他们的主子 结果呢 你因为他们哭两声就心软了 明明前一刻 你答应我把他们送走的 最后一刻 竟然因为一个贱妾哭两声就变卦了 那贱妾为什么敢给我下毒 是因为你给了他底气 说到底 害我中毒的人是你 懂吗 胡扇都听呆了 睁嘴想要反驳 可是又反驳不了 他虽然不算太聪明 但也不是傻子 李玉瑶把这话说通透了 他想想 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他给了那通房底气 所以他才会对李玉瑶下毒手 胡扇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李玉瑶掉头望向胡县领说 爹 初儿喜不孝了 花厅里 文安县主脸色阴沉地望着下手的胡扇 我女儿还轮不到你欺负 她本是我五国公府的金枝玉叶 若不是被人贩子拐卖了 你这样的人走在路上 我女儿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现在嫁你为妻 你竟然不知道珍惜 什么东西 文安县主说完 冷声喝道 赶紧去写封和黎叔 两个孩子我们带走 文安县主说完 又望向一侧的胡县领说 胡县领 你们胡家 不会想和我五国公府对上吧 这话就说得很严重了 小小的县领 哪敢和五国公府对上呢 胡县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一侧的胡扇脸色惨白 脑袋瓜子嗡嗡作响 完全不明白 这好端端的 怎么就闹到和黎的地步了 不过这时候 她也不知道自己再不出声挽留 就真的是要妻离子散了 胡扇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留得住妻子 因为紧张着急 所以她激动地起身 扑通一声就给李玉瑶跪下身来 瑶儿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以后我听你的 我们家的事都听你的 你不要和黎 胡扇倒不是因为李玉瑶的身份 而是不想妻离子散 她心中明白 李玉瑶是个难得的好妻子 对上孝敬公婆 对下细心的养育儿女 对她也是格外的温柔体贴 之前通访的事情是寒了她的心了 一侧胡扇令飞快地站起身来 望着上手的李玉瑶说 哎 儿媳啊 爹也给你跪下了 胡扇令都还没有来得及跪下呢 李玉瑶就先走出来 扶住了胡扇令 这是公公 她怎么能让公公给自己跪呢 爹 别这样 胡扇一看到李玉瑶过来 就抱住了她的腿 姚儿 你别合理 都是我的错 我该死 你别带孩子们走好吗 那是她的嫡子嫡女 她看着长大的 若是姚儿强行带走 他们胡家是留不住的 这时候宋夫人也反应过来 今儿个若是不留着李玉瑶 她男人和她的关系怕是要恶化了 宋夫人也红着眼眶走了出来 对着温安县主跪下身来 县主 一切都是老婆子的错 你要怪就怪我吧 若是实在不解恨 就让我相公把我休了 让媳妇留下吧 胡县令飞快掉头 望了一侧的胡夫人一眼 这妻子难得的聪明了一会 眼下他们家只能摆低姿态 上手的温安县主看了宋夫人一眼 没有理会的 她掉头望向自个儿的女儿 宋夫人一看到她的动作 就知道她这是听自己女儿的 宋夫人掉头跪向李玉瑶说 媳妇是婆母不好 我向你道歉 之前你说的话都对 我是因为心情不畅快 所以才会给你塞通房的 以后我不塞了 你的事我再也不问了 胡县令飞快地接着宋夫人的话 不过她是对温安县主和世子聂夜灵说的 县主 世子 虽然我儿愚钝 耳根子软 但平时对姚儿还是不错的 她呢 到目前为止 身边只有两个通房 平时也没有因为通房 而对姚儿不好啊 县主和世子应该知道 男人身边有通房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所以这事来说呢 也不能全怪我儿子 而且姚儿啊 也没有表现出来 我们一直以为 她不反对这事呢 现在知道她反对 回头啊 我们就把那通房撵走 以后啊 胡扇不得再纳通房 他们小家的事呢 以后啊 也听媳妇的 胡扇要是再敢 让姚儿伤心难过 那县主和世子 只管收拾她 我们胡家 不会说一句话的 姚儿眼下嫁了人 就算和离了 也是妇人 身边还带着两个小儿 然后她是嫁好 还是不嫁好 若是不嫁 孤零零的一个人 带着孩子 实在是孤单 若是再嫁 带着两个孩子 嫁给谁好啊 而且再嫁的男人身边呢 也不代表 只有姚儿一个人呢 所以我觉得 还是不合理的好 现在有县主和世子 在后面看着 我儿若是再惹姚儿伤心 县主和世子 可以收拾她 胡扇听了她爹的话 立刻保证道 以后我都听娘子的 保证不让娘子伤心 胡夫人飞快地开口表示 媳妇儿 我以后再也不插手 你的事情了 胡家上上下下 全都做了保证 李玉瑶想到两个孩子 想到了胡扇这些年的感情 说实在的 胡扇对她 确实挺不错的 只是除了碰上 她和她娘的事情时 让她忍 另外就是上次 因为那通房 哭了两声 就软了心肠的事情 李玉瑶左右为难 上手的文安县主和世子 则是心有考量 两个人仔细地想了想 觉得李玉瑶还是不要和离的好 和离的话 女子本来就难再嫁 二来还带着两个孩子 如果不嫁的话 一个人孤零零地带着两个孩子 又怎么办呢 胡家从上到下保证了所有 而且有五国公府在 以后胡扇要是再让瑶儿生气 他们是不会对她客气的 文安县主想着 叫了李玉瑶一声 领当 李玉瑶走到文安县主身边 文安县主拉着她的手说 胡扇虽然不好 但你们已经成亲了 还有两个孩子 所以能不和离 还是不要和离吧 不过你放心 娘和你哥 不会不管你的事 她后面 若是再胆敢让你难过 我们不会让她好过的 李玉瑶想到了两个孩子 终是没有再坚持和离 妄想文安县主说 行 我贴娘的 下手的胡家人集体地松了口气 不过 上头的文安县主 又开口说话了 眼下虽然不和离 但胡扇还是写一份保证书 以后若是胆敢让瑶儿伤心 孩子和家产都归瑶儿 两人和离 是 胡扇哪里敢反对呢 立刻点头表示同意 文安县主又望向胡谢灵说 我和我女儿分离多年 余生不舍地再和她分开 所以我要带她回京城 孩子和胡扇一并跟着我们回京 我听说胡扇眼下是举人 入京后 若她愿意继续读书 就请百路书院读书考科举 若是她不愿意读书 我们家会给她某一个京中的差事 你们家不会反对吧 远离了婆婆 看着老妖铺还作什么妖 胡县令和胡夫人自然是同意的 胡扇也不想继续往下读了 说自己不可能考中近视 所以一直想让她爹帮她找个差事 她爹虽是县令 但也是不好给她谋个像样的差事的 现在有文安县主出面 这差事不就有着落了 而且还是在京城谋的旨啊 胡县令大喜 立刻抱拳向文安县主道谢 谢县主了 胡县令话落 立刻望向胡夫人说 还不快起来去安排宴席 好好地招待县主和世子 对了 还有谢夫人 话听里 陆娇含笑地望着这一切 胡家倒是舍得下这张老脸呢 若不是胡家舍得下脸 这合理指不定就合理成功了 所以胡县令和胡夫人 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胡夫人赶紧起身去准备宴席 话厅里的众人说起话来 不再纠结之前的事情 文安县主关切地问女儿 这些年的情况 李玉瑶经过最初的伤心 现在平复下来 竟挑好的事情说 文安县主又想起了两个外孙 立刻想看看两个孩子 李玉瑶脸色微微有些不好 女儿灵雪眼下住在自己 婆母家的院子里头 儿子呢倒是在自己院子里 李玉瑶吩咐丫鬟 去把两个孩子带过来 胡灵雪和平安很快就被带了过来 李玉瑶拉着他们两人 介绍上头的文安县主和武国公世子 这是外祖母 这是舅舅 叫外祖母和舅舅 胡灵雪和平安很是奇怪地望向 文安县主和武国公世子 胡灵雪虽然才七岁 却很是沉稳 立刻端撞地向着文安县主 和武国公世子施礼 见过外祖母和舅舅 小平安看姐姐叫人 她也学着姐姐的样子 一起叫人 见过外祖母和舅舅 小家伙说的话倒是挺利落的 不过说完之后就嘟囔起来 娘七 家里不是有一个外祖母和舅舅了吗 怎么又有一个了 文安县主看着两个小家伙 心里头酸涩不已 他招手让两个孩子过去 等胡灵雪和平安走过去 他俯身就抱住两个孩子 我是你们的亲外祖母 这是你们的亲舅舅 以后你们有什么想要的 外祖母和舅舅都会送给你们的 胡灵雪长得和李玉瑶很像 文安县主看到他小大人似的样子 不由想起自己女儿小时候的模样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文安县主说不出的心疼 对胡灵雪越发的喜爱 胡灵雪飞快地掉头望向自家娘亲 李玉瑶告诉他 这是你亲外祖母 娘是外祖母生的 后来被人贩子拐了 被现在的外祖母给收养了 胡灵雪懂了 掉头就轻轻热热地 和文安县主说起话来 外祖母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文安县主立刻笑着 指向一边的陆娇说 是你陆仪写了信告诉我的 胡灵雪听了文安县主的话 这才看到陆娇 他仰起大大的笑脸叫了一声 陆姨 你来了 一边的平安看到陆娇时 也开心地大叫起来 姨姨 你来了 陆娇笑着点头 是啊 我来看你们了 有没有想我啊 胡灵雪和小平安开心地说 小儿 文安县主和聂夜灵 看着俩孩子的动作 就知道陆娇和他们关系挺好的 聂夜灵微微地有些脸红 之前他还怀疑 人家是因为他妹妹的身份 对他别有用心的 现在看来 人家一直和他的妹妹很好 文安县主望着陆娇 想到他不但救了他们母女二人 还帮助他找到自己女儿 文安县主的心里头 就说不出地感激陆娇 所以他望向李玉瑶说 灵道 听说你和娇娇结拜成姐妹了 对 娇娇本来还不同意呢 是我坚持要认她的 说起陆娇 李玉瑶真的很开心 心情都无端变好几分 文安县主看着这一切 忽地开口道 既然你们结拜成了姐妹 那娘说她做干女儿可好 花听一侧的陆娇愣张了一下 张嘴想要拒绝 李玉瑶却是高兴地接口道 好啊 我一直很想帮助娇娇做点事 但是都不知道怎么帮她 娘若是说她做女儿 就太好了 文安县主掉头望了陆娇一眼说 娇娇你不会不愿意吧 陆娇其实真的不想认 文安县主做义母 但是县主都已经表态了 她如果不认的话 是不是有些不识抬举呀 最后 陆娇站起身 爽快地叫了一声 义母 文安县主高兴地说 这认亲得正式一点 明天我们在宁州府 举办一场认亲宴席 好让别人知道 你也是有人撑腰的人 文安县主一说 陆娇明白 她认她做义女的原因了 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宁州府 站稳脚跟 陆娇笑着向文安县主道谢 谢义母 明天我在宁州府认亲宴 文安县主笑道 这事怎么能让你们去办 这事我们来办 说完 她望向一侧的世子 聂叶灵说 你让手下去办这件事 明天在宁州府 最大的酒楼定下席位 我们家要当众宣布 任娇教为义女的事 世子聂叶灵知道 母亲这么做 是为了报答陆娇 所以一口答应了 好 我去安排这事 聂叶灵说完 起身出去安排 话厅里 胡县令高兴地 起身向着文安县主道喜 恭喜县主找到女儿 又认了一个义女 文安县主心情特别好 而且因为胡县令 对自家女儿不错 所以他看胡县令 也是格外的顺眼 还问了几句胡县令 在认上期间 做了多少年的县令 干了什么事什么的 胡县令全都一一作答 等到午膳准备好了 众人去了胡家的正厅用膳 膳后 文安县主和五国公世子聂叶灵 要带李玉瑶去李家走一趟 一来是感谢李家 对李玉瑶的养育之恩 二来是要给李玉瑶证明 她是五国公府的嫡女 可不是什么乡下李家的女儿 这也是变相警告他们 以后李家可别把他们家女儿 当成他们家可以利用的对象 路交让胡家的人 送她回到宁州府的谢家 等到回家时 天色已经黑了 谢云锦正在等她 看到陆娇回来 也没有问她胡家那边的情况 先命人把吃的东西准备上来 陆娇一边吃 一边把胡家那边发生的事情 告诉谢云锦 灵了 还说了文安县主任她做义女的事情 县主让世子 明天在宁州府的酒楼举办任亲宴 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去 他们这一出 是为了替我们撑腰的 有了她的撑腰 宁州帝姐 应该没有人再敢为难我们了 谢云锦宁眉深思了一下 觉着这事可行 行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 把四个小家伙也接上吧 嗯 夫妻二人吃完晚饭 消消时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谢府就接到了 五国公世子派人送来的帖子 今日任亲宴设在宁州府 最大的酒楼 红运楼 陆娇接到帖子 先让人去西风园 把四个小家伙接过来 四个小家伙一回来 别提多高兴了 本来以为过两天才能看到自家爹娘 没想到爹娘竟然早早地把他们接回来了 四小只兴高采烈地追问谢云锦和陆娇 爹娘 你们是不是想我们 所以让人来接我们回来 二宝得意地仰着眉说 嘿 我就知道爹和娘肯定想我们睡不好觉 所以才一早就派人去接我们回来 三宝捂着嘴巴偷笑 小四宝伸出手 搂住陆娇的脖子问 娘 你是不是最想我 陆娇无语地瞥了四小只一眼之后又说 你们想太多了 爹和娘每天都忙死了 可没空想你们 四小只哦了一声 齐齐地问道 哦 那你们让人接我们来回来干什么 陆娇又说 文安县主今天在红韵楼升任亲宴 他们要任娘亲做一女 你们身为这个家的一份子 自然也要参与的 所以爹和娘就把你们接回来了 陆娇说完 大宝飞快地开口道 就是那个女儿被人拐走 然后生病了的县主吗 对啊 以后你们要叫她外祖母 而且她女儿找到了 就是胡灵雪的娘亲 啊 那胡姐姐今天是不是也会来 是啊 除了她 平安也会过来的 四小只真的很喜欢小平安 小平安现在不到两周岁 说话又利索 很喜欢跟在四小只的身后 追着他们叫哥哥哥哥的 四小只也很喜欢逗弄的 一听说小平安也要来 格外的高兴 一家子收拾起整之后 坐车前往了宁州府最大的酒楼 红运楼 红运楼门前 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的 别提多热闹了 宁州官员 已经宁州四大家族的人 都接到情帖赶了过来 谢云锦和陆娇等人到时 林知府等人已经到了 林知府正在和宁伯爷说着话 一抬头 看到谢云锦和陆娇二人过来 林知府神色淡淡地打了声招呼 谢同志也来了 谢云锦微微点了一下头 笑着硬道 知府大人也来了 嗯 林知府看到陆娇身边的四小只 就想到谢家拒绝林家亲事的事 脸色越发的不好看了 他不理会谢云锦 掉头和宁伯爷说 五国公世子 好好地给我们发请帖做什么 还请我们吃饭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宁伯爷家宫中有朝夷娘娘 所以他们家一直留意着 宫中和敬重的动向 林知府才会向他打探消息 可是宁伯爷却不知道 没听说过发生什么事 只听说五国公夫人 大展公主的女儿 文安县主的病治好了 两人的话一说完 斗得想到陆娇曾经说过的话 他曾经治好过文安县主的病 所以今儿个的宴席 不会和陆娇有什么关系吧 宁伯爷和林知府二人 飞快地掉头望向陆娇 今日五国公世子宴请宾客 不会是替谢云景和陆娇出头吧 宁伯爷和林知府二人有些担心了 两人飞快地走到谢云景和陆娇身边 小心地开口问 谢大人 谢夫人 你们知道今日五国公世子宴请我们 是为了什么事吗 谢云景和陆娇浅笑着望向林知府和宁伯爷说 待会儿不就知道了吗 两人一说完 带着孩子们一路走进了红运楼 后面的林知府和宁伯爷二人 面面相去 同时生气地开口说 他们什么意思 知道还是不知道 林知府黑沉着一张脸 沉声道 我们进去吧 待会儿就知道了 今日红运楼被五国公府包了下来 此时一楼大厅里 不少人正凑在一块说话呢 三个一群五个一党的凑在一起 基本上都在猜测 五国公世子请他们吃饭 寓意何为啊 谢云景和陆娇一幕望下去 看到除了宁州府的官员之外 四大家族的人也来了 好像还来了一部分宁州府的商骨 这些人看到谢云景和陆娇一家的出现 齐齐地停住说话声 实在是谢云景和陆娇一家的颜值太高了 其中还有人走过来和谢云景打招呼 陆娇便带着四小只往女宾这边走 女宾这边 往日不可一世的林夫人 正和几个夫人说着话呢 陆娇虽然不认识这几位夫人 却能够猜测出 这几位夫人不出意外 是宁州府的四大家族的当家夫人 四大家族不把他们谢家放在眼里 却不敢不把五国公府放在眼里 所以他们今天齐齐来了 陆娇正想着 前面本来和林夫人说话的一个老夫人 呼得出声问 这位就是谢同志的夫人 陆娇抬头望过去 这女人约莫有五十多岁的年纪吧 可以看得出来 年轻时应该是个美人 不过此时 她眉眼伶俐阴冷 而且望向陆娇的眸光 充满了憎恶 陆娇微微挑了一下眉 不卑不亢地开口说 这位是 王通叛夫人立刻幸灾乐祸地开口说 这位是宁伯夫人 陆娇一听就明白了 这就是那个不可一世 冲到他们家砸东西的宁甲大公子的母亲 所以才会这么憎恶地看向她 陆娇虽然心知肚明宁伯夫人对她有憎恶 却不卑不亢地开口说 陆娇见过宁伯夫人 宁伯夫人看到她这样就更加生气了 一个小小的同志夫人 竟然不把他们宁甲看在眼里 不但让人打伤了她的儿子 还张嘴就跟他们家要了两万两银子 实在是太可恶了 宁伯夫人想着 厌恶地开口说 这做人呢 还是低调一点好 小小六片同志就如此狂妄 不知天高地厚 早晚要吃亏 林夫人和王夫人等人听到宁伯夫人的话 心里头很是高兴 脸上也带着淡淡的笑意 不过两人聪明地没有说话 宁伯夫人说完 陆娇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 旁边一个长相富泰 美眼慈善的老夫人开口说 行了行了 你这么大年纪 为难一个小辈 也不嫌臊得慌 这人说完 宁伯夫人不高兴地掉头望向她说 刘老夫人 你二弟是不是年纪大了 眼睛有些不好啊 这样人家出来的孩子 竟然当个宝 陆娇一听宁伯夫人的话 就知道 这位帮助她说话的 应该就是刘洪生大儒的长嫂 刘老夫人 刘家 也是宁州四大家族之一 刘家门下出了不少的读书人 其中这位刘老夫子的次子 就坐到了经馆 好像是京中的三品药员吧 所以刘家在宁州府地界 地位还挺高的 刘老夫人因为儿子 位高船长 在宁州地界上 被很多人尊敬 也就是宁家 自认为自家出了个朝仪娘娘 所以敢和刘老夫人唱高低声 刘老夫人也不以为意 脸上依旧是淡淡的笑容 我二弟的眼睛能不好使 他名下的弟子 靠中近视的不知所云 他呀 那是人老成精 刘老夫人说完 招手让陆娇和四小之过去 然后替他们介绍 身边的两个老夫人 这位是方老夫人 这位是文家老夫人 宁州四大家族 方家 刘家 文家 宁家 方家家族当中出了一个二品大员 眼下正在朝中为官 文家 是书香世家 已世的老太爷曾是帝师 家族当中的弟子 有不少在各地为官 其中有个人是南省盐运使 所以文家地位也是挺高的 至于排在四大家族当中的最末的宁家 恰恰是最没根基地位的人家 他们家本身就是商骨出身 不过就是送了个女儿入宫 得了圣宠 所以才会被人排进四大家族 陆娇一边想 一边客气地就给方家老夫人 和文家老夫人建礼 见过方老夫人 文老夫人 陆娇行完礼 又跟儿子们说 儿子 给老夫人们建礼 四小只立刻上前 恭敬地就给几位老夫人建礼 四个小家伙跟着自家先生 除了学了四书五经之外 还跟着老先生学习礼仪 所以现在他们的行礼 十分地标准 刘老夫人和方老夫人 文老夫人 年纪大了 看到孩子们就非常的喜欢 更何况这样漂亮的四个小家伙呢 三个老太太看到四小只就非常喜欢 招手让他们过去 四小只望了望陆娇 陆娇点了一下头 四个小家伙欢快地走过去 刘老夫人和方老夫人 还有文老夫人拉住四个小家伙 热情地问他们 拜在刘老先生门下都学了些什么呀 平常先生对他们要求严不严厉呀 四个小家伙 不卑不亢地回答着几位老夫人的问题 时不时在地上一个软萌可爱的笑容 三个老夫人很快就被几个小家伙 蒙得不要不要的 拉着他们一连声地夸赞道 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难怪洪生会收他们做弟子呢 确实机灵又聪明 长得还这样好 嗯 确实不错 刘老二很少有看走眼的时候 他名下的弟子 哪个不是人才 哪怕不中近视 也是个人才 这倒是 他那眼光向来赌 这次能一次性收四个 说明这四个小家伙 确实有过人之处 要是我有本事啊 怕也要收了他们做弟子了 三个老夫人一个劲地夸四小支 旁边的宁伯夫人和知府夫人 气了个半死 却也没办法 方家刘家以及文家 是真正的有底蕴的家族 可不是他们这样的人家 可宁伯夫人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阴阳怪气地说 这小门小户处男的人家都会钻赢 不过是摆出一副 唐巧卖乖的样子罢了 陆娇听了宁伯夫人的话 那就一个生气 哪怕宁伯夫人说他都还能忍 说四个小家伙 他是断然不能忍的 陆娇掉头望向宁伯夫人 不客气地说 宁伯夫人说的的确有道理 只是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人家 只能小钻营 挤不上有些人家的大钻营 所谓的大钻营 厂上的人都懂 宁伯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地位 不就是把家里的姑娘送进宫里头 才能得到如今的荣华富贵吗 这才是大钻营呢 如花年纪的女儿 送到宫中去陪年纪 比自己老父亲还要大的陛下 也亏宁伯能狠得下心来呀 宁伯夫人不是傻子 一听陆娇的话就听懂了她的意思 那叫一个气啊 恼火地瞪着陆娇问 你说什么呢 陆娇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酒楼门前响起了说话声 来了 五国公世子来了 他身边的人好像 是县主 对 是大长公主的女儿 文安县主 厂上有四大家族的人在 他们当中有人是见过文安县主的 所以五国公世子和文安县主一现身 不少人就认了出来 立刻叫了起来 大厅里的众人听到这话 立刻停止了说话声 所有人都起身迎了过去 就是四大家族的人 也都转身往门前迎去 几位老夫人飞快地起身 往门前走去 门外的一众人一路走了进来 前面的正是文安县主 世子聂叶玲和李玉瑶二人 扶着文安县主 一路从外头走了进来 他们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一众人 其中胡家父子也在其中 不过没看到胡夫人 陆娇也带着思小之营的过去 一楼大厅里 所有人都恭敬地向前面的人见礼 众人不认识李玉瑶 所以没有理会她 不少人还以为 李玉瑶是文安县主的丫头呢 文安县主神色淡然地 看着场上的众人 身为大长公主的女儿 她从小就见惯了这样的场面 所以并不太理会人 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 嗯 起来吧 话落 她抬头往后头望 一眼就看到陆娇 就笑着招手让陆娇过去 陆娇带着四个小家伙走过去 文安县主伸出手 拉住陆娇的手 同时低头望向陆娇 伸侧的四个小家伙 文安县主一看到思小之 就十分地喜欢 忍不住伸手摸着 四个小家伙的脑袋 娇娇 这是你的孩子 陆娇立刻笑着点头 是的 她们都是我儿子 文安县主立刻朝着后头的秋月说 把给四个小宝贝的礼物送给他们 是 县主 秋月飞快地奉上四个华丽的礼盒 四小只飞快地望了一眼自家的娘 怒娇点了一下头 四个小家伙立刻脆声声地 朝着文安县主叫了一声 谢谢县主 文安县主张嘴就想说 我其实是你们的外祖母呢 不过想了想 她打算待会儿再说 她含笑地摸着四个小家伙的脑袋 然后拉着陆娇的手 一路就往大厅里的主桌走去 四小只笑眯眯地跑到李玉瑶身边 唤了一声 李姨 李玉瑶高兴地应了一声 哎 你们有没有响音 四小只点头 想了 李玉瑶望着四个可爱的小家伙 脑中的意念再次动了起来 这么聪明可爱的四个小家伙 若是有一个是我的女婿有多好啊 我女儿若是能嫁进谢家这样的人家 日后可没有多少婆媳矛盾 娇娇不是那等喜欢错摸人的性子 相反 她为人十分善良 喜欢乐于助人 对外人还那样的善良 何况是对自家儿媳 最重要的 之前我可是听到她说过了 不喜欢给儿子塞小妾通房 还要定下家规 男子四十五子方可纳妾的 李玉瑶一想到这个 就控制不住地想把女儿嫁给谢家孩子 此时 她眸光顺着四小只扫过去 暗自思索着 哪个当我的女婿比较好呢 四小只不知道李玉瑶的心思 此时正高兴地和李玉瑶 聊身后的狐灵雪打着招呼 狐姐姐 你也来了 狐灵雪笑眯眯地点了一下头 高兴地和大宝说 你们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的 不是说 你们拜了刘先生为师吗 大宝点头 我娘说 今天要认亲 我们身为谢家人要参与 所以她让人 把我们从西风园街来了 狐灵雪听了大宝的话 哈哈地笑着 然后凑到大宝身前说 以后我可就是你正经的姐姐了 李玉瑶看到女儿面对大宝时 性子活跃了很多 她一下子高兴起来 自家女儿今年才七岁 却被婆婆压抑得沉闷了很多 她一直都很愧疚 都是她这个当娘的没本事 才会害得女儿被自家的婆婆管成这样 没想到女儿和大宝在一起的时候 竟然很活泼 李玉瑶的眼睛不由落在了大宝身上 这一看觉得大宝哪哪都好 生得好还聪明 最重要的是有长兄的风范 不但照顾自家弟弟 就连她的儿子也很照顾 大宝不知李玉瑶的心思 正抬头和胡善怀里的平安打着招呼 平安 你也来了 有没有想哥哥 小平安笑哈哈地伸手去勾她的手指 挣扎着想要下地 胡善抱着她 微微地弯了腰 让她和大宝拉拉手 前面 文安县主带着陆娇 一路走到了主桌 大厅里头不少人看到了这一幕 纷纷惊奇起来 不过也不敢当着县主的面嘀咕 文安县主可是大长公主的女儿 大长公主是当今陛下的孢姐 姐弟感情还挺好的 若是他们胆敢得罪文安县主 大长公主肯定给他们穿小鞋 他们各家就得倒霉了 还有就是 文安县主背后还有五国公府 五国公可是深受当今陛下重用的 所以厂上的所有人都不敢得罪文安县主 看到陆娇得文安县主的喜爱 众人不由地面面相去 一个都不敢非议 文安县主拉着陆娇坐到桌前 然后吩咐众人道 各位请就坐吧 五国公世子认识宁州四大家族的人 所以命人请了四大家族的人坐到首桌 余者皆坐在别的桌上 就连林知府等人也只能坐在第二桌 林知府心情多少有些不好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没法和四大家族的人相比 何况主桌除了文安县主和五国公世子 以及陆娇之外就是四大家族的人 就连谢云锦也都坐在第二桌 胡家父子以及李月瑶也坐在第二桌 谢云锦和陆娇一看就知道 今天文安县主和五国公世子是以陆娇为主的 没有让别人知道李月瑶的真正身份 若是暴露李月瑶的身份 李月瑶就会成为今天的主权 陆娇的风头就会被抢了 所以文安县主和五国公世子 没有公开李月瑶的身份 李月瑶又不在宁州生活 他是要跟着他们回京的 文安县主和五国公世子打算入京之后 公开李月瑶的身份 所以李月瑶在宁州没有暴露身份的必要 上面 文安县主笑着望向身侧的陆娇 然后站起身来 宴席厅里的所有人全都望着他 今日宴请各位大人和夫人 是为了让各位大人和夫人做个见证 我文安今日认了陆娇做我的一女 日后她就是我的女儿了 希望各位大人和夫人不要为难这个孩子 若叫本县主知道 她在宁州受人欺凌 我这个义母是不会坐视不理的 文安县主这么一说 畅生众人终于知道 五国公世子宴请他们到底所为合适了 他们就是为了要给陆娇 也就是同之夫人呈邀的 宴席厅里 方家刘家文家老太爷立刻接声道 三家老夫人也飞快地开口说 宴席厅里头不少人开始表态 文安县主的义女了 说实在的 有了文安县主的撑腰 他们还真的不敢明面上为难他们 就算暗地里头为难 也不能让他们插到蛛丝马迹 宁家和林家越想越觉得糟心 可惜还不能表现出来 宴席厅里的众人恭喜着 文安县主含笑地望着一侧的陆娇 陆娇立刻起身笑着叫了一声 义母 文安县主满意地拍了拍她的手说 以后若在宁州受人欺负了 你就使人送信入京 放心 你义母我虽然只是一个县主 但给你撑腰的能力还是有的 文安县主公开说出这样的话 就是为了震慑厂上的人的 厂上的人也是明白这道理的 这也说明文安县主是真的会替陆娇撑腰 所以众人心里头各自有了计较 日后万万不能再为难这位同志和同志夫人了 陆娇自然明白文安县主的心意 她感激地笑着点头 然后亲自到了酒敬文安县主 母女二人喝了一杯酒 文安县主叫人呈上她给陆娇的礼物 这是两副头面 是已逝的和人皇后赏赐的头面 另外还送了两身衣裙 都是难得一见的好料子 除了给陆娇的 还有给谢云锦的两身衣裳 一边的五国公世子 也给他们每人送了一份礼物 出自于五国公府和文安县主手笔的东西 自然都是极其珍贵的 陆娇回送给县主的 是一套自制的美白淡斑的护肤产品 还有两瓶养身丸 送给五国公的则是宝剑 这是在南北期货店淘到的好东西 送给世子以及世子夫人也都是南北期货店里淘到的好东西 文安县主和五国公世子都很高兴 县主拉着陆娇坐下来 招呼着众人用膳 席间 文安县主拜托四大家族的人多多照顾陆娇 这让四大家族的人看出来 文安县主是真的把陆娇当成女儿看待的 四大家族除了宁家之外 其余人家皆表示日后一定会多照顾谢同志和同志夫人 文安县主非常满意 厂商的气氛也格外热切 演习过后 众人送了文安县主和五国公世子等人出去 这一回 县云锦和陆娇走在了最前头 其他人尾随其后 陆娇把县主和李玉瑶送上豪华马车 含笑地望着李玉瑶 姐姐这次入京 我们怕是要好几年才能见面了 李玉瑶也有些伤感 不过很快她又笑了起来 没事 我想你了 就带着林雪和平安来宁州看你 行 你入京之后可以给我写信 我也给你写信 好 两人说定这件事 开心地笑起来 马车一侧的文安县主看到他们很要好 非常高兴 摸摸李玉瑶的头说 悄悄只是在宁州过渡一下 认满就会回京了 到时候你们姐妹就可以经常相聚了 女子有自己的好友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相较于自家男人 有时候很多话宁愿对好友说 所以有一个归中好友是难能可贵的事情 李玉瑶听了文安县主的话 心情总算是好些了 娇娇 那我走了 嗯 保重 陆娇说完 呼得想到什么 招手让李玉瑶过来 李玉瑶过来之后 陆娇飞快地塞了几小瓶药到李玉瑶手里 小声地告诉她 这是我给你防身用的 虽然李玉瑶是县主的女儿 但是这并不代表没人敢暗算她 所以她把空间里头用来防身的药给了她几种 李玉瑶接了过去 陆娇已经放下了马车帘子 马车驶动了 车里 文安县主望着女儿手里的药瓶 奇怪地开口 这是什么 李玉瑶笑着说 焦焦送给我防身的药 文安县主探身看了一下 发现瓶身上都写了药名 她一眼就看出是解药 有解毒丸 还有解荷欢散的 总共好几样 文安县主看的嘴角笑意更深了 灵荡 你要好好对这个妹妹 这世上好的归中密友 比男人都可靠 李玉瑶立刻点头 是啊 好的归中好友比男人还可靠 焦焦就比胡善可靠多了 好几回都是焦焦救了我 胡善有什么用呢 陆焦不知文安县主和李玉瑶此时的想法 她正带着四个小家伙和围过来的众人道别 四大家族的人经过这一遭 对他们很是客气 谢同志 同志夫人 日后若有什么需要可来方家找老夫 对 也可以来文家找老夫 老夫人则是拉着陆焦说 焦焦 有空带孩子们来我们家做客 好的 谢云锦和陆焦把三大家族的人送走之后 正准备回家 后面宁家和林家的人走了过来 两家人皮笑肉不笑地望向他们 酸溜溜地说 哎呀 同志大人和同志夫人可真厉害 竟然能攀上县主这样的人物 以后 我们可要小心点了 别一个不慎得罪了同志大人和同志夫人 被告一状 宁伯夫人和林夫人说完之后 陆焦一本正经的接口道 是的 宁伯夫人和林夫人以后别为难我 若为难我 我肯定会向一母告状的 到时候宫里的张姨娘娘和林大人 恐怕要受到刁难 陆焦厌烦了他们 所以说话毫不客气 说完之后抱着四小只上了马车 谢家马车很快驶离红运楼 后面宁家和林家两家人脸色都气绿了 宁伯夫人和林夫人本来以为陆焦会对他们客气一点 然后三家和好就是了 结果陆焦直接不按套路出牌 反倒是直接打了他们的脸 宁伯夫人和林夫人气得脸都红了 不过当着谢家人的面还不敢发火 只能憋着 等谢家马车离开 宁伯夫人和林夫人才生气地发火道 哼 小人得志便猖狂 我的要看看 他能得以多久 是啊 早晚有一天会灾 林夫人又想到他们背后的晋王 嘴角慢慢地勾起来 心里想着 若是皇储夺位中 晋王上位 日后我们家可是有从龙之功的 将来老爷登上高位 我一定要好好地羞辱羞辱陆焦 等到那时候 什么文安县主大长公主 那都不算回事了 晋王上位 可不会买他们母女的账 这么一想 林夫人的心情就好了一点 谢家的马车里 四小只兴致勃勃地问陆焦 娘 你认了县主做义母 那我们以后真的要叫县主外祖母吗 陆焦笑着点头 对的 以后你们看到县主就叫外祖母了 四小只也跟着笑起来连连点头 嗯 我们知道了 外祖母还送我们礼物了 舅舅也送了 四个小家伙捧着文安县主和五国公世子送的礼物 心情说不出的好 陆焦吩咐外面驾车的周少公 先去送谢云锦去关崖那边上职 然后再送他们去西风园 他正好要去西风园替老夫人施贞 谢云锦却是有些不放心他们 所以要求跟陆焦一起去西风园 等陆焦替老夫人治过病之后 他们再回谢府 我们现在也是有人撑腰的人 一天半日都不去上衙 不会有人找事的 我陪焦叫您一起去 谢云锦俊逸的面容上布着温和的笑意 不过乌黑的桶底却含着冷寒的光 他已经决定撕破林知府等人的关系网了 只要撕破他们的关系网 他们就没法收敛钱财了 谢云锦心中计较了一番之后 暂时没对陆焦说 马车一路驶往西风园 等陆焦替刘老夫人治完病之后 天色已经不早了 夫妻二人坐马车 一路回了谢宅 接下来 谢云锦开始按部就班的上衙 林知府也不敢在明面上刁难他 该分派给他的事情也陆续地分派到他的手上 不过 因谢云锦接手了同志的差事 所以林知府等人这一阵子 不敢驱动茶山和盐厂的银子 这一阵子 他们捞的钱 眼见就少了很多 林知府和王通判等人着急上火 嘴上都起泡了 他们捞钱是给晋王的 助晋王征位的 现在钱大大缩水 他们怎么能不着急呢 可他们却又拿谢云锦没办法 林知府只能等晋王的通知 看看晋王是如何安排这件事的 相较于关崖这边的暗潮汹涌 谢宅里的陆娇却要安宁得多 他已经培育出了青霉素叶 也提取出了微甲 开始制青霉素微甲片 眼看着微甲片制成功了 陆娇很高兴 结果这天晚上 他刚从房间里出来 就看到冯芝急匆匆地走过来禀报 啊 娘子 不好了 大人他一丝受伤了 什么 陆娇的心瞬间一沉 脑海当中飞快地思索起来 谁对相公动得手 宁家还是林家 按照道理 宁家和林家被陷主震慑之后 应该不敢对相公动手脚才对 那要是何人动得手 陆娇心急地问道 怎么样 伤重吗 不算重 有人救了他 只是受了些轻伤 陆娇送了口气 可依旧不放心 带着冯芝一路直奔前院而去 前院主卧房 肖管家已经把谢云锦 安顿到床上了 看到陆娇过来 他赶紧就把位置让出来 陆娇看到床上谢云锦 脸上神色如常 只是他的波羹处 有一道醒目的血痕 让人一眼就看出若是再稍微深一点 他就没命了 陆娇的心仪瞬间抽紧 脸色难看的吩咐逢支 立刻取了药箱过来 他替谢云锦包扎伤口 谢云锦看他的样子知道他很伤心 伸出手握住他 安抚道 娇娇 你别紧张 我没事的 陆娇一边从袖中取出止血的药粉 一边凑过去给他上药粉 到底发生什么事 怎么好断断的有人要刺杀你呢 什么人干的 他话落 掉头望向房内的周少公和同意软开三人 不想 这一看竟发现 房间里头多了好几个黑衣人 这几个人都是他不曾见过的 陆娇挑眉望向这几人说 他们是什么人 谢云锦都还没有来得及说呢 几个黑衣人飞快地开口回道 回谢夫人的话 我们是燕王派出来的侍卫 先前我家王爷查到一件事 宁州支付起了一封信给晋王 说了谢统知阻拦了他们的计划 让他们没法继续行动 晋王接到消息后 立刻派人来宁州刺杀谢统知 嗯 王爷接到这个消息后 派属下等尾随晋王的手下 一路前来宁州盯着晋王府的手下 前前晋王府的手下出手刺杀谢同志 我等出手拦住他们 陆娇听了他们的话 脸色分外的阴沉难看 没想到林之府对付不了他们 竟然写信去了京城 晋王还真的派人出来杀谢云锦 陆娇掉头看了一眼谢云锦的搏梗 心想 就差那么一点 谢云锦就要被杀了 陆娇想到这个 心里沉闷 想到晋王之前在京中对谢云锦的为难 他就火大 既然晋王一心对付我们 那我们就反击回去 虽不能直接和他对上 但我们可以帮助燕王 说燕王在朝堂上大放光芒 就是对晋王的压制 陆娇想着 眼神如黑鸳 谢云锦看他的样子 知道他心疼自己 他紧握住陆娇的手说 是我大意了 没想到晋王会派人出来对付我 以后我一定会更加小心的 谢云锦是真的没想到 晋王会派人出来对付他 而且一出手 就是很厉害的高手 还来了十几个 周少工和同意还有软开 虽然功夫好 但是一下子对上好几个高手 还是有些吃力的 才叫他中了招 差点丢了性命 不过他也吸取教训了 以后当心就是 房里 燕王府的侍卫 飞快地开口道 回谢统治和谢夫人的话 王爷命属下等 留在宁州 保护谢统治和统治夫人 以后统治和统治夫人 不必担心自身的安危 谢云锦和陆娇没想到 燕王竟然派人到宁州 保护他们 难怪这一次来的 不是墨北等熟悉的人 而是生面孔的人 因为这些人没人认识 谢云锦和陆娇 看到几个黑衣人 心里大送一口气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就放心多了 燕王府出来的侍卫 身手肯定很厉害 好 麻烦你们了 谢云锦和陆娇 客气地说了一声 几个黑衣人 立刻恭敬地说道 同志大人和同志夫人 不必客气 我们是奉命行事 王爷很重视这位谢同志 所以他们自然要保护好谢同志 谢云锦和陆娇没再说什么 门外 冯芝取了药箱进来 陆娇取了纱布等物 给谢云锦包扎伤口 谢云锦的伤看着很吓人 其实倒没什么 留的血也不多 但他的伤口太触目惊心了 陆娇每望一回就会想到 就差那么一点 谢云锦就要没命了 越想越担心 就差那么一点啊 房里的众人已经推了下去 谢云锦伸手抱过陆娇的身子 安抚地轻拍着他的后背 娇娇 你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我命大着呢 陆娇点点头 轻声说 晋王胆敢连番出手 我们必须帮助燕王 让燕王在朝堂上大放光彩 这样燕王才会出位 成为大洲的皇宠 到时候 就算皇帝陛下 也没有办法阻挡燕王的光芒 陆娇说完 抬高身子 望向谢云锦道 哦 我的魏甲片成了 我们马上派人送往京城给燕王 让燕王呈上去 好 谢云锦高兴地应了一声 然后轻声地和陆娇说 我查到了王通畔的儿子 王明仁 不但霸占良田 还抢抢民女 他手上至少有五条人命 但是因为王通畔和林知府 是一条神圣的蚂蚱 所以他不理会这件事 但现在有我在 我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这几天我悄悄地派人 接触了几位苦主 劝说他们站出来报案 只要百姓报案 我就可以立案查这件事情 谢云锦说完 陆娇立刻接口道 这禅案 好像不是你的分内事吧 身为同知 你负责的是协助知府 处理都粮 补盗 海房 江房和水利 这预送 应该是通判馆的事吧 谢云锦冷笑着说 虽说我不该管 可谁叫这事 又涉及到王通畔的儿子呢 身为案犯的父亲 他应该避嫌 所以这件事 应该会落到我的头上 我来管他们 他们也无话可说 若是林知府干涉 我不介意把此案 递交到上头去 陆娇一听 知道谢云锦心中已有成算 只是叮咛一声 嗯 你小心一点 嗯 我知道 谢云锦点头 先除掉王通畔 断掉林知府的一条臂膀 以后他行事更困难 等新上任的通畔过来 能不能被林知府拉拢先不说 反正他们的关系网是破了 房间里 陆交呼的想到一种可能 宁州产查地和盐厂 是晋王来钱的地方 现在 谢云锦断了晋王的捞钱来路 晋王只怕更恼火的 肯定会指使手下杀他 那他的危险更大了 你这样干 晋王只怕要气死了 他一定会指派更多人手过来杀你 你一定要小心 陆娇说完 宁美想了一下 这几天 我替你制一些对付会武功之人的药 例如软筋散之类的 这种药虽然他只知道配方 却很少制 因为太费事了 害人的药他一般很少去研制 但现在他们面对的危险很大 所以必须得研制一些出来防身 谢云锦听到陆娇这么说 立刻笑咪咪地向陆娇道谢 那就谢谢我家夫人了 话音刚落 他就俯身轻了下来 随之 手也开始不规矩起来 陆娇立刻推他 你都受伤了 安分些吧 谢云锦理直气壮地说 我受的是脖子上的伤 又不是下身的伤 没事 为父一定可以的 陆娇很是无语 不过很快就说不出话来了 第二天 谢云锦就这么带着脖子上的 一圈白纱布上衙去了 燕王府的侍卫也跟着他一起去了 府里 陆娇把青霉素微甲片制出来 装瓶 看着瓶中装的微甲片 心里头说不出的高兴 他拿着微甲片走出房间 准备命软筑送给清河县的赵凌峰 命赵凌峰连夜派人送到燕王手里 只要燕王拿出这药 必然震惊整个朝堂 到时候 这药将会广传大众 于民于国都是好事 陆娇一边想一边思索 门外的缝支走过来禀报道 夫人 赵东家过来了 说有事找你 陆娇惊奇挑眉 心想 我这正准备把微甲片送过去 他就来了 这是性有所感吗 陆娇高兴地带着缝支和阮竹 去前院见赵凌峰 没想到刚一打照面 发现赵凌峰的面容有些愁苦 眼里竟然有些血丝 说实在的 赵凌峰虽为永宁侯府的数出公子 但一直以来表现出来的都是 优雅贵公子的形象 像现在这样愁苦 还是第一次见呢 陆娇奇怪地望向他 心想 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难道是他女儿赵玉罗导弹了 他又问赵凌峰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赵凌峰望着陆娇说 田欢向了一门轻视 快要定亲了 陆娇很是惊讶 啊 那家伙不是说不成亲的吗 既然田欢同意定亲 想必那个人应该是他中意的吧 陆娇倒是挺高兴的 随着想到赵凌峰刚才说的话 他掉头望向赵凌峰 嗯 田欢定亲关你什么事啊 赵凌峰望着陆娇 心情沉重地说 我之前 一直不知道我喜欢他 以为我讨厌他 所以每回看到他才会说话刻薄 但听到他要和别人定亲 我心里很不好受 后来我总算想明白 我是喜欢他 所以下意识地说话刻薄 建议引起他的注意 昨天晚上 我忍不住跑去和他说我可以娶他 结果他直接拒绝了我 说我不是他想要的人 所以他一宿没睡 一会儿不甘心 一会儿又很难受 想到那个女人要嫁给别人 他就没法合眼 赵凌峰知道自己的性格 不是会感情用事的人 他甚至想过 自己这一辈子 有可能都不会再娶妻了 但现在 田欢却让他起了想娶的心思 可这个女人直接拒绝他了 说他不是他想嫁的人 赵凌峰知道 如果自己错过了田欢 以后怕是很难再遇到 自己想要娶的人了 所以天一亮 他就赶过了宁州 想要和陆娇讨个主意 陆娇望着他 好半天之后 才无语地开口道 你不是娶过妻子了吗 怎么连自己喜欢的人都不知道 如果早知道 你还能和欢欢 多说一说讨喜的话 说不定能改变 他心中的形象 现在啊 你是把人给得罪了 你说你喜欢人家 人家怎么可能接受你 陆娇一说 赵凌峰的脸色 肉眼可见的暗染 他望着陆娇 我虽然娶过气 却也不是我喜欢的女人 我和她 是因为意外走在一起的 自从她去世后 我甚至决定了 这一辈子都不许切了 实在是对女人 起不了求娶的心思 之前她动过 取卢娇的念头 但那时候更多的是敬佩 也不是纯粹的喜欢 但田欢 却让我有了求娶的念头 我的生活很无趣 但她却是个有趣的人 我知道 若是我能娶到她 以后我的人生会很有趣 我也会很开心 赵凌峰说完 网向陆娇道 你能给我拿点主意吗 她话落 生怕陆娇拒绝 你和她要好 应该知道她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还有 想要嫁什么样的人 陆娇听了赵凌峰的话 望着她 其实不太想说 但看赵凌峰可怜巴巴的 这才又开口 我知道欢欢她喜欢 什么样的人 就怕你做不到 而且说实在的 你确实不太符合她的要求 她喜欢男人只娶她一个 不喜欢男人三七四七一堆 她的性子直率 玩不来那种勾心斗角 若是府里真有三七四妾的 她是玩不转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念头 你就不要娶她 那只会害了她 陆娇说完 呼得又补充 还有 为什么说 你不是她所要的人呢 因为你府里就有小娘 她是不会嫁给有妾室的男人的 赵凌峰愣住了 她完全没想到 田欢不嫁她 竟然是因为这个 她飞快地开口道 我纳小妾是因为我女儿赵玉罗 玉罗娘生下她就死了 我不敢把她交给我的嫡母 所以就纳了一个小妾照顾她 我府上的小妾是很善良的人 对玉罗一直很好 所以即使我娶了妻子 她也会像对我一般对我的妻子的 赵凌峰对府里的小妾倒是没多少感情 本来就是纳了 伺候自己的女儿的 但那个女人对女儿确实照顾得很细心 女儿对她也是有些感情的 若是她就这么把小妾送走 女儿肯定会反弹 陆娇听了赵凌峰的话 忍不住鸡巢 你们男人真是可怕 动不动就说女人善良善良的 她对你女儿好 不代表对你的妻子好 她对你女儿好 是想在你面前表现 让你对她好 这是有所图的你懂吗 她凭什么对你的妻子好 是女人都会贪心 都会有欲念 她难道不想霸占你一个人吗 行了 你也不要去祸害欢欢了 我可不想欢欢成为第二个姐姐 若不是我发现的及时 那通房差得害死她 陆娇说完 不想再和赵凌峰讨论这话题 男人啊 面对女人的手 雄眼都是自以为师 赵凌峰被陆娇怼得说不出话来 她想了想 明白陆娇说的的确没错 不过想到田欢嫁给别人 她就难以平静 所以赵凌峰决定 送走自己府上的小妾 我这就回去 送走府上的小妾 然后去田家 找田欢 告诉她 我可以秩序她一个 以后也不会在那别的小妾 赵凌峰坚定地站起身 准备离开 陆娇赶紧叫住她 哎等等 我制好了未假骗 你派人送到燕王手里 虽然燕王派了侍卫到谢云锦身边保护她 但微假骗这样重要的事情 陆娇是不会交到他们手里的 不相信他们 赵凌峰听到陆娇的话 总算是想到了微假骗的事情 一下子激动起来 你把小妍要治出来了 嗯 你派人送入京 让燕王呈上去 此药经由燕王的手呈上去 经过实验之后 必然会广传大洲 这样有利于民 也有利于国 更方便了军人 赵凌峰立刻点头 好 我立刻派人送到王爷手里 陆娇点头 把药叫到赵凌峰手里 赵凌峰拿着药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处时 忽悠想到什么事地回头望向陆娇说 等我许天欢 请你和谢大人喝喜酒 陆娇一脸无语地望向她 这才哪到哪 啊 怎么就成了你去添欢了 人家根本不同意嫁给你 愣偷情 可陆娇都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赵凌峰就已经意气风发地大步离开了 一路出了谢府 回了清河县 陆娇把药交了出去 心情也跟着一下子放松下来 最近几天 她一直待在研究室里头研制微假片 都没怎么出门 今儿个天气不错 正好出门逛逛 顺便去南北期货店看看 韩童已经把南北期货店开到了宁州 陆娇一直没有来得及去看看 趁今天有空 她过去逛逛 萧管家 让人背马车 我要出去逛逛逛 萧管家听了命令 立刻安排林大出车 现在 谢家有四辆马车呢 随时可以调用 陆娇带着缝制和软厨 顺带也把柳安带上了 柳安深得缝制的影响 现在颇有些缝制的做派 虽然年纪小 形势却颇有张法 陆娇看得很满意 动了好好培养柳安的念头 所以出去就下意识把她带上 后院除了她们 还有四个丫鬟 是之前买进府里的 不过目前为止 这四个是三等的粗食丫鬟 邱婆婆的意思是 先摸摸她们的性子 看看她们得不得用 若是得用 到时候生两个上来做二等 陆娇也由着她们去安排 一行人上了马车 去南北期货店 马车经过宁州府衙 发现府衙门前的道路被阻了 不少人围在府衙门前看热闹 陆娇一下子想到 谢云锦之前和她说过的事情 王同盘家的儿子 霸占良田 抢抢民女 难道那些苦主过来告状了 陆娇念头刚落 听到马车外面 百姓们议论纷纷的声音 可怜哪 这家中五十亩良田被霸占 还被打死了两个人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哎呀 那个被抢女儿的人家 真是太可怜了 女儿被抢进府里 头颈自杀了 老父亲承受不住这样的刺激 直接一口气没上来 给死了 我觉得那个被马 踩成重伤的孩子才可怜 小小年纪就被马给踩死了 王家那个公子 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 没想到却是个畜生啊 王通判平常看着 也是人模狗样的 原来竟是一个狗官 我们要帮助那些苦主 大人 你要为民做主啊 是啊大人 要严惩凶手啊 府衙门前有人叫起来 其他人也下意识 跟着一并叫起来 大人 你要为民做主啊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不当官呐 是啊 知府大人 你一定要替我们小老百姓做主啊 王家儿子如此穷凶极恶 日后指不定要欺负到他们的头上来 绝对不行 他们一定要把这样的恶人给惩治了 府衙门前 百姓围成了一团 叫喊声一片 府衙内 林知府望着乱成一锅粥的状况 脸色说不出的难看 他想不明白 事情怎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 先前他接到报案 然后一下子来了三个报案人 结果报的竟然都是王同盼家儿子杀人的事情 还一次性来了三个人 知府大人本来是想把这件事情给遮掩下去 十知府衙门外 竟然挤进了好几个观看的人 随之 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观看 现在百姓围了一堆 众人全都知道了 王同盼的儿子手上 有人命关天的案子 这样的状况 他们根本就没法遮掩呢 可王同盼是他手下亲信 他不能让他有事啊 林知府满脸的为难纠结 脑子里飞快地思索对策 大唐一侧 王同盼飞快地站出来 望向下手告状的三个百姓 大声喝道 刁民 你们竟然敢敢胡乱朋友我儿子 我儿素来端方实力 从万有过不好的言论 你们竟然跑来诬陷我儿 快说 你们是受何人之使来告我儿子的状的 王同盼脸色黑沉地盯着下手的几人 下面跪着的三人 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头 一个是老妇 还有一个老是木讷的 连话都说不大利索的男人 三个人看到大唐一侧的王同盼 脸上都布上了惊吓 不过 等他们看到王同盼身侧站着的 清冷俊逸仿若折心式的男人时 心就定了下来 同志大人可是跟他们说过了 会替他们的亲人报仇的 他们怕什么呢 三人就分别开口 说起了案情来 他人可以让人去查 我家原来家资不错 家冲有良田数十亩 结果就因为王公子看中了我家的良田 就带人强强了我家良田 我儿和我妻子出来阻拦 竟被他指使人打成重伤 我老七当时就死了 我儿半夜伤重 不治而亡 他人可派人去查此事 老夫绝没有诬陷王公子 老头的话音刚落 一侧满头白发的老妇又哭着叫起来 什么王公子 他就是个畜生的 他瞧瞧了我们女儿入府 我女儿不从 直接跳井自杀了 我老头子指的消息 直接一口气没上来 气死了 可怜我们两口子 只剩下这么一个女儿了 结果还被王畜生害死了 今天大老爷呀 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老夫人哭得死去活来的 府衙门外围观的百姓们 各个同情 其中有人甚至磨起眼泪来 衙内 老是木讷的男人也磨起眼泪 哭望着上手的知府大人说 大人 王明仁在城外田庄里肆意纵马 结果马踩了我儿 可怜我儿今年才七岁 当场被踩成重伤 我们没来得及把他送医 他就死 死了 可怜我的儿子呀 老是男人想得自个儿子 哭得撕心裂肺的 可惜王通畔嘴上答应 回府之后听到家中的老夫人一哭 又放人下来 现在好了 人家告上门来了 这事可怎么收场啊 王通畔也知道这事弄不好 是不好收场的 所以他脸色极其难看 他怒瞪着下手的三个苦主 喝到 说啊 你们是受何人指使 来陷海玩 若不交代 别怪本官让人打你们板子 大堂上 林知府没说话 一侧的谢云锦终于不紧不慢地开口说 王通畔 有人告状 按律 我宁州府衙应该接下状旨 然后去彻查这件事的真相 而不是你一个劲的 以官微致衙百姓 你这样很容易让人怀疑 你以官身逼人 谢云锦一开口 王通畔的心就沉下来 同时 他想到了一件事情 是谁指使这三个苦主来府衙告状的 之前他想不明白 现在莫得想通了 这三人只怕是谢云锦找出来的 他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对付我 王通畔想着 掉头望向谢云锦 他脸色阴沉地开口道 谢同志 本官记得 本官才是掌管刑狱的官员 你并无掌管刑狱的职权 谢云锦点了一下头说 通畔大人说的是 但现在苦主所告的是通畔大人之子 通畔大人应该避嫌 然后 他又掉头望向身后大唐之上的林知府 知府大人 下官所言可属实 通畔大人不但不能查守此事 还应暂时扣押在府衙大牢里 等候调查 毕竟 此次涉案的是通畔大人的儿子 通畔大人包庇其子 同样有罪 下手的王通畔听了谢云锦的话 忍不住生气地大骂起来 撞屁 我儿子没有杀人 我也根本无罪 谢云锦冷冷地掉头望向王通畔 沉声开口道 王通畔以为 大州律法是你家开的吗 你说没杀人就没杀人 本官是按照大州律法行事 有苦主向府衙告状 我们按律都应该受理 然后为百姓查明真相 还百姓一个真相 谢云锦话音刚落 府衙门前呼得有人叫好 好 谢同志 乃是我宁州的青天 一人说完 其他人也跟着大叫起来 对 谢同志 是我们宁州的青天大老爷 谢同志 你一定要帮助我们老百姓啊 之前宁州虽然表面太平 但事实上 私下里头人人都知道 府衙内的林知府和王通畔等人 都是穿一条裤子的 所以他们虽然受委屈 却也不敢说出来 可现在不一样了 谢同志直接站出来 维护百姓的安危 他们自然是高兴的 一时间 大家都夸赞起谢云锦来 谢云锦不理会王通畔 掉头望向上手的林知府说 大人 王通畔乃涉案人员 案律 他是要避嫌的 又因他是案犯知府 而且案犯所犯的是人命官司 所以最好暂时扣押下王大人 此案 由本官来查 谢云锦的话音一落 王通畔就大叫起来 不行 你是为同志 听什么管理欲送 这是本官的职责 不是你的 谢同志根本不理会王通畔 依旧望向上手的林知府说 大人 本官认为 此案最好叫到本官手里 因大人往日和通畔大人要好 若是此案由大人审理 最后恐会留下对大人不利的画饼 大人身为朝廷命官 若有不好不利的画饼 很可能会影响到您的仕途的 谢云锦看上去 一副为林大人着想的样子 但事实上 却把林知府架在火上烤 林大人知道他所说的都在里 现在此案确实不宜他来审理 如果是他接受此案 得罪了王通畔 很可能会让他苟急跳墙 说出产查地和盐场的事情来 而且正如谢云锦所言 因为他往日和王通畔很要好 他来查案 百姓们根本就不相信他 所以把此案交到谢云锦的手里是最合适的 不过此时 林知府也知道了 这次的告状之事 很可能就是谢云锦整出来的幺蛾子 他真正的目的 就是为了断掉他的左膀右臂 林知府想到这个 心里头火大至极 可这时候他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阴沉着一张脸 出声道 谢同志所言有理 此案就交由同志大人去审理 王通畔 林知府望向下手的王通畔 叹气说 哎 王通畔 暂时避嫌 这个人若是救不了 就得尽快地除掉才行 如果让他泄露出什么秘密来 那他和王爷就都会暴露的 林知府虽然心中这么想 但是望向王通畔的眼神却是安抚 王通畔看着林知府的眼神知道 林知府叫他稍安勿躁 眼下一定要先忍 王通畔想到自己帮助林知府 从铲茶地和盐厂捞到不少好处的事 所以林大人肯定会保他 若是他保不了他 那他就会说出他从铲茶地和盐厂捞钱的事情来 上手的林大人安抚了王通畔之后 掉头望向谢云锦说 此案就交由同志大人审理 林大人一边想一边起身 把位置让给谢云锦 由谢云锦来审理此案 他先命人去王府拿人 周周公 带几个人去王府把王命人给拿下 周周公费快地开口道 是 他转身带着王府的几个侍卫 出了大堂去王府拿人 后面的大堂内 林知府眉心突突地跳着 他本来以为谢云锦要让府衙的捕快去拿人 捕快和他们是一体的 肯定会把王命人给放了 结果没想到谢云锦竟让自己家的下人去拿人 林知府忍不住说话了 谢同志 您让府上下人去拿人是不是不合规矩啊 谢云锦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我怕府衙内的捕快放跑了王命人 还是我家下人去抓比较放心一点 下手 林知府和王通判二人的脸色极其难看 不过 王通判并不大害怕 之前他已经悄悄地让他家的下人去王家通知他的儿子 让他先避一避 别被谢云锦的人给抓到了 所以谢云锦即便让谢家的下人去拿人 也是拿不到人的 可惜王通判不知道是谢云锦早把这一切算在内了 他早早地就派了阮开和同意 守住了王府的前后门 让他们两个人一定要叮嘱王明人 如果王明人逃跑就抓住他 结果就是 王明人接到王家下人的禀报之后 赶紧带着钱从后门开溜准备跑路了 阮开一看到他出来 就闪身拦住他 王家下人冲上来和阮开打成一团 王明人趁机离开了 后院的动静被前院的同意察觉到了 同意一下急射过来 拦住了王明人的去路 当街就把王明人给抓住了 王明人被抓之后破口大骂 王家人一听到后院的动静赶紧赶了过来 王老夫人平素是最惯王明人的人 王明人能走到今天的地步 都是由老夫人一手一脚宠出来的 此时的他尤为感到大祸临头 看到自己贯大的孙儿被人抓住 王老夫人脸色难看的邓向同意喝道 你是什么人 竟然胆敢抓我的孙儿 好大的胆子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王家下人面面相去着 之前他家几个下人去抓阮开时 就已经被打成重伤 这让王家下人看出来 这两个人是身手十分厉害的高手 而他们呢 只是三脚猫的功夫 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王家下人迟疑起来 后头的王老夫人生气地大叫道 你们都是废物吗 还不上去抓人 没看到公子被他们抓了吗 王明人沉急叫起来 祖母救我 快救救我 王老夫人眼神狠利地 瞪向王府的下人 快去 王家下人只得朝着同意和软开奔去 只是一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包围同意和软开 身后的街道上响起了马蹄声 树道身影送马而来 马上 周少公带着几名燕王府的手下赶了过来 周少公从马上跃下之后 对着王家的下人 沉声喝道 滚 我等奉同志大人之命 带王明人去府衙问案 若有阻拦者 一并抓了 王家下人下意识往后退 王老夫人则是惊呆了 周少公一挥手 同意提着王明人就走 王明人也被吓坏了 朝着身后的老夫人叫起来 祖母快救我 快救救我 我不去府衙 王老夫人慌乱起来 打叫道 快 去找老爷 马上去找你们家老爷 王家下人赶紧去府衙找王同派 府里头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王明人被抓到府衙大堂 王通派一脸的不敢相信 我是已经派人通知他 让他跟进跑了吗 他怎么还是被抓了 王明人看到自己的老父亲 大喊大叫起来 父亲 快让他们放了我 他们竟然敢抓我 你马上治他们的罪 王明人身为通派之子 又得老夫人的交惯 再加上林大人和王通派交好 很多时候都对他是睁着眼 闭着眼的 这导致他自我感觉过好 总认为自己父亲很厉害 手眼通天 可惜这一次他踢到了铁板上了 王通派眼瞅着儿子大喊大叫的 心中既难受又心疼 他飞快地朝着儿子递了一记眼色 叫他稍安勿躁 不管怎么样 知府大人一定会救他们的 只是王明人并没有接受到父亲的眼神 他总觉着这一次心很慌 整个人都非常害怕 所以他没法冷静下来 大堂上手 谢云锦冷眼望着王明人 一拍金堂木 沉声冷喝道 下跪者何人 王明人掉头望向身后的大堂 发现上座的竟然不是往日的林之府 而是刚刚到宁州上任的 那个年轻俊美的同志大人 这时候 王明人已经知道 让人抓他的 就是上手坐着的谢云锦 他生气地盯着谢云锦喝道 是你让人抓到我 谢云锦眸光凉薄地望着他 轻声开口道 是本官命人抓的你 有人把你告了 所以本官命人抓你前来抚押问案 王明人一听说有人把他告了 就大叫道 谁 谁敢告我 他话落 凶狠地掉头望向大堂一侧 很快就认出一边的三位苦主 正是他曾经害过的人 王明人看到他们也并没害怕 只是凶狠地盯着几人说 是你们告的我吗 你们最好想清楚再说话 我乃通判大人之子 你们胆敢告我 最好掂量掂量后果 堂下的三人被他这么一下唬 还真有点害怕 不过三个人谁都没有收回告状的意思 他们的亲人就被这畜生给害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同志大人出面 他们岂会收回状址呢 三个苦主当中的老者直接张嘴就吐了王明人一口唾沫 畜生 情势就是你的死期 你为了霸占我家梁田 让人打死了我的妻子和儿子 小老儿我就算丢了一条性命 也要告你杀人之罪 老头一说完 一侧的老夫人也开口说 你当街抢了我的女儿 结果害死了我的女儿和老伴 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一侧的老师男人哭着说道 你做马踩死了我的儿子 害得我家娘子现在脑子都不好了 我就等着看你遭报应 王明人听着三个苦主的哭诉 丝毫没有心疼 相反 一脸厌恶地看着三个苦主 最后 他掉头望向上手的谢云锦 谢同志 这三个就是刁民 我没有害他们的亲人 他们这是害我 对 他们就是为了害我 请同志大人明察 王明人经过最初的慌乱 再到现在 他终于冷静了一点 所以开始胡乱攀咬 下手跪着的三人大哭起来 向着上手的谢云锦哭诉 两帮人吵闹成一团 谢云锦抬手派了一声金堂木 问下手的三个告状人 你们可有人证物证 证明通判大人家的公子 害了你们的亲人 下手的三人立刻说 我们有 请大人派人跟我们去查这事 当时王家这位公子做这些事的时候 有不少人看着呢 王明人和王通判的脸色立刻难看起来 王明人之前以为宁州地界 没有人敢得罪他 所以他做这些事情时 并没有太多的遮掩和思考 这就导致有人看到过他做坏事的 上手的谢云锦立刻叫人把王明人关押到府衙大牢去 同时他命令周少公和软开 负责看守牢房 不允许任何人靠近牢房 大堂一侧 本来正想逐一准备半夜放了王明人的林知府 瞬间安静如鸡 王通判也是绝望 他抬头望上上手清俊冷然的男人 明明眉眼温和 可王通判却觉得 这人就是个恶鬼 他内心感到绝望 整个人后怕起来 上手的谢云锦命人把王明人关押下去之后 又掉头望向下手的王通判说 王大人 不好意思 暂时委屈一下你了 若是查清王明人的罪证 王通判也是要判罪的 身为通判 竟然让儿子杀了这么多的人 他儿子倚仗的不就是王通判吗 所以王通判 虽罪不至死 却也不可能再有机会当官 他很可能会被发配到西北去服劳役 而且是一辈子 王通判想到这些 只觉得满心的绝望 一朝功名加深 拼搏了这么些年 却全数毁在了儿子的身上 王通判不知道该恨儿子呢 还是该恨谢云锦呢 不过 他心里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的 他飞快地掉头望向一侧的林知府 现在 他和他儿子的希望 只能落在林知府的身上了 林知府飞快地递了一记眼神给他 让他稍安勿躁 王通判的心稍微定下了一些 谢云锦已经命人把王通判请了下去 暂时关押在大牢里 王家父子被暂时地收监 外头的百姓齐齐地叫好起来 不少人叫谢云锦谢青天 三个苦主更是哭着感谢谢云锦 谢云锦是以他们起来 开口说 先别忙道谢 本官现在带着人跟你们去取证 若你们无法证明亲人是被亡名人害的 本官也没法为你们做主 三个苦主立刻开口道 秦大人派人跟我们去取证 谢云锦亲自带人跟着三位苦主去取证 一行人出了府衙时 府衙门前的众人齐齐地让开道 百姓看到谢云锦出来 个个忙着说道 谢同志啊 你一定要替我们百姓做主啊 一定要把那个畜生惩治了 他这样的人若不严加惩治 以后会变本加厉地害我们的 对 请谢大人替我们做主呀 众人喊就成一团 秦云锦只点了点头 带着一众人往府衙的门前的马车走去 结果上马车前看到了陆娇 陆娇含笑地望向他 眼中满是赞赏 谢云锦的心瞬间溢满了柔情 不过因为案子在身 所以他并没有过去和陆娇说话 主要是不想引起别人对陆娇的过度关注 陆娇目送着谢云锦上了马车 领着冯芝和阮竹以及柳安上了谢家的马车 几人上了马车 冯芝和阮竹夸赞谢云锦 大人真厉害 大人是为您做实事的好官 我也说不好 就觉得大人挺厉害的 竟然能把通判家的公子下入大牢 一侧小小的柳安飞快地点头认同冯芝和阮竹的话 陆娇笑眯眯地听着 其实这件案子如果没有谢云锦出头 那些苦主是不敢站出来告通判家的公子的 而且谢云锦设计了很多事情 例如让苦主告状 暗中指使人到府衙门前观看 让人在其中替百姓叫冤 还让人看住了王家 抓住了王明人 这其中少设计一个关卡 就不会如此顺利地压制住林知府和王同判 从而抓住王明人这个把柄 陆娇一边想 一边带人去南北期货店查看情况 南北期货店生意还挺不错的 韩童看到他过来 热情地迎了他进去 嫂子这个怎么有空过来的 嗯 整天待在府里太闷了 出来逛逛 一行几人刚走进店内 就听到店内有人说起府衙那边的案子 哥哥生气地说 王同判家的公子啊 真是太灭绝人性了 竟然敢出那么多的恶事来 但愿这次谢大人能为民做主 肯定的 谢大人是个好样的 韩童和陆娇二人听着这些话 脸上忍不住不满笑意 几人走到雅士去坐定 韩童就把开业以来的账单取了过来 让陆娇查看 其实陆娇今天过来就是逛逛店的 并没有查账的意思 但韩童非要让他看 他就顺便查看了一番 看了之后 发现南北期货店 他先前设计出来的东西竟然卖得挺好的 回头我再设计几样新奇的东西出来 韩童听到他这样说 高兴地接口 那我们南北期货店的生意会更好的 嗯 陆娇点了一下头 关心地问韩童 你们家两个儿子还好吧 怎么不把他们弄到府城来 府城这边的学院 比清禾县那边要好一些 先前忙着开店没空管他们 现在安定下来 正准备把他们接过来呢 韩童说完 忽得想到自己的亲事来 他飞快地望了陆娇一眼 小声地说了一句 嫂子 有件事想请嫂子帮忙 陆娇抬头看了他一眼 发现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笑着放下手中的杖板问道 什么事 你说吧 韩童望了雅士的缝织和软竹一眼 陆娇看出他想单独说 只得挥手让缝织和软竹退了出去 说吧 嫂子知道我现在没有娘子 我想请嫂子帮个忙 韩童一说 陆娇诧异地挑眉 请我帮你相看个娘子 这不好吧 韩童的脸红了一下 小声地说 其实有个人倒是挺合适的 但就怕嫂子不放人 陆娇听了他的话 掉头望向他 这是看中我身边的人了 谁呢 陆娇一下子想到缝织 不会吧 韩童不会是相中缝织了吧 可缝织先前说过不想嫁在外面 只想嫁在府里头 如果真的看上缝织 那可怎么适合 但陆娇仔细地盘算了一下 府里头还真的没有适合他的人 阮开童一等人年纪太小 只有十七八岁 都比缝织小 李南天周少公等人又都太老了 陆娇微微抬头望向韩童 心想 韩童和冯织年纪倒是相当 而且他们韩家虽无关无绝 但韩童是秀才又经商 人比较有主意 护冯织肯定比我那个弟弟要强 只是冯织要是走了 我身边一时到没有可用的人了 陆娇有些不想放人 但觉得自己又不能太自私了 韩童帮过他们家不少忙 凭良心说 冯织的能力入韩家的门 绝对是韩童的贤内助 陆娇想着望向韩童说 啊 说实在的 这若是换一个人来说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你也知道 冯织是我身边最得用的大丫鬟 你这一张嘴 就把我身边最得用的给要走了 我做起事会很不方便的 不过想想你对我们家的帮助 我又不能拒绝 行 我跟你问问 若是冯织愿意嫁 我就让她嫁了 韩童听了大喜 望着陆娇道 嫂子 你若是让她嫁给我 我不急着让她立刻嫁 我可以先送你几个丫头 让她调教着 等她把你调教好了 她再嫁进韩家 韩童这也算是费心思了 陆娇想了一下又说 你就别操心这事了 做好南北奇货店的事就行 我会帮你问一下冯织的 不过先说好了 若是冯织坚持不嫁 那我就没办法了 陆娇想起冯织先前 不愿嫁给自己弟弟的事情 不过一眨眼 这都过去两年时间了 冯织的年纪也确实大了 按理说也该找个人了 韩童确实是她的机会 韩童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虽娶过妻子 但一直没有纳小娘什么的 很是洁身词号 陆娇想着又补充道 你放心 我会帮你认真和她说的 韩童大喜连连作依 谢谢嫂子 谢谢嫂子 陆娇又翻看了一会儿账板 发现南北奇货店生意 在宁州很不错 看来回头真的要再设计几样东西出来卖 陆娇想着又跟韩童说了几句 便起声往外走 韩童一直把她送出店门 陆娇领着冯织和阮竹 一路上了谢家马车 回谢家去了 路上 陆娇一连看了冯织好几眼 冯织看着陆娇的眼神 忍不住出声问 夫人 怎么了 冯织 你今年好像二十亿了吧 陆娇比冯织大了一岁 她孩子都已经六岁了 人家冯织都还没嫁人呢 所以即便她再得用 她也不能留她 冯织不好意思地点头 是的 我二十一了 陆娇笑着说 之前答应你的 替你在府里指个人 可我看来看去 府上也没有合适你的人 陆娇话落 冯织无所谓地说道 没人就不嫁 跟着夫人也没什么不好 陆娇看她说得倒是挺真心实意的 不过想到韩童的心思 她还是说了 你觉得韩公子这个人怎么样 韩童经常来谢家 冯织自然是了解的 而且对她还颇有好感 因她先前那个娘子 冯织还挺同情她的 现在听到陆娇问 她张嘴说 挺好的呀 虽然家里条件不错 但韩公子身上 没有那些富家公子 跟身上不好的习性 大人很诚恳 也不会以身份看人 挺不错的 陆娇笑了 听冯织这口气 这事倒是成了几分 今天 她和我说了一件事 她想娶你 马车里 此时坐着阮竹和柳安 二人皆是飞快地望向冯织 啊 冯织以为自己听错了 下意识抬头望向陆娇 陆娇看她的样子 知道她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一时惊诧 她又说了一遍 没错 她想娶你 先前和我提了这事 我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愿意嫁她呢 还是不愿意嫁 冯织是真没想过 韩童会想娶自己 她一直认为 自己只是一个丫鬟 能嫁的 也就是府里的小厮什么的 如果没有人嫁 一直跟着夫人也挺好的 但她没想到 韩童竟然想娶她 风之愣证了一会儿 还是摇头 我先前和夫人说过了 府里若是有人 就给我指一个 若没有 我就不嫁 你不嫁 是不满意 韩童这个人 还是因为自卑 认为自己的身份 配不上她 风之瞬间震住了 然后不自在地 低头摸摸自己的手道 韩公子人是挺好的 是我配不上她 虽然她长得好看 但是身份摆在这儿呢 若是她嫁给韩公子 日后肯定会有很多人 嘲笑韩公子的 也会嘲笑她 陆娇笑着开口说 这么说 你对韩童这个人 还是满意的 只是认为 自己身份配不上她 其实我倒是觉得 是韩童配不上你 她都成过一次亲了 有两个儿子 你一黄花大闺女 嫁给她 是她赚了 再一个 她韩家是商户 也没有比你高多少 你嫁她 哪里就配不上了 陆娇说完 又认认真真的 拉着冯芝的手 劝未到 冯芝 你跟了我一场 我和你说句心里话吧 韩童这个人呢 是真挺不错的 你若是错过了她 以后再想遇到 这么一个人 那可就难了 你也不要 纠结身份的事 这种事很好解决的 我可以认你做妹妹 你现在认真想一想 愿不愿意嫁给她 你是有能力的人 嫁给她 是她的一大助力 她只有高兴 没有不乐意的 现在主要是你怎么想 风芝听了陆娇的话 眼睛微微发红 握住陆娇的手 担心地说 我若是嫁了 夫人身边没人怎么办 陆娇一下子 明白她的心意了 抬起一只手 拍拍她的手背道 这个你可以放心 就算我同意你嫁给她 也要让她等上几个月 你得帮我带出两个人来 风芝想了想又说 她给她带来祸事 陆娇忘了忘风芝 比原来的容貌更胜了 不过跟了韩童 她倒是不担心的 你别担心 韩童是有能力的人 她和大人又是好友 若是有人为难她 大人也不会做事不管 韩童比谢云锦大一岁 今年二十五了 比冯芝大四岁 两个人年岁倒也相当 陆娇想了想 觉着这婚事 是真的挺不错的 只除了韩童 有两个儿子 不过嫁她这事吧 你也别急着回我 好好地想一想 毕竟她有两个儿子呢 你若真的嫁了 就要把那两个儿子 当成自己轻声地叫导着 不能磕待了他们 哪怕将来自己生了孩子 也要好好带那两兄弟 若是没有这个心 那就不要嫁 没得嫁过去 伤了男人的心 再闹掰了 冯芝没有作声 陆娇也没有再说这件事 她抬头看到马车一侧的 阮竹和柳安 笑着说 日后你们两个 要是碰到喜欢的人 都可以过来和我说 阮竹和柳安瞬间脸红了 阮竹现在也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 陆娇想到她和同意倒是年纪相当 关键这俩家伙经常斗嘴吵闹 说不定最后能在一起 这倒是挺不错的 马车一路回了谢家 晚上 谢云锦回来得不算晚 陆娇刚吃完饭 在院子里头消食 看到她回来 应上去关心地问她 你吃过晚饭没有 谢云锦拉着她的手 应道 还没吃呢 陆娇立刻吩咐后头跟着的冯芝 冯芝 上厨房下一点大股面过来 再弄两样小菜 好的娘子 冯芝带着阮竹往厨房走去 后头的谢云锦拉着陆娇 往吃饭的偏厅走去 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话 你吃过了 嗯 吃过了 你今儿带人去查得怎么样 可有人证明王明人的罪证 有 其实在苦主没报案之前 我就先找到了那些人 那些看到的人也都愿意出来作证 我带人过去 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陆娇知道谢云锦做事习惯先行布置 布置得好好地再出手 绝对一击击重 那王家的儿子王明人 是板上定定的杀人犯了 明天早上定罪 然后查查王家 不出意外 王家这次要被查出不少好东西 陆娇微微点头 忽得想到林知府来 他飞快地抬头望向谢云锦 那王通判 往日没少和林知府合伙 做坑蒙拐骗的事 不出意外 王通判还等着林知府 去救他和儿子呢 若是林知府没有出手救他们父子 只怕王通判 要把林知府给咬出来 这样一来的话 林知府有可能会出手对付王通判 陆娇说完 谢云锦立刻点头 没错 所以今天晚上 我没有去府押给王明人定罪 而是选择明天早上给他定罪 就是为了给林知府动手的机会 今夜 林知府一定会让人杀了王通判 所以我打算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王通判乃朝廷任命的六品官 虽说他儿子犯了人命官司 他暗律也会被流放 但他是朝廷命官 判他的刑 必须先把他押送回京 叫由刑部那边破刑 这中间隔了很长时间 所以很容易节外生枝 所以还是让林知府把他给杀了更好 而且我安排了人在牢房的暗处守着 若是有人杀了王通判 正好抓住 若是能顺着这根线 抓到林知府的把柄 倒是可以一举就把他除掉 谢云锦说完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就算除不掉林知府 也可以断了他的臂膀 后面他行事就会更加困难 他来到宁州 是给晋王捞钱的 一直动不了 晋王肯定会着急 所以他肯定会出手 出手之时 就可以让我们找到破绽 陆娇微微点了一下头 挑眉道 那你为什么不让王通判 把林知府给咬出来呢 这样不是更好吗 谢云锦笑了 王通判心里的最后一点希望 就在林知府的身上 他是不可能把他咬出来的 我也懒得费那个劲儿 别结外生枝 到时候又让他逃脱了 那样的话 就太对不起百姓了 陆娇点点头 确实是这么个脸 两个人也不再说这件事 又说起别的事情来 今天我去南北集货店逛了逛 正好碰上了韩童 你知道 韩童和我说什么事了吗 陆娇拉着谢云锦的手 一路走进偏厅 两个人坐下身来 谢云锦听到陆娇的话 立刻感兴趣地问 什么事 他想取逢之为妻 谢云锦惊讶地挑挑眉 怎么好好的 想到取逢之为妻了 一直以来 没看到他们之间 有什么交集了 陆娇笑着说 他经常来我们家 自然看到了逢之的为人 不但长相好 还有能力 他能不动心吗 说实在的 逢之比多少人家的小姐都强 不过想到要把他嫁给韩童 我就舍不得 陆娇嘟囔着 谢云锦也知道逢之在陆娇身边 确实能帮不少事情 他张嘴就说 那我跟韩童说 让他另娶一个女人好了 陆娇立刻阻止他 你干什么呢 哪有拆散人家姻缘的 我就是舍不得 逢之能嫁给韩童 我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两个人都是顶好的人 而且韩童和你要好 日后我们两家 必定是要走动的 若逢之能嫁给韩童 我们两家走动起来 自在多了 要是韩童再娶一个 像他之前那样的娘子 我们两家能不能走动起来 那都是个事 谢云锦想了想 倒也是 只是心疼陆娇身边 没什么可用之人 那你身边 就没得用的人了 咱们家先前 买了四个丫头 一直让邱伯伯调教着呢 过头让冯芝看一看 能不能调教上来两个 你放心 就算他嫁给韩童 也要等一段时间的 陆娇的话音刚落 门外的冯芝 领着人把吃的东西端上来 不过 她的脸颊红红的 陆娇一看就知道 她这是听了他们的话了 忍不住笑起来 冯芝被弄得脸颊更红了 放下东西就跑走了 后头的陆娇哈哈大笑 谢云锦看着他那顽皮的样子 忍不住伸手捏捏他的脸颊 陆娇催促谢云锦赶紧吃东西 谢云锦刚吃了一半 门外的冯芝就走进来并报道 大人 夫人 萧管家让人过来说 王家夫人要见大人和夫人 谢云锦和陆娇一听 就知道来的人应该是 那个王通盼的夫人 谢云锦眉色瞬间变冷 沉声说 不见 让她回去吧 冯芝转身走了出去 后头的饭厅里 两个人又自顾自地说起话来 一句都没提王家夫人的事 可谢云锦刚吃完饭 外头的冯芝又走进来 大人 夫人 那王夫人竟然直接在我们家府门外跪了下来 怪没有不少邻居跑过来围观 这下谢云锦和陆娇的脸色就更难看了 两个人起身一路出饭厅 往前院的大门口走来 谢家门外 王夫人领着仆人 跪在谢家的大门前哭嚎着 哭得那就一个淒淒惨惨哪 谢大人 谢夫人 求你们放过我家父亲和儿子吧 是我得罪了你们 我给你们赔礼 求你饶过我们家儿子 谢夫人 我该死 我不该得罪你 你可是谢主的女儿 我怎么能不自量力得罪你呢 围观的邻居认不得王夫人 个个议论纷纷 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说谢同志和谢夫人欺负他们吗 哎 不是说谢大人是宁出的青天大老爷吗 今天呢 他可是为了百姓出头的 官场上哪一个是好的都黑着呢 说不定他和王家对上是有救援 什么为百姓出头啊 都是假的 你看过哪个官真正为百姓出头了 也是 王夫人听到百姓们的议论声 哭得更加厉害了 这时候谢家大门拉开了 谢云锦和陆娇带着人走了出来 王夫人看到谢云锦一下子扑过去 碰碰的磕头 一边磕还一边说 谢大人 请您放过我们家父亲和儿子吧 我求你了 王夫人其实也是没主意乱出昏招 按理说 他应该把希望放在林家身上 今天他也去了林家 林大人和林夫人也在保证会帮他们家想办法 但是王夫人就觉着这一次的事情很大条 所以他想来想去就想来谢家求情 结果谢云锦和陆娇竟然不见他 王夫人气急败坏 最后干脆跪在谢家的门前哭闹着 谢府门前的石阶上 谢云锦眉目清冷地望着哭号的王夫人说 王夫人 你儿子身犯几条人命案 人证物证俱全 你跑我谢府来哭什么 难不成还指望你这么一哭 我就放了你那杀人犯儿子 你儿子的命是命 别人的命就不是命吗 你知道你儿子纵马踩死了人家七岁儿子时 人家是怎么痛不欲生的 你把你杀人犯的儿子当好的 人家好好的孩子就不是好的吗 谢云锦一连叠声地开口 王夫人的哭声越来越小 心里头说不出的憎恨 恨自己那个老婆婆 他儿子生下来就被老婆婆夺到身边去养 后来更是越来越浇灌 儿子小的时候 他也觉得那样不好 说过好几次 可是每次说 老婆婆就跑到他儿子面前哭诉 说他对他不敬 说他容不得他 他那个夫君就横眉冷对地怒斥 他不敬婆母 视为不孝 若是他再这样 就修回娘家去 后来他就不敢说了 可以说 儿子走到今天这步田地 都是家里的老婆婆和男人害的 王夫人想到这些 眼泪哗哗的流 身后围观的人群听了谢云锦的话 才知道 这哭嚎之人竟是王通畔的夫人 想到王通畔的儿子害死了好些人 而且其中最小的才几岁 围观的人就暴怒了 有人脱下鞋子就砸了过来 不要脸的东西 明明是他儿子害人 他竟然还跑到谢大臣家门外哭 这当娘的绝对也不是个好东西 打死他 一人用鞋子砸 更多的人是拿东西砸 有人甚至跑到街边捡石头砸了过来 王家下人赶紧护到王夫人身边 夫人 我们回去吧 赶紧回去 王夫人抬头看到谢云锦和陆娇冷然的眉眼 知道他留下来也没什么好下场 而且谢云锦竟然公开查这件事了 怎么可能因为他哭几声就放过他的男人和儿子呢 王夫人觉得很是无奈 被人扶上了马车 马车后面围观的百姓们 纷纷拿东西砸马车 滚吧 一架子都不是好东西 狼心狗肺的东西 自己儿子杀人了 还有脸跑到谢大人门前哭好 谢云锦和陆娇没理会外头的邻居 转身进了家门 两个人也没多说王夫人这个人 第二天的天都还没亮 软开就过来禀报 大人 府阳那边出事了 同伴大人被人杀死了 谢云锦早就猜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王同判纵子杀人 所以他一点都不同情他 只是谢云锦关心的 是软开他们有没有抓住杀人的人 房间里的陆娇也被外头的声音惊动了 他迷惑地开口问 什么 谢云锦俯身亲亲他的脸蛋 拍着他的背说 有点事 我先去忙了 你先睡会儿 陆娇没有再理会 闭着眼睛又睡了 谢云锦轻手轻脚地起身 走出去处理这件事 陆娇一觉睡到大天亮 等他再睁开眼睛时 身边早就没了谢云锦的身影 他想了想 想起之前软开好像禀报了什么事情 虽然说他没听清楚 但是昨天谢云锦和他说了王同判的事 他猜测 肯定是王同判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对这些 陆娇并不关心 也没兴趣 他决定 今天给谢云锦制作一些防身用的药 以免碰到那些厉害的高手再伤到他 陆娇想到就做 起床之后 吃了早饭 就打算进之前用来制作青霉素的研究室 制作对付那家高手的药 但是那药比较麻烦费事 不过为了谢云锦 他还是打算制作一些的 只是陆娇还没有来得及进研究室制药 前院的萧管家带人来禀报 夫人 韩公子带了几个人过来 说是特地买来送给夫人的 陆娇无语地挑挑眉 然后望了一眼深色的冯枝 冯枝立马脸红了 飞快地低下头 陆娇笑了笑 转身带着软竹 去前院见韩童 冯枝就留在了后院里 韩童带来的人都是从牙婆那边买来的 当然 他买的时候 就存了要娶冯枝的心思 而且他认为 自己若是提出求娶 谢云锦和陆娇应该会同意的 冯枝是陆娇身边得力的人 他娶了人家的左膀右臂 肯定要先送几个人过来 让人调教好了再娶人 要不然嫂子不得气恼吗 昨天他和陆娇说过这件事 陆娇也没反对 今天早上 韩童就忍不住带了人过来了 一共有六个人 都是长相清秀的小丫头 年纪都不算大 都十四五岁的样子 这样的丫头调教好了 可以用上好一阵子呢 嫂子 我把人给你送过来了 韩童说完 抬头望着陆娇的身后 没发现冯枝 心里头有些失望 不过也没说什么 陆娇看到她这样子 有些好笑 假装不知道 陆娇任由韩童暗自神伤 她掉头打量着 韩童身边跟着的六个丫头 长得都挺秀气的 而且看上去 规矩还挺好的 韩童看陆娇望 立刻回神望向身边的几个丫头说 这是同志夫人 你们赶紧介绍一下自己 若是夫人看住你们 你们就可以留在她的身边 做她的丫头了 六个丫头原来就知道自己 会被韩公子送到 同志夫人身边伺候 所以学习规矩什么的都格外的用心 六个人在寒假时就经常听到别人说起同志和同志夫人 听说这一家子都长得貌美如花 此时一看可不就是这样吗 而且同志夫人不但长得好看 关键看上去很好 六个人都动了留下来的心思 所以上前介绍自己时 非常的细致 我是秀才之女 明丁香 因为父亲生病去世 娘和弟弟都病了 所以我自卖自身到雅行 有幸被韩公子买了下来 如果我能到夫人身边伺候夫人 一定尽心尽力 绝不背叛夫人 陆娇望了一眼丁香 倒是同情这位姑娘的 十五六岁的年纪 为了家中母亲和弟弟 竟然有胆自卖自身 确实不容易 而且小姑娘挺聪明的 还知道向她保证不背叛她 陆娇笑着开口说 你倒是个有孝心的姑娘 想不想回家去 若是想 我可以把卖身器还给你 让你回家和母亲弟弟团聚 陆娇说这话 是真的想把卖身器给丁香的 丁香听了陆娇的话 一下子呆愣住了 没想到夫人竟然要把卖身器给她 夫人真是太好了 不过她不能接受这样的恩惠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就是回家去 也没办法养母亲和弟弟 倒不如待在夫人的身边 那样的话 还能为母亲弟弟 挣些吃的用的 谢谢夫人 但我想留在夫人身边时候 这样也可以为娘亲和弟弟 挣些吃用 丁香真的很害怕陆娇不留下她 说完之后不等陆娇再说 她又开口保证道 夫人 你留下我吧 我父亲生前是秀才 我跟着我父亲识了一些字 可以帮夫人刨腿买东西什么的 这时候实在可是大优势啊 陆娇听了倒是挺心动的 忘了丁香一眼之后又说 行 那你就留下吧 丁香大喜 立刻就给陆娇磕了一个头 后边的别人看丁香留下来 非常的羡慕 赶紧介绍自个儿 不过到最后 陆娇只挑了一个 和冯芝有些类似 是犯官府上的下人 这人擅长针线 听说针线活做得挺好的 他们家针线活多数都是秋婆婆做的 秋婆婆年纪大了 陆娇打算再找一个做针线的 专门做他们家的针线活 行了 我就留两个 别的人你带回去吧 陆娇说完 韩童还没说什么话呢 他们身边四个人当中的一个人 就扑通一声跪下来 夫人 求你留下我吧 我以后少吃点 都做事 夫人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夫人让我上刀山 我绝不下火海 夫人让我年纪 我绝不动工 我保证听话 不招人是非 不给夫人添麻烦 说完 小丫头哭了起来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 陆娇和韩童等人看得目瞪口呆 这好好的 怎么就哭起来了 你起来吧 哭什么 小丫头戳气着摇头 我不起来 我就想留在夫人身边 陆娇奇怪地问 你为什么非要留在我身边 夫人长得太好看了 听说大人长得也好看 四个小公子也好看 我就像死红好看的人 每天看着心情也愉快 陆娇这下明白了 小丫头是个颜值控 哼哼 行 那你就留下吧 小丫头惊呆了 她可以留下来了 这真是太好运了吧 她眨眨眼睛望着陆娇说 夫人 我可以留下来了 嗯 可以 小丫头开心地咧嘴笑 我就知道 长得好看的人 一般心地都是善良的 陆娇抽抽嘴角 望向韩童道 行了 他们三个人留下来吧 其余的三个你都带回去 另外三个人看到小丫头一哭一闹流了下来 他们也想效仿 可惜韩童已经掏出了三人的卖身器 交到陆娇的手里 这是他们三个的卖身器 对 嫂子拿着 嗯 陆娇说完 望向身侧的阮竹 把丁相合 她说完之后 抬头望向一侧更留下的两个小姑娘 你们叫什么 犯官府上的丫鬟立刻跪下身说 请夫人赐名 杜娇想了一下 点点头 也行 以后你就叫山茶吧 小丫头叫杜娇 山茶和杜娇高兴得谢恩 谢夫人赐名 陆娇没搭理他们两个 是一软珠把他们三人带到后院 交给丘婆婆和冯芝 告诉丘婆婆和冯芝 他们三个在位二等 是 夫人 冯芝转身就把三人往后院领 后头的正厅里 陆娇望向韩童说 昨天我和冯芝说了这事 冯芝同意了 不过得等她帮我把这三个调教好 然后再来谈婚事 韩童听了陆娇的话 很是高兴 连声道谢 谢嫂子了 她说完 带着三个丫头 兴高采烈地出了谢家 后头的陆娇看她高兴 心里头也挺高兴的 韩童取冯芝其实也挺好的 以后他们两家来往也更方便了 陆娇起身准备回后院继续制药 只是她刚一起身走出正厅 门外 萧管家急匆匆地过来禀报 夫人 田家七小姐过来了 听到田欢过来 陆娇还是挺高兴的 说实在的 她穿越到这里 只有李玉瑶和田欢可以算得上是她的朋友 关键这两人的性子也很合得来 请得进来 陆娇说完也没有进屋 站在石阶上等人 等到萧管家把田欢请进来之后 她从石阶上走下来迎接田欢 欢欢 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田欢笑着伸手搂住陆娇的肩膀 这不是想你了吗 她并没有因为陆娇的身份就改变 陆娇也没有因为身份计较 还是和过去一样 我听说你要定亲了 定了没 说到这个 田欢就叹气了 没有 黄了 这好端端的怎么黄了呢 还有 你之前还说不嫁人呢 怎么突然间就要和人定亲了 陆娇很是惊奇 田欢感叹道 唉 我自己啊 是不想嫁人的 但嫁不住这位邻居老实说闲话呀 他们上下嘴唇一碰 连累得我弟弟亲事都不好说了 我想了想 算了 还是找个人嫁了 正好人家给我介绍了个人 和我们家一样 是清河县的商户 最重要的是啊 那人一直洁身自好 身边没什么女人 我想着倒也行 就同意了 本来现在差不多定亲了 结果却出了意外 陆娇立刻关心地望向田欢 出什么意外了 那人根本不喜欢女人 喜龙羊 身边跟着的两个小厮 竟然和他有关系 田欢现在想起来还觉着非常恶心 男人和男人 真的太内傻了吧 他本来都还奇怪呢 那男人长相不俗 自家又有钱 怎么就不娶妻呢 结果根儿在这儿啊 你是不知道啊 我知道这事儿 气得跑过去 把这人狠狠地揍了一顿 他妈的 你喜欢男人 你和我定什么亲呢 我差点就和这么恶心的人定亲了 田欢真是越说越气 一侧的路交温 你怎么发现的 田欢气恼的声音 假然而止 好半天才叹气说 唉 这又是一桩烦事 这事儿啊 是宝和堂赵凌峰发现的 他让人过来和我说的 我不信 就特地派人去调查了 结果发现啊 是真的 田欢说完 望向陆交道 今儿个啊 我来找你呢 就是和你说这位赵东家的 他抽风地跑来和我说 他喜欢我 你说啊 我们两个一直针锋相对 跟对怨偶似的 他现在竟然跟我说喜欢我 我怎么觉得那么不可思议呢 昨天他还跟我说 他已经把身边的小娘送走了 若是我答应嫁的话 他以后不会再拿窃 你说 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陆交看田欢很是烦恼的样子 忍不住开口问 你烦恼 说明你也想过这事儿 若是直接抛开不响 就不会这样烦了 是啊 其实他是个很不错的成亲对象 长得好 身世也好 虽然他是永宁侯的数出公子 可人家的身份 比我一个商户身份高多了 而且他还有能力 又承诺我不纳妾 你说 我要是嫁人 还有比他条件更好的吗 可现在问题是 他有个女儿 我不知道如何和他女儿相处 再一个 他身为永宁侯府的公子 以后真的不会纳妾吗 田欢说完 抬手去挠头发 陆娇伸手拉下他的手说 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你呢 要么不嫁人 若是嫁人 赵凌峰是一个不错的对象 人长得不错 家世也不错 能力也不错 关键他只有一个女儿 连儿子都没有 最最重要的是 他承诺你不纳妾 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至于你说的 不知道如何和他女儿相处 就把他当成妹妹对待就行了 玉罗那小姑娘还是挺不错的 陆娇说的这个 多少有些底气不足 不过也不好说人家小姑娘不好 至于纳不纳妾吗 赵凌峰那个人说话 还是有些数的 最重要的是 你本来没有打算嫁人 嫁人之后他要是纳妾了 你再和离就是了 难道那时候 你弟不让你回来吗 陆娇一说 田欢恍然了 对啊 我本来就是不想成亲 打算孤独终老的 现在有人愿意娶我 那我还不如试一试 不行 最后再回来 反正同样是一个人 好歹 我还尝试过一次呢 田欢笑了起来 一扫之前的烦躁欲解 哼 娇娇 你说得太对了 我就试一试又何妨 她话落 望向陆娇说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女儿 听说啊 她很宠那个女儿 我怕我哪里做得不好 让她女儿不高兴 然后她对我有意见 那就没意思了 陆娇笑着安抚道 玉罗不会反对你们的 那小丫头应该同意她父亲娶亲 结果陆娇话说出去两天 赵玉罗小姑娘哭着找上门来了 这天正好是四小只在家的时候 陆娇正在家里头教四小只认草药呢 门房那边过来禀报 有个姓赵的小姑娘过来找夫人 陆娇一听就知道是赵玉罗 挥手让门房把人请进来 本来陆娇以为赵玲峰陪赵玉罗过来的 结果只有赵玉罗小朋友一个人 不过赵玉罗小朋友也很精明 还知道让府里的车夫送她过来 她一过来 看到陆娇就哭着抱住陆娇的大腿 一边哭一边说 陆娇 我爹不爱我了 以后你说了我好不好 我跟你当女儿好不好 小丫头明显哭得不轻 眼睛都已经哭肿了 陆娇蹲下身子扶住她 怎么了 好好的怎么说你爹不爱你了呢 你爹可是很爱你的 赵玉罗小姑娘一听陆娇的话 哭得那就一个死心裂肺的 她要娶些娘子了 不要我了 陆娇一听就知道 赵玉峰应该是和赵玉罗说了 她要娶田欢的事情了 没想到小姑娘这么不能接受 这倒是个麻烦事啊 陆娇抱起她放到一边的椅子上 然后坐在她的身边说 我们玉罗不同意爹爹娶新娘子吗 你不是和我说一直想要个娘的吗 你爹可是为了你 赵玉罗生气地说 我不喜欢那个女人 爹他可以娶别人 就是不能娶那个女人 陆娇一听就知道 赵玉罗说的是田欢 她不解地望向赵玉罗 心想 怎么这么反感田欢呢 难道田欢对她不好吗 那个姨对你不好吗 她让我爹爹撵走了林小娘 她不是个好人 陆娇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生气了 她是那个小娘照顾着长大的 结果她爹说年就把林小娘撵走 她能不生气吗 只是这件事情是谁告诉她的 陆娇一边想 一边摸了摸赵玉罗的头说 玉罗 你爹没有撵走林小娘 只是把她送走了 她和林小娘没有感情 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快乐 玉罗不是说爱爹爹吗 爱爹爹怎么能不希望爹爹快乐呢 陆娇说完 四小只就走了过来 二宝望着赵玉罗说 我就希望我爹娘开心 三宝和四宝用力点头 对 我们爱我爹娘 就希望爹娘开心 爹娘开心我们就开心 赵玉罗听到三胞胎的话 有些迟疑 可是爹爹为什么要撵走林小娘 他可以把林小娘留在家里陪我呀 陆娇不动声色地挑挑眉问 你怎么知道你爹要连走林小娘的 是林小娘说的 陆娇脸色微冷 原来是林小娘在里头窜夺的 陆娇望向赵玉罗 严肃地说 玉罗 你爹娶新娘子是为了你 你知道吗 赵玉罗惊讶地张大嘴巴 一脸不明所以 陆娇说 你慢慢长大了 日后若是让人知道你是李小娘带大的 人家就会说你是小娘带的 会说你没有教养 你爹娶娘子 你就会有娘 有你娘带大 人家就不会再说你坏话了 原书里 赵玉罗成为反派女配的事 这其中 说不定就有那个李小娘的主意 李小娘带大赵玉罗 结果没有看到赵玉峰对他的疼爱 阴脑生恨 然后窜夺赵玉罗做坏事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你爹呢 他一心为你 你这样做 不是伤你爹的心吗 玉罗你七岁了 再有几年你就嫁人了 你嫁人之后 你家里就只有你爹一个人 孤孤零零的生活 你难道不会难过吗 他娶了娘子 就会有人陪着他 怒娇如此这番一说 赵玉罗的脑子有点乱 心里头开始不安起来 可是李小娘 怒娇不等他说完 又非常认真的样子 李小娘是家里的小妾 小妾就和下人是一样的 你相信一个下人的话 却不相信你爹的话 你觉得你爹知道这事 会不会伤心难过 他那样疼爱你 你却不相信他 这下赵玉罗就更加不安了 小脸都摆起来 一边的阿尔宝不高兴地望向他 赵玉罗 你真笨 你怎么能相信小娘的话呢 做小妾的都是坏蛋 我就不同意我爹那小妾 赵玉罗看阿尔宝不高兴 心情就更不好了 他嘟囔着说 他一直对我很好 所以我 陆娇摸摸摸他的头 他对你好 是想让你爹疼他 是有目的的 他是带着目的去疼爱 这是一种算计 他一直在算计你 所以你爹才会生气 才会把他送走 赵玉罗很相信陆娇 听了陆娇的话 隐约觉得自己好像是做错了 他飞快地低头 摆弄着手指 那我是做错了吗 一边的阿尔宝飞快地说 对 你做错了 以后要记住 做小妾的没有一个好的 都是坏人 想做小妾的也是坏人 四胞胎对小妾什么的 深恶痛绝 赵玉罗一向喜欢阿尔宝 阿尔宝的话 他是绝对相信的 所以他就不由地认真去想 往日李小娘对他好的事情 他每次对我好 总是挑爹爹在的时候 他总哄着我去找爹爹 一起吃饭 然后他就能跟着一起 还有他总是跟我说 让我多在爹爹面前 说他的好话 所以李小娘是真的 一直在算计我了 赵玉罗本人也非常的聪明 略微想一想就想通透了 然后他不自在地望着陆娇说 那我爹爹会不会生气 陆娇摸摸赵玉罗的头说 你爹不会生气的 他会担心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玉罗的人 所以你也要学会爱你爹 知道吗 嗯 赵玉罗想了一下 用力点头 陆娇又说 你爱你爹 就要心疼他 过几年你就会嫁人了 以后你爹一个人 顾顾灵灵地在家吃饭 一个人顾顾灵灵地睡觉 你不难受吗 赵玉罗飞快地想着 以后我和二宝一起住 然后和陆娇 大家子在一起 爹爹却一个人 太可怜了 赵玉罗小姑娘的心松动了 门外响起了急切的脚步声 赵灵风从外头急匆匆地走进来 看到女儿时 眼睛一下子红了起来 她真是担心得要死 生怕女儿出什么事了 虽然她叫家里头的一个车夫送她过来 但就一个车夫和一个小姑娘 如果真的出什么意外怎么办呢 赵灵风一走进来 就抱起赵玉罗 玉罗 如果你不想爹爹成亲 爹爹就不娶了 女儿不同意 那就不娶亲了吧 别到时候娶回来 和田欢处得不好 两边都伤心 心里就难受异常 但谁叫她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呢 算了 这辈子 我都不娶了 赵灵风这念头刚落 赵玉罗小朋友说话了 爹爹 你去娶亲吧 我不想你将来 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 你让我和二宝也会不开心的 屋里头的所有人都听呆了 你不开心 为什么要扯她二宝啊 赵灵风本来难过的心 因为女儿的这句话 而变得轻松了 而且她听到赵玉罗说 同意她娶亲 格外的高兴 玉罗 你同意 让爹爹娶你田姨了 赵玉罗哼了哼说 哼 我同意让你娶她 但你不能喜欢她超过我 赵灵风听到这话 高兴的就把赵玉罗举高高 那当然 在爹爹心里 玉罗是第一个 然后才是你田姨 赵玉罗低头看着自家老父亲 心想 爹爹果然很开心 看到他开心 我也很高兴 所以爹爹想娶就娶了吧 爹 你快放我下来 赵灵风逗了女儿一会儿 把她放下来 她牵着女儿的手 走到陆娇面前 向陆娇道谢 不出意外 定是陆娇帮她劝说了女儿 要知道 女儿在家里头可是拼死反对的 可是来谢家这么一趟就同意了 肯定是陆娇帮了她的忙 谢谢谢夫人吧 陆娇笑着说 没事 玉罗其实是个好孩子 你以后遇到事和她好好说 她会讲理的 陆娇说完 朝着赵玉罗挤了一下眼睛 赵玉罗立刻挺凶 骄傲地说 那是 我是个讲道理的好孩子 赵灵风摸摸她的头夸赞道 你和爹爹有事 会和你说的 其实说到底 女儿还是害怕她娶妻之后 不再爱她了 赵玉罗和别人不一样 从小就没娘亲 只有她这个爹爹 在没遇到陆娇一家时 她的性子非常偏激 而且执拗 现在已经改变很多了 赵玉罗终于放下了心结 赵灵风笑着邀请陆娇说 等我和田欢成青的时候 你们一家过来喝喜酒啊 我们一定会去的 一侧的赵玉罗热情地 邀请二宝等人 你们要来啊 四胞胎纷纷点头 我们会去的 赵家父女又说了一会儿话才走 赵玉罗其实不想走 但是二宝说了 明天要去西风园学习 她留下 他们也没空陪她玩 所以赵玉罗就跟着赵灵风走了 谢家陆娇望向四胞胎说 来 我们一起变人药草 等下回你们回来 娘亲带你们去爬山 顺带采草药 考证考证你们最近学的 有没有记了 是 娘亲 我们知道了 四胞胎脆生生地应道 晚上 谢云锦回来 没有先吃饭 先考教了一下儿子的功课 发现儿子的功课学得很不错 谢云锦格外高兴 夸赞了四个小家伙 四小只先被娘夸赞了 又被爹爹夸赞 格外的高兴 晚饭都多吃了半碗 谢云锦和陆娇 陪着四个小家伙吃了晚饭 又和他们说了一会儿话 这才安排他们去休息 四个小家伙跟着刘先生 现在规矩也越来越好了 而且因为长大 也不像从前那么粘人了 谢云锦看着忍不住感叹 孩子们长大了 他们会像熊鹰一样 飞上蓝天 然后离开我们 陆娇笑着接口道 这是好事 能离开父母的孩子 都会成长为英雄 只有那些成不了气的孩子 才会一直依赖在父母身边 谢云锦点头认同陆娇说的话 不过想到四个孩子成长离开 他就有些惆怅 一会儿功夫 他掉头望向陆娇说 我们努力再生个娇娇软软软的女儿吧 这样就不愁没人陪在我们身边了 谢云锦说完 扑向陆娇 抱起陆娇就往他们的房间里走去 陆娇很是不好意思地垂他 干什么你放我下来 谢云锦却根本就不理会的 外头守着的缝织和软竹笑着退下去 丁香和山茶还有杜鹃也跟着退下去 不过三个丫头来到谢家之后 才知道同志大人和同志夫人一家不但长得好 而且一家子感情非常好 陆娇被折腾了大半夜 第二天果断醒迟了 等他睡醒 儿子早就被谢云锦送去了西风园 谢云锦也去了府衙处理事情 现在他的事情多了很多 王通判在牢中被人杀了 谢云锦手下并没有抓住暗杀王通判的人 那背后的黑手利用简陋的牢房 在牢房的一角插进了一根主管 朝着牢房里头放了毒烟 所以王通判就被那人悄悄地杀掉了 王通判一死 本来该通判负责的差事 全都落到了谢云锦头上 谢云锦既做着同志的事情 又做着通判的事情 可不就忙起来了吗 因为他之前替百姓出头 抓了王通判的儿子王明仁 百姓都很相信他 所以最近预送的事情 肉眼可见得多起来 陆娇见他每天忙得中午饭都没空回来吃 就让人每天做好饭 送到府衙那边去 谢云锦忙 陆娇也忙 忙着给谢云锦制药 忙着培育水稻和小麦种子 忙着给南北期货店设计新的期货 不过 给南北期货店的期货 基本上都是一个想法 然后交给韩童 让他找人去制造 这个不费他太多事情 时间一眨眼过去了一个月 王通判家的公子王明仁的杀人案件 终于落定了 王明仁共犯时装命案 害死13人 判死刑 立刻处斩 王家抄家灭族 主要男丁处死 愚者流放 主要女丁仗三十 若能活命者 发配流放 若是活不过来 也是命中该绝 剩余的女丁同样发配流放 行刑之日 整个宁州城的人全都跑去看热闹 谢府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事 个个说的热闹 陆娇自然也知道 看到大家心里头痒痒地想去看 他就下了命令给肖管家 今天给大家放半天假 晚上再当职 肖管家硬生去安排这事 不过年纪大的人都没这份心 没去 只有年纪小的人感兴趣 纷纷跑去看热闹 陆娇忙了一个月 也想出去散散心 便带了软烛丁香和山茶 还有杜鹃去看热闹 丁香和山茶还有杜鹃三个丫头 被调教得很不错 而且三个小丫头被冯芝警告过了 也不会对自家的大人 起到什么不该有的心思 至于冯芝 因为和韩童签订下了成亲的日子 所以这段时间一直在家里头秀嫁衣 就没有再出来 陆娇带着几个丫头一路往宁州城外 今日处展犯人 是在宁州城外的一处乱坟缸处展的 宁州城出城的人很多 个个热气地说着这件事 其中不少人说谢云锦是青天大佬爷 以往他们有冤屈都不敢去府衙告状 现在因为这位谢青天 他们有冤屈敢去府衙告状了 最主要的是这位谢青天 是真的会替他们做主 所以不少人高兴 激动地说个不停 谢家的马车里 陆娇听着马车之外的议论 倒是挺高兴的 马车里的几个丫头也很高兴 杜鹃小丫头是无脑吹的丫头 我就知道长得美的人 不但人美 心好 最主要还有正义感 陆娇好笑地望向她说 你早晚有一天被人给卖了 还是当心点吧 杜鹃眨眨着眼睛说 我知道夫人的意思 不过我一看大人和夫人 就知道你们不是那等害人的人 有些人虽然长得好看 但一看就心术不正 是个坏心眼的人 陆娇惊奇 掉头望着杜鹃 你还能从人的面向看出这个来 真的假的 杜鹃立刻自豪地说 夫人 你别不相信我的话 我是真的能通过人的面部表情 看出她是什么样的人 陆娇来了兴趣 望向她问 你是从哪方面得出的结论 我就是凭感觉 我望一眼就能感觉出 这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好像当初我看到夫人第一眼 就知道夫人古代人长得美 关键心地还善良 是很好相处的人 所以我才要留下来啊 陆娇一脸难以相信地盯着杜鹃 这是捡了个宝吗 要是杜鹃真有这个本事 以后和人相交的时候 带着她 让她看上两眼 不就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了吗 陆娇还有些难以相信 所以她伸手拉过马车一侧的阮竹 你看看你阮竹姐姐 看看她是什么样的人 杜鹃很喜欢阮竹 几个丫头中 她和阮竹最触得来 所以听到陆娇问 立刻说 阮竹姐姐 是个性子很单纯的人 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是个不会用心计的人 听到杜鹃说 她一下子来了兴趣 那你说说 大人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的谢云锦和从前不一样 眉眼温和 很多人看到她 都觉得她是个很好相处的人 可惜她虽然现在比从前好多了 但事实上 一样不亦亲近 只不过很多人 被她的表象给骗了 杜鹃小丫头才来一个多月 对谢云锦接触不多 所以陆娇才会问她 想试试她 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 杜鹃听了陆娇的话 有些为难 夫人 我要是说大人不好的话 你会不会生气啊 不会 你说 大人长得很好看 老是脸上带着笑 看上去很好相处 但事实上 大人是个很难相处的人 而且 她报复心极强 若是有得罪她的人 一定会遭到她的报复 陆娇惊讶地拉着杜鹃 小丫头 你可真是挺厉害的 你到底怎么看出来的呢 夫人 我就是凭感觉 看一眼 就知道这人是什么样的人 陆娇点头 这世上什么样的奇人都有 这也不算什么 只是 小丫头有这样的天赋 倒是极好的 这事除了我们几个 不要和别人说 以后你和阮竹跟着我 你呢 也不用做别的事 只需要做一件就行了 给我盯着那些 和我 或者大人接触过的人 替我们好好地分析一下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秉性 就行了 兔娇听了陆娇的话 大喜 本来她以为自己是最没用处的一个 现在听了陆娇的话 格外地高兴 我也是个有用处的人了 这样的她和姐姐们都是一样的 阮竹姐姐会武功 可以保护夫人 丁香姐姐现在替夫人管账板 山茶姐姐现在专给家里人做衣服 她呢 本来是没什么本事的 现在可以替夫人盯着那些人 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是杜娇最擅长的 她说不出的高兴 兴奋的接口 夫人放心 以后啊 我会随时把那些人的情况 禀报给夫人的 好 马车上 几人都笑了起来 马车一路驶往宁州的乱坟港 乱坟港外 人山人海格外热闹 往日这地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就是大白天的 都没人敢来到这地方 今日因为要处展王明人 大家竟然并不觉得害怕 个个都跑过来看热闹 因为外围的人太多 所以谢家的马车不好过来 陆娇也没有下马车过来 只是在外围远远的看热闹 五十三颗未到 宁州府衙那边有官员过来了 正是负责此次案件的谢云锦 谢云锦本身人长得好 再穿着一身官袍 当真是欲如官欲 外围观看热闹的百姓们 个个全都看呆了眼 人群当中有人甚至于 给谢云锦起了一个外号 欲面判官 等王明人展完 整个宁州百姓都知道了 同志大人的外号叫做欲面判官 只不过眼下众人都还没传开 个个热切地议论着谢云锦的品貌 以及他为民做主的心 随着谢云锦的到来 王明人和王家一干人都被压了过来 此时的王明人再也没有了 从前的嚣张跋扈 为所欲为 现在的他眼窝深陷 整个人迅速地消瘦下去 身上的衣服空荡荡的 格外吓人 不过即便他这样 围观的百姓们也都不同情他 十几条的人命啊 就这么被杀掉了 这人简直就是死有余辜 所以王明人一出现 围观的百姓们全都叫起来 一人叫 其他人全都附和 最后 越来越多的人叫了起来 王明人抬头望向围观的百姓 下意识地睁眼欲发怒 可很快又想到 自己现在是阶下囚 还是要处展的阶下囚 王明人吓坏了 挖得一声大哭 一边哭一边朝着处展台上的谢云锦叫道 谢同志我错了 我不敢了 你饶了我吧 以后我再也不敢害人了 我保证我不会再害人了 我安分守己地做个好人 上手的谢云锦眉目清朗地望向他 淡淡地开口说 晚了 王明人只觉得绝望 不知好好的怎么就被杀了呢 他走的今天到底该怪谁呀 这时候 隔壁被压着的王夫人大哭起来 我的儿啊 想到儿子要被杀 王母痛心疾首 恨不得代替儿子马上去死 最后 她眼中含恨地望着一侧的婆婆 王老太太 老前婆 都是你 都是你害了我儿 都是你害了她呀 王母说完就放声大哭 疑似的王明人想起了往日的种种 才默得醒神 自己是被家中的老祖母给害了 可想到老祖母往日对她的宠爱 她终时没有说出怪她的话来 上手的谢云锦不理会下手王家的怨恨 她眼瞅着五十三颗乙道 直接把斩首令扔了出来 柜子手立刻把王明人背上插着的斩字牌拿了下来 王母和王家老太太眼瞅着王明人要被触斩 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刺激 嗷嗷的一声怪叫着晕过去 王明人很快就被斩首 王母和王老太太也被带下去 帐行三十大板 王老太太没有撑过去 王母倒是撑过去了 也只剩下了一口气 谢云锦命人把王母带下去施救 然后再发配流放 陆娇等人看完王明人被斩首之后 便打道回府 马车上 几个小丫头并不觉得害怕 反倒觉着格外解气 兴致勃勃地说 活该 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 说是不浇灌不宠溺 哪有今日的罪 所以 孩子一定不能浇灌 得严厉教导 最起码他不会害人 他不害人 就不会害了自己 丁香是秀才之女 对于斩首自有一番自己的见地 她的话 得到了软竹山茶和杜鹃的认同 就连陆娇也是赞同的 丁香说得很对 若是真心疼孩子 就得好好地教导 这样才是真的爱孩子 而不是一味地宠溺 王家 王明人 就是被他老祖母给害了的 若不是他一味地宠溺自己的孙子 又何来近日地惨死 自己儿子考上了进士 他成了通判夫人的老娘 本该安享天年的 陆娇不再说王家的事 几个人坐着马车一路进城 没想着竟然听到外头的百姓议论起谢云锦来 你们知道吗 有人给谢同志起了个外号 啊 什么外号 谢青天 青天大老爷吗 不是 不少人叫他玉面判官 玉面判官 哎 你还别说啊 还真的挺贴切的 陆娇听到这些 哑然失笑 玉面判官 这些人可真会想 不过想了想谢云锦身穿官袍 眉目温和的绝美样子 还真的有点像玉面判官的样子 只是 若叫百姓知道玉面判官 在房子里头疯狂的样子 只怕就判不起来了吧 陆娇忍不住发笑 马车里 几个丫头高兴地说起来 这名很符合咱们家大人 大人面如攀安 行如判官 这玉面判官 倒是贴切 我也觉得挺适合的 陆娇玩味地提醒他们 若是叫大人知道 你们议论他 怕是要惩罚你们的 几个小丫头立刻闭嘴 别看大人笑得温和 但他们却是知道的 他是最不好说话的人 反倒是夫人 才是好说话的那个 啊 夫人 好夫人 我们错了 以后再也不说了 你千万不要把这事 说给大人听 是啊 夫人 我们以后保证 不说大人的闲话了 行了 马车一路进城 前往谢家 谁知道在拐角时 竟然和几辆马车 错身而过 风正好吹起车帘 陆娇一眼看到 对面马车里头坐着的人 竟然是清河县令 胡大人 还有胡夫人 陆娇忍不住先连往外看 没错 正是胡家的人 只是 胡家怎么会来宁州府啊 而且看他们身后 跟着好几辆马车 马车的后头 还跟了不少的下人 这是怎么回事 陆娇很快想到 宁州通畔空缺的事儿上 心想 难道说 胡大人被升为宁州通畔了 如果这样 那倒是好事 胡大人一贯和谢云锦合得来 若是太来认宁州通畔的话 和谢云锦可是穿一条裤子的人 那谢云锦做起事来 就方便多了 反之 林知府就受限着 即便他是宁州知府 也不敢再贸然动 宁州产茶地和盐厂 陆娇越想越高兴 等到晚上谢云锦回来 他忍不住问他 今天我进城的时候 看到胡大人一家了 难道胡大人来宁州 是宁州通畔了吗 谢云锦伸手抱过陆娇 坐在他的腿上 他累了一天了 回来看到陆娇 心情变得格外好 此时两个人在房间里头 他就想抱着他 是的 上次王通畔被人害死 我立刻派人送信入京给燕王 通畔空缺 肯定是要来人天缺的 我想着不如让胡大人来任通畔 这样与我是有益的 所以我就给燕王送了一封信 另外 也让人顺带给文安县主送了一封信 眼下胡大人是文安县主的姻亲 有这么一个机会 文安县主肯定是要出手的 所以他们接到我的信 很快就找到机会 让陛下下旨 把胡大人调任为宁州同畔了 陆娇高兴地笑起来 这倒是好事了 姐姐现在还是胡家席 胡家起来 于他也是好的 李玉瑶 哦不 现在他已经改名字了 叫做聂玉瑶 聂玉瑶入京之后 已经给陆娇写过一封信了 主要告诉陆娇 他入京之后的情况 聂家立刻办了宴席 对外宣布了他的身份 他外祖母还入宫去向陛下 给他讨了一个身份 现在他是乡君 胡善呢 也被文安县主给安排了一个职位 在汉林院当编修 欺品 胡善倒没嫌弃 挺高兴地去做事了 每天安分守己地做一个好夫君 他呢 也看开了 对男人没那么纠结了 余生教育好自己的一对儿女 侍奉好自己的爹娘 再自己过开心一点 胡善好呢 就过着 不好呢 等孩子们大点就合理 到时候他儿子长大了 他跟着儿子过就行了 陆娇看着那封信 倒是挺听念语姚高兴的 人活着 还是要看得开一点的好 那样不会活得太累 房里 谢云锦见陆娇心不在焉地想事情 有些不大高兴 浮身咬了陆娇一口 陆娇齿疼地推他 你是狗啊你 帅人就咬人 谢云锦看他生气 又温柔地倾谈 一边亲还一边嘀咕 谁叫你不专心的 陆娇认命地应道 是是 都是我不好 哎 对了 我们要不要去胡家拜访 别去了 等他们家安顿好了 肯定是要请客吃饭的 等他们家请客 我们再去也是一样的 陆娇赞同 想到胡大人成了宁州通判 那林之府怕是要睡不着觉了 陆娇越想越幸灾乐祸 林大人怕是要睡不着了 没错 林大人确实睡不着了 林府 林大人最近嘴上起了好几个大炮 因为他得到消息 此次宁州上任的通判 是清河县令调人上来的 清河县令胡大人 他是知道的 一个没什么能力的地方官员 在县令的位置上 待了多少年都没动一下 这一回怎么就调任到宁州当通判了 这个胡大人 和谢云锦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之前谢云锦做胡大人幕僚的时候 还帮胡大人赶走了上一任的宁州知府 现在这两人又凑到一起 我还有好日子过吗 林大人越想越着急上火 根本睡不着 房里 林夫人看着林大人着急 忍不住醋眉说 你不是给晋王送信了吗 让晋王委派个官员到宁州人通判 怎么最后 竟是那胡大人上任做了宁州通判呢 林夫人说完 心里头暗自嘀咕 不是说这晋王能力很强 是大洲最有望登上储君的皇子吗 如果真有那么厉害 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啊 不过这话林夫人没敢说出来 林大人没好气地说 朝中皇子有好几个呢 晋王也不能大张旗鼓地做什么动作 肯定是要小心行事的 只是不知 这个胡大人背后依靠的是什么人 竟能拿下宁州通判